青江市江北区民政局门口 皮羊羊有些脚步沉重地跟着秦玉杰走了出来 在他们的手上 各自拿着一本刚刚办好的离婚证 三年的婚姻至此正式结束 你不要怪我 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继续勉强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来到街道边 秦玉杰转身看着皮羊羊 语气淡然地说道 是啊 你越来越忙 甚至忙到晚上都要住在公司 皮羊羊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失落与自嘲 秦玉杰神情之中 带着几分比喻说道 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每天要忙着公司发展 可是你却每天无所事事 只知道去桥下摆你那个破摊 忽悠老头老太太 公司的事 你也不让我插手 我不摆摊 不是更加闲得没事做 皮羊羊双手一摊 显得有些无奈地说道 是我想无所事事吗 是你压根就看不起我 可是你知道 别人怎么说我的吗 说我嫁了一个神棍老公 秦玉杰显得有些激动 皮羊羊忽然轻声一笑 像是释怀了 这么说 是我给你丢脸了 不过 以后不会有人这么说你了 以前的事 我不想说了 都过去了 这卡里有一百万 你拿去做点像样的生意 不要摆弄 你那个破摊了 再这样下去 你永远只能是一个废物 废物 皮羊羊冷笑 原来在他眼里 自己就是一个废物而已 当年他师父为 秦家占卜逆天一卦 为秦家改变气韵 同时也促成了 他与秦玉杰的婚姻 可是 师父却因这一卦 折损羊兽 在不久后 嫁和戏归 秦家这三年 顺风顺水 发展良好 而作为妻子的秦玉杰 接手了家族生意 越来越忙了 两人相处的时间 越来越少 也越来越平淡 最终 秦玉杰提出了离婚 可是这三年 他无时无刻 都在为秦家保驾护航 没有他 哪有秦家的今天 还有 家里那辆奥迪你开走吧 男人不能没车 不用 皮羊羊没有借银行卡 和车钥匙 不要 那你以后 拿什么生活 难道就靠 你那个专门 忽友人的小破摊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的事 就不用情众操心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他很不喜欢 秦玉杰那高高在上 施舍的语气 可刚迈出一步 几辆豪车 呼啸而来 车上下来二十几个人 迅速站在一辆 麦巴赫两侧 其中一人恭敬地 将车门打开 一个西装革履 风度翩翩的年轻人 捧着一束蓝色妖姬 来到秦玉杰面前 玉杰 祝贺你 终于获得自由了 原本打算离开的皮羊羊 停下脚步 看向这个年轻人 花柳斌 青江五大豪门之一 花家的二少爷 皮羊羊当然认识 他每次去秦 玉杰公司的时候 总能在他的办公室 看到花柳斌送的花 有一次 还被他正面撞到花柳斌 从他的办公室出来 看到他 皮羊羊心中痛了一下 似乎一切都明白了 秦玉杰的眼角 跳动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你离婚的大喜日子 我怎么能不来 花柳斌理所当然地说道 随即将手中的鲜花 递了上去 秦玉杰很自然地接了过去 然后对皮羊羊喊道 这卡你拿去 不需要 我皮羊羊 还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 才能活下去 皮羊羊羊心中 冷到了极点 你 能不能不要这么倔 皮羊羊举起手中的 离婚证摆了摆 然后再次准备离开 哟 这不是我们临江 鼎鼎大名的神棍 软饭男皮羊羊吗 皮大师 要不要 给自己算上一挂 前途如何 身后传来 花柳斌讥讽的声音 皮羊羊转身 冷然看着花柳斌的印堂部位 嘴角微微一瞥 露出一丝玩味的微笑 我的前途不需要算 自然是一片光明 不过 我倒是可以 免费送你一挂 你印堂发青 三日之内 必有血光之灾 你 你他们敢咒我 花柳斌勃然大怒 信不信有你 皮羊羊不屑地一笑 懒得废话 但他刚迈出两步 几个西装男挡在了他面前 花哨是 你能随便诅咒的 这几人气势汹汹 将他围住 一副要大打出手的样子 这些人 显然是有备而来 皮羊羊毫不畏惧 冷然扫尸一眼 沉声说道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早就 看你不顺眼了 以前有秦小姐罩着你 现在 已经被扫地出门了 就是个 连狗都不如的废物 你说我们想干什么 一人鄙夷地说着 一边气势汹汹 举着拳头就要动手 住手 就在这人的拳头 要砸向皮羊羊的脑袋时 秦玉杰开口了 花哨 让他走 花柳兵冷笑一声 好 今天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放他一马 不过以后 要是再撞到我手上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皮羊羊 你还不快谢谢花哨 我谢他 谢他给我戴了绿帽子吗 你 秦玉杰气的面色煞白 没错 我是一直在追求玉杰 要不是三年前 你突然冒出来 玉杰早就是我的女人了 从今天开始 玉杰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有多远滚多远 不要再靠近玉杰 花柳兵得意地说道 皮羊羊盯着秦玉杰 以为他会辩解几句 但他失望了 逐渐地 他心中冷到了冰点 心中那一丝的不舍 也在逐渐消失 他已经连解释都不愿意解释了 我还有什么好眷恋的 祝你们幸福 五个字几乎是从牙齿缝里 挤出来的 前夫哥走好 花柳兵潇洒地挥了挥手 这时 一辆火红的法拉利开了过来 车上下来一个绝色女子 身材曼妙 面容绝美 酒红色的长发飘逸 只是眉眼之间 明显带着几分焦急 你刚离婚 女子来到皮羊羊面前 盯着他手上的离婚证 问道 皮羊羊抬头 看向女人 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不等他说话 女子瞥了一眼 秦玉杰和花柳兵 忽然伸手 挽住他的胳膊 你跟我来 不由分说 拖着他 就往民政局里面走去 皮羊羊猝不及防 居然被他稀里糊涂地 拖了进去 我们结婚 来到办理结婚证的窗户口 女子递上户口本 身份证 和两张介绍信 开口说道 皮羊羊愣住 这算哪门子是 随便路边拉个人 就结婚 还连介绍信 都准备好了 小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她不解地问道 错不了 快点 身份证 户口本 还有 在这里 签上你的名字 女子催促道 里面的办事员也愣住了 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 你们 真结婚 我 皮羊羊迟疑 还想什么 你还是不是男人 他找一个男人 在你头上种草原 难道你甘心 女子继续催促 甘心 呵 皮羊羊想起 秦玉杰的所作所为 不禁咬牙 秦玉杰 你是我如草剑 我亦可弃你如碧驴 紧接着 心中一横 皮羊羊将身份证 和户口本地向了一脸 猛逼的办事员 这婚 我结了 她是谁 你不认识她 苏家的三小姐苏雪晴 现任苏氏集团执行总裁 接到边 秦玉杰看到皮羊羊 被一个角色美女 拖进民政局办事大厅 不禁一脸愕然 她就是苏雪晴 她把皮羊羊拉进去干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秦家这几年 虽然发展得不错 但和苏家比起来 就是草鸡比凤凰 能干什么 总不能是去结婚吧 花柳斌哈哈一笑 秦玉杰目光一鸣 苏家的三小姐 青江市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有着世花之称 青江五大家族之一 苏氏集团的执行总裁 怎么可能会和一个 被她刚刚离掉的男人结婚 不过 她很好奇 这个天之娇女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 把皮羊羊拉进民政局 难道是她摆地摊的时候 骗过这位苏家三小姐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有些担心地说道 花柳斌脸色一黑 你都已经和她离婚了 还这么担心她 秦玉杰微微一愣 随即叹了一口气 也是 日后她和我没关系了 看到刚硬 清晰地打在她和苏雪晴的照片上时 皮羊羊脑子里 还是猛的 那好 现在开始 你是我老公了 以后要恪守本分 不能和别的女人眉来眼去 但苏雪晴 却像是松了一口大气 将结婚证递向她 皮羊羊迷迷糊呼接过结婚证 根本没有注意 她说的是什么 只是扫到结婚证上的名字时 微微一愣 苏家三小姐苏雪晴 名满青江 纵然没见过 但也听说过 刚才冲动之下 和这女人办了证 现在却多少感觉 有些草率了 自己这就步入了二婚群体 皮羊羊看了看 左手的离婚证 和右手的结婚证 嘴角浮现一丝 古怪的苦笑 这操旦的婚姻 谁能相信 半个小时之内 她居然经历了 离婚结婚两件人生大事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闪婚 走吧 他们肯定还在等着 苏雪晴羊了 杨精致的下巴 很自然地挽住她的胳膊 并肩向外面走去 我去 是我疯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先是和一个 貌美如花的前妻离婚 反手又和一个 天仙一般的女人结婚 这个男人 我被楷模啊 现在的年轻人 也太随意了 结婚离婚这么大的事 和玩过家家似的 给他们半结婚证的办事员 心中一阵凌乱 脑袋想破了 也想不明白 果然长得帅的男人 容易吃到软饭 倒是有一人像 是想明白了事情的关键 看到皮洋洋与苏雪晴手玩手 轻腻地从台阶上走来 秦玉杰的嘴角 抽动了一下 前妻姐姐 你前夫现在是我的老公了 请你记住一句话 离婚了 就别再来打扰我老公 苏雪晴举着手中的结婚证 像是宣誓主权一般 以女王般居高临下的姿态 对秦玉杰说道 在苏雪晴 强大的气场压制下 秦玉杰有一种 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刚才她和花柳斌 还坚信 苏雪晴阿皮洋洋进去 是找她算账的 绝对不可能是去结婚 可红红的结婚证 却狠狠打了她的脸 自己弃之如碧履的男人 还没落地 就被人世若珍宝 一尘不染地捡了起来 而且 对方还是鼎鼎大名的苏家三小姐 这是 在嘲讽她有眼无珠 不识人间美誉吗 皮洋洋 怪不得你这么爽快 就答应和我离婚 原来 她早就等在这里了 皮洋洋听到这句话 冷然瞥了一眼 秦玉杰和花柳冰 她不是 也早就在等着你了吗 我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难道只许 你周关放火 不许我百姓点灯 秦玉杰再次业主 她实在想不明白 平时对她 唯唯诺诺地皮洋洋 今天怎么像是 完全变了一个人 苏小姐 你是不是被这小子给骗了 她就是个神棍 靠着一张嘴胡说八道 欺骗老头老太太 虽然秦玉杰也倾国倾城 但与苏雪晴比较 总觉得 差了点气势 所以 在花柳冰看到苏雪晴时 怦然心动 尤其看到 苏雪晴手中的结婚证 她简直恨得牙痒痒 一个她眼中的神棍 废物 软饭男 居然先是拱了她心中的 女神秦玉杰 现在又要拱她心中的 女王苏雪晴 关键还是苏雪晴 主动送上去求拱的 这她娘的上哪里 讲道理去 我知道 苏雪晴语气淡然 坚定而又坚决 你知道 可她就是个 一无是处的废物 一个靠女人吃饭的软饭男 我愿意 花柳冰 彻底凌乱了 她差点要抓狂 这世上 居然还有这么疯狂的事 老公 我们回家 我给你做好吃的 苏雪晴 始终挽着皮扬扬的手臂 傲人的胸脯挺了挺 温柔而又温婉地说道 花柳冰 秦玉杰只觉得 牙齿都要酸倒了 尤其秦玉杰 五味杂陈 结婚三年 她都不认识什么锅碗瓢盆 厨房交响曲 一直是由皮扬扬读奏完成 可是现在 一个女王般的苏家三小姐 居然说要回家 给她亲自做饭 秦玉杰感觉自己 快要疯了 她嘴巴张了张 还想提醒苏雪晴一句 但苏雪晴 已经挽着皮扬扬 转身向她那辆 崭新的法拉利走去 你来看 以后我的车 你随便开 一边走 苏雪晴 一边将手中的车钥匙 递向皮扬扬 温柔体贴地说道 秦玉杰的脸 在不知不觉中 变得惨白 以前 皮扬扬碰她一下 那辆马沙拉蒂总裁 她都会叫人洗上三遍 可现在 她心中的失落感 越来越浓烈 逐渐变成一种 莫名其妙的情绪 苏雪晴 你会为你今天的决定 而后悔的 秦玉杰望向皮扬扬 和苏雪晴离去的背影 喃喃道 怎么样 解气了吗 车子穿行在大街上 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一个身穿不一 除了有点小帅 让人一看就是穷逼的小子 不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 这幅画面 说不出的怪异 妈的 老子到底差哪了 这年代 果然好白菜 都被猪拱了 老兄 麻烦看清楚 这分明是 路边的年轻人 哀嚎生一片 羡慕极度恨 若是能杀人 皮扬扬早死翘翘了 响车 每人 每一个男人的梦想 真实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可惜 很悲哀 那个男人不是自己 苏小姐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目的 但戏我 已经陪你演完了 车子开出一条街道 靠边停住 皮扬扬淡然说道 你知道这是演戏 苏雪晴故做惊讶地问道 皮扬扬露出一丝苦笑 傻子也知道 这是在演戏 不过 不管怎样 我得谢谢你 说完 他准备开门 等一下 你还要做什么 皮扬扬将结婚证 丢在座位上 你要去哪里 苏雪晴一把挽住皮扬扬 声音中带着私媚呼 急道 我 我去哪里 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有 你是我老公 而且你又这么帅 万一被哪个狐狸 竟给勾走了 那我岂不是吃亏了 皮扬扬凌乱了 这妞 是认真的 可苏雪晴眼眸中 闪烁的眼神 分明告诉她 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回去一趟 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皮扬扬无奈 叹了一口气 回去 是回你前妻家 苏雪晴眼珠子一转 问道 皮扬扬点了点头 好 我陪你去 万一你前丈母娘刁难你 我帮你把她对墙上去 让你前老丈人抠 都抠不下来 只能干瞪眼 去前丈母娘家的路上 皮扬扬被苏雪晴 强行拉进一家美发沙龙 姐们 给她弄个帅气点的发型 怎么骚包怎么弄 皮扬扬 差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得嘞 苏小姐 皮扬扬如坐针毡 感觉不是在做发型 是在被砍头 嗯 不错 这才像是我苏雪晴的男人 发型做完 苏雪晴很满意地点头 绕着皮扬扬转了三圈 差点把她给转晕 你男人 发型师呆住 走了 改天请姐们喝酒 苏雪晴不解释 留下满屋子呆瓜 洒脱的白白手 挽着皮扬扬 又钻进了不远处 一家男装店 给她整三套 内裤 袜子 鞋子都换掉 皮扬扬一个亮枪 不可思议地看向苏雪晴 看什么看 你的衣服上 还有她的香水味 舍不得换 皮扬扬的脑门上 呈现三根黑线 这哪像是大家闺秀 分明就是一个小太妹 关键 她这是要弄哪样 经理亲自服务 点头哈腰 苏小姐 要什么档次的 废话 我男人 你说要什么档次的 明白了 经理一正 随即眉开眼笑 紧跟着脸上 抽动了一下 卧槽 这小子 走得什么狗屎运 现在 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都喜欢这吊道吗 明天老子也整一身 不依不邪却 说不定 也被哪个富家女看上 从此不怕的未病 人靠衣裳马靠安 当皮扬扬换好衣服 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时 店内一片寂静 啪 男友来买衣服的女孩 手机不知不觉 掉落地上 帅 真帅 帅呆了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心中 反反复复 就是这几个字 皮扬扬感觉到了 大家异样的目光 转身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猛然呆住 看什么看 要看看 你们自己男人 这是我老公 苏雪晴 似乎有些惊慌 赶紧上前 挽住她的胳膊 低声说道 看来以后 还是不能给你打扮得太好了 不安全 皮扬扬再次无语 她感觉 今天自己要疯了 女疯子演一场 没有剧本的狗血剧 刷卡 付款 一共消费59万 是娘们 怎么这么糊 随便拉的男人结婚 还为她重金打造外表形象 走 现在去你前丈母娘家 她把一个 钳字咬得死死的 就怕皮扬扬给忘记了 阳光小区 秦家别墅中 秦玉杰的母亲严金凤 正在翘手等待 也不知道玉杰 和那废物 是不是真的离婚了 她不断地看向挂钟 有些担心地说道 妈 你放心 这次我姐 是洞真格的 绝对会离 秦玉杰的弟弟 秦玉宇 胸有成竹地回答 那可不一定 那废物软饭吃上瘾了 离开我们秦家 难道真靠那个破地摊 忽悠人生活 哼 她敢不离 我已经通知花少了 如果她真的敢不识好歹 看花少不打断她的腿 干得好 这下我就放心了 等那个废物 滚出我秦家 我马上让花少来 我们家提亲 对 我姐 只有花少这样的豪门少爷 才配得上 皮羊羊算是什么东西 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母子俩一唱一贺 秦玉杰的父亲秦四海 则坐在沙发上不断地抽烟 她眉头紧锁 似乎在担心什么 起来信息了 离了 忽然 秦玉宇的手机响了一声 她立即查看信息 然后惊喜说道 真的 严金凤赶紧凑了过去 看 离婚证都拍照了 假不了 太好了 这个废物 终于从我们家里滚出去了 母子两人欢呼雀跃 夫人 少爷 顾业回来了 这时 一个庸人前来报告 什么顾业 她已经和玉杰离婚了 以后不再是秦家的顾业 严金凤脸色一冷 恼怒地说道 走 妈 我们去看看 她还来做什么 秦玉宇有些兴奋 拉着严金凤就往外面走去 当他们看到站在别墅门口的皮羊羊时 同时愣住 严金凤揉了揉自己 得眼睛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这是 那个废物皮羊羊 是 是她吧 秦玉宇也以为自己产生了错觉 她怎么变成这样了 妈 你忘记了 我姐说了 只要离婚 就给她一百万 这小子 肯定是拿到钱了 秦玉宇想当然地说道 严金凤面色骤然一变 一阵心疼 你还回来做什么 随即 她板着脸 对皮羊羊说道 我来拿走我的东西 皮羊羊淡然回答 现在 她对这一家人彻底死心 三年来 她任劳任怨 家里的事情全包了 但始终得不到一个好评 就算石头也该雾热了 可是 最终她发现 她捂着的是一块千年寒冰 万年不化 反倒把自己冻伤了 秦玉宇转身 看向墙角处 一个破旧的木箱 大步走过去 碰 她狠狠一脚 将木箱踢到皮羊羊面前 然后过去一脚踩住 你的破烂玩意都在这里 不过 你要拿走 得先把那一百万交出来 一百万 什么一百万 皮羊羊皱眉 她不明白 怎么又跑出个一百万来了 装什么装 我姐说了 只要你们离婚 她就给你一百万 她答应了 我们可没答应 她是说 要给我一百万 但我没要 没要 你猜我信不信 秦玉宇玩味地看着皮羊羊 你不信那是你的事 我真没要 你可以去问你姐 问她 我干嘛要问她 秦玉宇伸手点着皮羊羊的胸口 怒声说道 你要是没拿我捡那一百万 你身上这衣服 是哪里来的 你不会告诉我 你买彩票中了一百万吗 这衣服 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买的 秦玉宇怎么可能相信 你当我是傻子 你有什么朋友 难道我不知道 你要是有这样的朋友 还会整天去摆地摊忽悠人吗 皮羊羊的目光一宁 心中火气上涌 皮羊羊 你不要怪我们狠心 是你自己不争气 你看看玉杰 现在是我们秦氏集团的总裁 而且 他马上就能谈成一个上意的项目 你们之间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希望你能理解 如果你在他身边 只会拖累他 拖累我们秦家的发展 这时 严金凤走了上来 一副鼻孔朝天的样子说道 如你所愿 我已经离开秦家了 现在 我只是想要拿回我的东西 他心已冷 上意项目 要不是他 哪来的什么上意项目 你是一个男人 靠一个女人养活 不害臊吗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 居然还拿走玉杰一百万 你好意思啊 严金凤见皮羊羊 态度冷淡 生气地说道 我真没拿 我不信 你没拿 你哪来的钱 买这么好的衣服 还整一个这么骚包的发型 你这是 在向我们炫耀 严金凤坚决不信 她的衣服是我买的 发型也是我让人做的 这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话声 母子二人这才发现 在门口不远处 居然还停着一辆法拉利 一个每出天际线的女人 正扭着性感的腰肢 走到皮羊羊身边 很自然地挽住她的手臂 不过 我不是她朋友 而是她现在的老婆 第一眼 她就惊艳到了 感觉眼前百花盛开 春意盎然 你 你是谁 严金凤一样 被惊艳到 苏雪晴 皮羊羊地现任妻子 苏雪晴很自然地回答 好啊 皮羊羊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前脚和玉杰离婚 后脚就勾搭上了一个小狐狸精 别的本事没有 勾搭女人的本事 倒是很厉害 严金凤乍毛了 她受不了这一幕 皮羊羊是她眼中的废物 今天被秦家扫地出门 可她居然带着一个女人 回来向她示威 苏雪晴的目光一冷 语气也冷了下来 你说话放尊重点 如果不是看在 你是我老公前丈母娘的份上 信不信我抽你 你还想抽我 狐狸精 早就勾搭上我女婿了吧 一向强势的严金凤 怎么可能怕苏雪晴的威胁 一边说着 一边还走到了她面前 你不是想抽吗 我过来了 倒要看看你赶步 严金凤话没说完 啪 一巴掌干净利落 清爽清脆 空气瞬间凝固 严金凤不可思议地 伸手摸向自己火辣辣的脸 嘴唇抖动 你真敢打我 片刻后 一声嘶吼打破沉寂 秦玉宇 她打你妈 你还看着 严金凤转头 看向身边还在发呆的秦玉宇 怒吼 嚣张跋扈的她 怎么甘心吃这种亏 可秦玉宇的面色有些尴尬 也有些难看 妈 妈 她是苏雪晴 我管她雪晴还是玉晴 敢打我 你去给我抽烂她的脸 是苏家的三小姐 见严金凤还没反应过来 秦玉宇又紧张地说道 什么苏家的三小姐 我 说道一半 陡然顿住 然后不可思议地看着苏雪晴 哪个苏家 青江还有哪个苏家 当然是城南苏家了 严金凤脚下一软 一个亮枪 半边脸瞬间苍白 苏家 青江五大家族之一 在秦家面前 就是巨无霸的存在 苏家三小姐 她不可思议 怎么和这个废物搞在一起了 啪 你骂我两句我能忍 说我老公是废物 不行 严金凤梦了 脸上的疼 因为心中的震撼 而给忽略了 她死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苏家的三小姐 会这么护着皮痒痒 苏小姐 我想 可能是误会了 秦玉宇小心翼翼地开口 她就是一个废物 一个只会摆摊忽悠老头老太太的神棍 在我秦家吃了三年软饭 什么也不是 你是不是被她忽悠了 那是你们有眼不识经相遇 苏雪晴冷声说道 在你们眼里 她是废物 在我眼里 她是美玉 这 秦玉宇愣住了 她心中有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 自己的废物姐夫 这是走的什么运 可是 她从玉姐手上拿走的一百万 应该还给我们吧 严金凤虽然怕了 但她想起那一百万 十分地不甘心 我老公说了 她没拿 那就是没拿 苏雪晴养着下巴 傲然说道 再说了 我苏雪晴的老公会缺钱吗 母子两人猛住 你看我 我看你 就像 就在这时 严金凤的手机响起 她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的接通 无意点到了免提 妈 皮羊羊要是回来拿东西 你们不要为难她 我给她的一百万 她没要 严金凤和秦玉宇的面色 变得十分尴尬与难看 现在听清楚了 等到电话挂掉 皮羊羊冷然一笑 弯腰去拿被秦玉宇 踩着的破旧木箱 秦玉宇赶紧松开 后退两步 记住 她现在是我老公了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骚扰她 苏雪晴完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 让这母子俩 不自觉地弯下了腰 看着苏雪晴很自然地挽着皮羊羊 走向那辆法拉利 秦玉宇的脸抽动了几下 她有一种要疯了的感觉 站在门口的秦四海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这箱子里有什么宝贝 非要拿回来 上车后 苏雪晴好奇地看着皮羊羊手上的木箱 问道 木箱破旧 上面还挂着一把不知道什么年代的铜锁 秀气斑斑 没什么 都是一些小时候的玩具 皮羊羊淡然回答 你当我傻 苏雪晴好看的双眼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白眼 车子开出阳光小区 再次停在了路边 怎么又不走了 还没玩够 皮羊羊醋眉 什么还没玩够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们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喜欢找人寻开心 我已经陪你玩了这么久了 你不累 你为什么觉得我是在玩 苏雪晴抓起结婚证 在她眼前晃了晃 我会随便和一个男人 玩出结婚证吗 皮羊羊猛了 她想破脑袋也想不出 这位苏三小姐究竟想要干什么 俩人之前压根就不认识 她也不会自恋到认为 她是真的想要嫁给她 我不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 你不累 但我累了 皮羊羊拎起箱子 推门下车 我们刚结婚 你就想抛弃我吗 但她刚转身 身后就传来苏雪晴那卑卑怯怯怯怨的声音 周围几个路人 已经露出了好奇 鄙夷的眼神 好像她是一个 要抛弃新婚妻子的渣男 她无奈转身 骤然看到 她那渲染玉气的样子 眼眸中 居然还有泪水在涌动 大小姐 你究竟要到哪样 明镇局门口这么多离婚的 你为什么 就逮着我不放呢 皮羊羊有点头大 苏雪晴没有回答 在她的眼底 闪过一丝光芒 恍惚中 记忆回到了五年前 那时候她还在上学 寒假的某一天 她和几个同学 骑着自行车在江边游玩 一辆车子突然开出来 将她连人带自行车 撞进了江水中 几个同学慌了神 但他们都不会睡 眼见她就要沉入江底 突然 一个男孩冲了过来 毫不犹豫地 跳进冰冷的江水中 奋力将她救了上来 只是 当时她已经昏迷 连那个男孩姓什么都不知道 从医院出来后 她到处寻找那个 救了她一命的男孩 但等她确定救她的人 是皮羊羊的时候 她已经成为了秦家女婿 这三年来 她一直默默关注着皮羊羊 知道她在秦家过得并不好 与此同时 苏雪芹自己 也陷入到麻烦中 家族为了利益 对她逼婚 让她嫁给一个 自己十分讨厌的人 她不甘心 在得知皮羊羊 今天将要和秦玉杰离婚的消息后 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她要给皮羊羊一次机会 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于是 就上演了民政局的那一段 看到皮羊羊再次上车 苏雪芹破涕微笑 系好安全带 在苏雪芹的指挥下 皮羊羊把车子 开进了苏氏集团总部办公大楼 下车后 苏雪芹先跑去大楼附近的花店 买了一束火红的玫瑰 然后很自然地 挽住皮羊羊的手臂 紧挨着她 肩并肩向办公大楼里面走去 闻着她身上沁人的香味 感受着她胸前柔软紧挨着手臂的销魂感觉 皮羊羊控制不住的心中荡漾了一下 苏总好 苏总好 两人进入大堂 里面的职员纷纷恭敬地喊着 只是 难以掩饰他们眼中的惊诧 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落在皮羊羊身上 纷纷在心中猜测 这是哪一位 想不到 我们的总裁 也有小鸟一人的时候 赤男的是谁 看上去挺帅的 没听过苏总有男朋友啊 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 等到苏雪芹和皮羊羊进入电梯 大堂中的紧张的气氛 才松弛下来 这些职员 看着电梯入口处 久久不能平静 对于他们来说 今天好像吃到了一个大瓜 哎呀我去 忽然 有人惊呼一声 十几道惊恶的目光 瞬间落在这人身上 明天 就是苏总和叶家少爷的订婚之日 不是要坏事了 皮羊羊跟着苏雪芹 来到十七层总裁办公室 办公室中 一个三十出头 穿着黑色职业装 神情有些威严的女人 早已经在等候 苏总 你回来了 苏雪芹从进门的那一瞬间 浑身的气势立即改变 利姐 把门关上 利姐立即过去 降门关好 随即 苏雪芹松开了皮羊羊 并将手中的玫瑰花递给利姐 皮羊羊好奇地 看了一眼办公室的环境 果然不愧是 青江五大家族之一的总裁办公室 足足三百平的办公室 装饰得高大奢华 落地窗宽敞明亮 视野开阔 超级大班桌 宽大的真皮老板椅 无一处不彰显总裁身份的不一般 情况怎么样 苏雪芹坐在了老板椅上 浑身立即透出一种女王的气势 很好 青江各论坛都在疯传苏总和一男子出双成对 并疑似进了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的消息 不过 网上的传闻不怎么好听 说她是被秦家扫地出门的软饭男 专门骗老头老太太的神棍 利姐立即恭敬地回答 苏雪芹看向一脸猛逼的皮羊羊 微微点头 不用管这些 她叫皮羊羊 把协议给她 是 苏总 很快 利姐从桌子上拿起一份合同 递到皮羊羊面前 皮羊羊从进来后便觉得莫名其妙 她现在很好奇 这位苏三小姐究竟想要玩什么 皮羊羊迟疑地接过协议书 啥 结婚协议书 皮羊羊瞪眼 皮先生 你不会认为你和苏总的婚姻是真的吧 利姐的声音有点冷 带着居高临下的气势 我知道是假的 但既然是假的 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多手脚 结婚证给你们 注销一张结婚证 对于你们来说 不难吧 皮羊羊将手中的结婚证抛在桌子上 说完 她转身就走 等一下 但她刚转身 身后便传来苏雪芹的声音 苏小姐 戏我已经陪你演完了 你还想做什么 我想让你和我签订一份结婚协议 苏雪芹看着她 咬了咬嘴唇说道 有意思吗 既然是假的 还弄这些做什么 皮羊羊不解 一脸的莫名其妙 我需要你做我一年的丈夫 听到苏雪芹的这句话 皮羊羊笑了 苏小姐 你这是觉得我刚离婚 在你眼里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和我开这样的玩笑 我没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苏雪芹站了起来 目光中露出一丝恳切 我遇到了麻烦 需要你帮我 我为什么要帮你 皮羊羊淡然说道 随即 她想到了些什么事的 低头看向身上 还有手上拎着的两套衣服 这些我还给你 她放下了手上的衣服 苏雪芹玩味地看着她 身上的呢 也是我买的 脱啊 皮羊羊愣住 她的旧衣服 被苏雪芹丢进垃圾桶了 外衣好拖 光着膀子出去也没事 但短裤怎么拖 第一次遇到 但她说的 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至少因为她 今天原本应该有的苦闷 少了一大半 甚至还有一点 扬眉吐气的感觉 好 我可以帮 就当还你人情 但总要先说清楚帮什么吧 还有 别提太过分的要求 皮羊羊妥协了 她实在受不了 对方那可怜兮兮的眼神 苏雪芹微微一笑 缓缓坐下 首先 你对外界要承认 你和苏总的婚姻 除了我们三人 不能让第四人知道 我们之间协议的事 这时 莉姐开口说道 没问题 皮羊羊很干脆地答应 其次 在这一年协议时间内 你必须留在苏总身边 寸步不离 莉姐似乎对她的回答很满意 继续说道 皮羊羊 有意见 莉姐目光一宁 冷然看着她说道 当然有 难道苏总洗澡嘘嘘的时候 我也跟着 皮羊羊理直气壮地说道 那样会长真眼的 苏雪晴面上一红 美好气地说道 想得美 莉姐也狠狠盯了她一眼 接着说道 第三 如果有人要欺负苏总 你必须尽到一个丈夫 该有的保护责任 我抗议 皮羊羊立即反对 抗议 你还是不是男人 莉姐冷然看着她 她不是我真老婆 凭什么要我保护 万一碰到个不要命的 那我还要不要命 莉姐脸上露出一丝鄙夷 多少男人拼了命 都想要保护苏总 可是他们 没有这个机会 你居然还这么怕死 废话 我又不是九命猫 小命丢了就没了 为什么要不怕死 皮羊羊理直气壮 我不会让你白签这个协议 苏雪晴说道 协议期内 我每个月会付给你一万的工资 一万 皮羊羊翻了一个白眼 你觉得 我会为了一万去和人拼命 莉姐说道 谁说一定要拼命吗 在青江 谁敢真的对苏总出手 那可不好说 万一遇到疯狗 被咬一口也是很痛的 皮羊羊一脸认真的说道 那好 一万五 苏雪晴咬了咬牙说道 两万 皮羊羊毫不犹豫地伸出剪刀手 你是苏氏集团的总裁 不能太抠 再说了 就凭我这颜值 两万不亏 见苏雪晴在犹豫 他赶紧劝说道 苏雪晴瞪眼 狠狠盯着他 我抠 你身上的衣服 谁买的 花了多少钱 你不清楚 皮羊羊在鼻翼上抠了抠 坚持说道 我没让你买 而且 这面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 苏雪晴气得胸口 你不要不识好歹 历解目光冷然 这家伙 把这里当菜市场了 还讨价还价 苏雪晴伸出手摆了摆 有些无奈地说道 好 就两万 皮羊羊露出两抬大白牙 眯着双眼 高兴地笑了 我也要生活 总不能白打工 还有一点 这一年 你必须和我住一起 苏雪晴又想起了一件事 很坚定地说道 皮羊羊错愕地说道 还要赔睡 你想什么呢 苏雪晴一脑门黑线 我住的地方房子多 我们一人住一层 那就好 要不然的话 两万太亏了 苏雪晴一脑门黑线 真当我养小奶狗 我家里有保镖 而且 丽姐也和我们住一起 皮羊羊转头 看了一眼冷力的丽姐 咕咚咽下一口口水 这娘们 一看就不是善茶 她眼前浮现出 容嬷嬷挣扎紫微的画面 浑身一个机灵 那好吧 她只好委屈巴拉地答应了 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可以走了吧 你要去哪里 我 回家收拾一下 回家 你不是被赶出秦家了吗 狗还有个窝呢 我就不能没个家 苏雪晴看到她 有些深沉的样子 眉头跳了一下 起身走到她身边 忽然伸手挽住她胳膊 我送你下去 声音轻柔 宛如秦人在耳边轻语 皮羊羊心中微微一跳 这女人 是穿剧团来的吧 就这演技 不去走几次红毯 拿几座小金人 都白瞎了 苏雪晴挽着皮羊羊的手臂 轻腻地再次出现在了大堂中 你开我的车去 记得来接我下班哦 亲爱的 大堂中所有人直接木划 总裁这是完真的 怎么和他们印象中的总裁 突然不像了呢 皮羊羊差点一个裂解 要不是见识了她的演技 差点就被感动了 不过 有车不开白不开 开上法拉利 向承袭老城区飞驰而去 来到一座 看上去有些老旧的宅子前 皮羊羊助力片刻 输了一口气 推开虚眼的院门 走了进去 师傅 我回来了 面对空荡荡的小院 皮羊羊喊了一声 推开房门 一块灵牌摆放在神龛之中 房间中摆设极为简陋 但井然有序 一尘不染 甚至在灵牌前 还供奉着新鲜的水果 三炷香鸟鸟燃烧 很显然 这里经常有人打扫 上供 她过去取了三只香 点燃后冲着灵牌跪倒就拜 师傅 当年您说 我如为情家女婿 终生不得打开木箱 如今 我已经被扫地出门 特意前来当着恩师之面 将它打开 她神情肃然 恭敬磕头三想 然后将香插入香炉之中 然后 她的目光落在供桌上 一枚古色古香的钥匙 摆在灵牌前 师傅 现在我将打开这个箱子 请师傅护佑弟子 早日修炼成功 不负师傅厚望 她拿过钥匙 缓缓塞进木箱的铜锁中 啪的一声 锁应声而开 木箱正中 摆着一只羊皮包 上面绣有花纹 宛如一条龙盘旋飞舞 打开羊皮包 里面赫然别着 九金九银十八枚长针 针身很细 但在针身之上 隐约可见一条浮雕的飞龙 栩栩如生 这一套针 正是她心心念念的 九玄十八针 师傅去世后 她一直以为这套针 随着师傅入土了 没想到 现在居然出现在她面前 木箱角落 还摆着一个 躯黑的小匣子 和一本看上去 透着厚重历史气息的 蓝皮线装书 九玄欲清绝 她首先拿起那本书 看到上面几个古傲 难懂的字 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激动地喊了出来 随手翻了一下 里面的文字 艰深晦涩 一时半会 也难理会其中之意 便小心翼翼放下 目光落在那个小匣子上 片刻后 她郑重地拿起小匣子 缓缓打开 一股远古气息 扑面而来 匣子中 摆着一枚 躯黑的戒指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铸造 看上去有些怪异 戴上它 您就是九爷了 正在她仔细 查看这枚戒指的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 一个低沉的声音 第十七任门主 以后 福如海便是随从 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皮羊羊吓了一跳 赶紧将她扶起 问道 福伯 九悬门究竟是一个什么门派 福如海沉默 神情之中 显得崇敬 庄严 片刻后 她才沉声说道 天下奇门归九悬 一 五 悬 道 术 包罗所有 为九悬门至尊 皮羊羊心中有些震惊 看了一眼手指上 那枚屈黑的戒指 显得难以置信 原来 我师父这妖牛逼 她呢喃了一句 那为什么没人叫她 福伯肃然说道 身份 只有九悬门中重要人物才知道 你接任门主后 亦不可随意泄露自己身份 这是门规 皮羊羊皱眉 这么神秘 不会是怕什么仇家吧 怪不得这妖牛逼的门派掌门 师父从来没有和她提起过 原来还有这样的门规 只是 师父身为九悬门门主 这么多年也没见她有多牛 就是医术高一点 打架厉害一点 而且可笑的是 为了给秦家改变气域 把自己的老命都给搭进去了 不过 福伯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只是肃立一旁 忽然 皮羊羊眼前一亮 满眼小心性地问道 福伯 那这门派是不是很有钱 福伯微微一愣 随即指向木箱内 在木箱中 还摆着一封书信 信封上 写着几个字 皮羊羊亲戚 皮羊羊心中有些激动 深吸了一口气 才将那封信拿起 皮羊羊 你与秦家 三年圆境 今日继承我一波 执掌九学门 看到前面几句 皮羊羊心中一惊 暗暗想到 师父原来早就算出 我在秦家只能待三年 就会被赶出来 我知道你心中有许多疑问 若要知晓答案 于今年八月十五 前往领导 一切自有揭晓 哦 对了 为师为了抚养你 一生辛劳 耗资巨大 迫不得已 向领导导主 借了一点奶粉钱 你去领导时 记得帮为师把账还了 他迫不及待地往后看 但读到后面 他的脑门上 出现几条黑线 我去 不但没钱 还欠人家钱 他赶紧查看信封 见里面果然还有几张纸条 一百亿 他随手抽出一张看了一眼 看到上面的金额 他差点没跳起来 这是借了一点钱 关键是 纸条还有好几张 每一张上面所记录的借款金额 都让他差点崩溃 师父啊 您老人家可真会坑人 什么奶粉能喝掉一千多亿啊 手中抓着几张借款记录 一副身无可恋 这么多钱 拿什么划 正在绝望的时候 门外忽然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 请问皮身衣在家吗 伏如海面色微微一宁 看向门外 皮羊羊将木箱重新锁好 拎上后走了出去 院门口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 正在探头往里面张望 女孩一身白色衣裙 清纯靓丽 看上去像是学生 只是在她的面上 透着焦急之色 你是谁 找我什么事 女孩在看到皮羊羊的一瞬间 神情之中闪过一丝惊喜 你就是皮身衣 我是姓皮 皮羊羊淡然回答 哦 我叫顾天霜 我爷爷突然重病 我三叔 让我来请皮身衣前去帮忙医治 女孩语速极快 就像百灵鸟一般 叽叽喳喳地说道 皮羊羊问道 你三叔 是谁 顾天霜微微一笑 露出一对小虎牙 说道 我三叔是顾志青 你认识吧 不认识 皮羊羊直接摇头 她治过的人多了 怎么会记得每一个人 顾天霜愣住 想了想说道 她是省城防卫营中的一个统领 说你曾经为她治过伤 所以才让我来找你 皮羊羊还是摇头 但随即想到 师父给她留下来的欠条 忽然问道 那啥 这个治病给钱拨 顾天霜忙不迭点头 既然你都找来了 那我跟你去一趟吧 皮羊羊故作沉吟 顾天霜赶紧高兴地转身 打开一辆马沙拉蒂的车门 请上车 你刚才说你姓什么 上车后 皮羊羊忽然想起一件事 问道 顾天霜愣了一下 但她还是很耐心地说道 姓顾 城东顾家 你应该知道吧 没听说过 顾天霜一脸愕然 甚至有些尴尬 不知道她三叔名字倒也算了 可在青江城 谁不知道城东顾家 那可是青江五大家族之一 不过她依旧挂着笑意 转头说道 现在不就知道了 待车子启动 芙如海站在院子中 缓缓掏出手机 拨出一个电话 上人 她已经戴上戒指了 电话接通 她恭敬地说道 哦 这么说 秦家已经把她扫地出门了 那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是 与您当年所算的完全一样 正好三年 一天都不差 芙如海的脸上露出敬佩之色 好 既然如此 那就让她继续凡尘历练 记住 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我还活着 我这边的事情还没处理好 那 秦家的事情 还管吗 芙如海迟疑了一下 问道 当年我让那小子入坠秦家 就是为了偿还之前的恩情 这小子当初就不情愿 现在既然是秦家不珍惜 那就是秦家无此复原 管与不管 由她去吧 那边传来老者的一声轻叹 芙如海嗡了一声 我知道了 随即 她又说道 对了 这些年 她几乎每天回来上香拜祭 还有 她经常去罗汉山 像是在寻找什么 嗯 你不用管她 一切皆有缘法 该知道的时候 她自然就知道了 老者稍稍沉默了一下 随即说了一句 挂掉了电话 芙如海看着紧闭的院门 目光中金光闪烁 沉声自语 复出 该通告天下了 车子很快开到城东顾家宅院前 皮神医 到了 顾天双喊了一声 但没听到回答 转头看去 只见皮泱泱抱着那只破旧木箱 早已经沉沉睡去 晶莹透亮的哈喇子 从嘴角躺出 低落在座椅上 看到这一幕 顾天双扑斥一笑 过去轻轻推了推 怎么了 皮泱泱睁开心松的眼睛 茫然看了一眼 顾天双说道 到我家了 请下车 哦 这么快就到了 一个梦都没做完 皮泱泱下车 美美地伸了一个懒腰 谁病了 带我去看看 顾天双将车门关上 有点着急地说道 是我爷爷 你一定要救救我爷爷 皮泱泱跟着他往宅子里走去 但刚进宅子 就听到一个细血的声音迎面来 顾天双 这不会是你接来的神医吧 顾天双美好气地说道 让开 他是三叔介绍的皮神医 三叔说他一定能救爷爷 他是神医 你见过这么年轻的神医吗 为了讨好爷爷 你可是什么手段都敢用 挡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个二十五六的年轻人 显得有些瘦辱 他是顾家的大少爷 顾天臣 可是他是三叔介绍的 三叔曾经受伤 就是他给治好的 顾天双很相信自己的三叔 所以距离力争 不料 顾天臣吃笑一声说道 那能痒吗 三叔是受伤 随便一个医生都能治好 爷爷可是重病 你觉得 他一个江湖郎中能治好 顾天双一愣 江湖郎中 哼 我说他是江湖郎中 那都是抬举他了 顾天双一脸愕然地看向皮羊羊 皮羊羊却是不在乎的淡然一笑 顾天臣见皮羊羊并不辩解 以为他心虚了 一脸傲然地说道 我爸已经请来了真正的神医 现在正在里面给爷爷医治呢 这回估计都快治好了 顾天双的面色微微一变 急忙问道 什么神医 青江中心医院院长 有着国医圣手之称的李立夫 顾天臣一脸地得意 顾天双顿时一惊 你们真请到李院长了 这位神医 请哪来的回哪去吧 我顾家是有钱 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来蹭游水的 顾天双转头看向皮羊羊 露出为难之色 你说的是李立夫吧 就他 能就得了人才怪 皮羊羊看了顾天双一眼 你别为难了 我先出去 等会自然会有人出来 求着我进去的 放屁 顾天臣怒声喝道 今天要是有人请你进去 以后我就管你叫大哥 你以为我顾家的人 都像顾天双这么好骗 皮羊羊玩味的一笑 转身就走 不过 他没有真的离开 只是在院子外等候 要是换做别人 他早甩手不管了 但顾天双从头到尾十分真诚 也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的爷爷很在乎 当然 最重要的是 皮羊羊还要赚钱 替师父还债 所以 他决定留下来 顾天双见皮羊羊被气走了 气得一跺脚 顾天臣 你这是干什么 想要去追皮羊羊 但又担心自己的爷爷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气冲冲地往院子里走去 卧室中 顾家家主顾志行 陪着一个五十出头的老者 再为一个躺在床上的老者试针 床上老者脸色铁青 双目紧闭 看上去气若犹斯 试针老者的脑门上 已经沁出了汗珠 手中碾着一枚长针 时时没有扎下去 片刻后 他叹了一口气 将针收回 略带歉意地说道 顾先生 您父亲的病 恕我无能为力 还是早点准备后事吧 顾志行虽然很失望 但也无奈 接受了这个现实 李院长辛苦了 我会让人 给你送去谢脸 李立夫愧疚白手 正要拒绝 顾天双推门进来 大伯 我爷爷怎么样了 小双 你别太难过 你爷爷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顾志行叹了一口气 摇头说道 不 爷爷不会有事的 你不是请来了 中心医院的李院长吗 难道他也就不了我爷爷 顾天双顿时花容失色 泪水在眼眶中转动 顾小姐 实在抱歉 五 无能为力 李立夫一脸愧疚 对了 我三叔介绍了一位皮神医 说有他出手 一定能救我爷爷 我已经把他请来了 小双 我知道你对爷爷的感情 但李院长 已经让我们为你爷爷 准备后事了 顾志行叹了一口气 有些黯然地说道 李立夫的眼珠子忽然一转 问道 顾小姐 你刚才说的是谁 皮神医 顾天双微微一愣 随即点了点头 对 我三叔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是老街口的那个皮神医吗 李立夫眼眸中闪过一丝光亮 有些激动地说道 顾天双有点猛 茫然点了点头 他是老街口的 天啊 要是真的请到了皮神医 那你爷爷就有救了 顾志行也猛住了 刚还说要准备后事 这回怎么又有救了 别愣着了 皮神医一般不轻易出手 花钱都不一定能请得到 顾小姐 你真把他请来了 人呢 李立夫越说越激动 顾天双反手一指房门 我是把他请来了 可是被顾天成赶走了 哎呀 那还不赶紧去请回来 李立夫一跺脚 焦急说道 这时 顾志行才回过神来 小双 皮神医在哪 快带我去 三人急匆匆地从房间里出来 顾天成还站在院子里 盯着院门 爸 爷爷怎么样了 见他们出来 顾天成赶紧迎了过来 哼 等会再和你算账 顾志行怒哼一声 一把将他推开 院子外 皮痒痒嘴里叼着一片翠绿竹叶 依靠着马沙拉蒂 望着天空飞鸟在发呆 皮神医 顾天双见他还在 松了一口气 赶紧小跑几步过去 拍着胸口说道 你还在 吓死我了 怎么 是不是没有治好 皮痒痒懒懒地说了一句 顾志行愣住 紧紧盯着皮痒痒 一脸狐疑 他就是皮神医 是不是搞错了 李立夫没有理会他 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皮痒痒面前 皮神医 你还认识我吗 语气之中 竟然有着讨好的意思 哦 老里头啊 有点印象 皮痒痒淡然看了他一眼 很随意地回答一声 李立夫高兴地差点蹦起来 对 对 是我 随即 他转头 看向依旧有些猛的顾志行 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位顾先生的父亲 病重垂危 请皮神医务必出手救治 顾志行已经反应过来 虽然他觉得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怎么看也不符合神医身份 但他能受到李立夫这么尊重 说明肯定不简单 皮神医 请务必出手 救治我父亲 不管什么条件 多少酬金 我顾家绝无二话 他微微躬身 语气恳切 是吗 刚才我是被人赶出来的 如果就这么进去了 那我的面子 是不是被人扔在地上 随便踩他了 听到愁惊 皮羊羊眼神闪烁了一下 但随即一脸玩味地说道 顾天臣 顾志行立即转头 冲着站在门口的顾天臣怒喝 赶紧过来 向皮神医道歉 顾志行狠狠盯着顾天臣 语气肃然 他能是什么神医 爸 你不要被骗了 这个人我认识 他叫皮羊羊 他还有一个师父 叫什么商人 整天给人看风水 问卦算命 老神棍一个 他也经常在天桥下摆摊 骗老头老太太 就是一个小神棍 顾天臣根本不屑 一脸鄙夷 你 你在胡说 我打断你的腿 顾志行大怒 冲着顾天臣 狠狠一脚踹了过去 挨了一脚的顾天臣 虽然很不情愿 但也只能委屈地 说了一声对不起 开始你怎么说来着 如果有人请我进去 以后你就叫我大哥了 没错吧 顾志行立即狠狠地盯了过来 顾天臣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迫于父亲的威慑 只得喊了一声 大哥 皮羊羊咧嘴一笑 好了 带我去看看病人吧 进入卧室 皮羊羊便醋了醋眉 床上老者眼窝深陷 肌肤黯淡无光 气若犹思 若再耽误下去 恐怕他也无力回天了 老里头 你用的天罡正气十八针 是 可是最后一针 我不敢下了 还好你没下 否则的话 你这就不是救人 是害人了 皮羊羊说得轻描淡血 李立夫脑门上的汗珠 滚滚落下 顾家三人在一旁听着 虽然心中震惊 但没人敢开口 皮羊羊淡然看了李立夫一眼 淡然说道 我记得之前就和你说过 天罡正气真法 虽然对很多疑难杂症有奇效 但过于霸道 体弱者往往无法承受 让你慎重使用 看来 你是忘记了 李立夫微微躬身 一脸受叫的样子 但他内心十分尴尬 身为中心医院院长 头上顶着国医圣手的头衔 遇到一些疑难病人 他自然要经历一事 是 皮神医教会 不敢忘记 他唯唯诺诺 哪里还有平日里被众星捧月 是才傲物的样子 顾智行原本还在担心 怕皮羊羊名不服时 看到李立夫这种低姿态 心中的一律彻底打消 皮羊羊缓缓打开木箱 取出羊皮包 十八枚长针出现在大家眼前 李立夫目光一宁 神情之中 更显得恭敬了 皮羊羊粘起三枚金针 微微一震 嗡的一声 金针发出轻微声响 只见他左手掀开老者身上被单 右手一沉 金针同时刺入老者体内 随即反手从针尾上扫过 整个过程 犹如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看着尚在剧烈颤动的三枚金针 李立夫双眸中露出惊喜之色 好 我终于再次见到 这种神奇针法了 随即 他激动万分地自语了一声 这就是你常常说起的失传针法 顾智行眼前一亮 顿时充满了希望 去准备一个盆吧 皮羊羊淡然对顾智行说道 顾智行赶紧转身出去 很快拿来一个钢盆 十分钟后 皮羊羊左手一扫 收回三枚金针 同时 右手在其肝胆位置 揉动三圈 一股不可见的真气 缓缓注入老者体内 老者忽然睁开双眼 猛然转身 挖得大吐 大半盆又腥又臭的东西 让李立夫直接皱眉 顾天霜忍不住避住气 顾天晨则甘呕不不已 直接退出了房间 足足三分钟 老者才倒了一口气 伴坐在床上 顾天霜赶紧将水杯地上 老者竖了竖口 开口说道 舒服了 顾天霜眼中泛着泪光 悲喜交加地喊道 爷爷 顾智行拎着顾天晨的 一只耳朵往近走 喊道 爸 幸亏小霜请来了这位皮神医 要不您 我知道 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老者点头 看向皮羊羊 感激地说道 感谢皮神医 要不是你 老朽顾九州这条命 就算交代了 没什么 以后出去吃饭 多注意点就行 听到这句话 顾智行面色一沉 皮神医这话是 并从口入 老爷子这病 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欲积欲干 才知如此 人我已经救了 以后注意就是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皮神医请留步 皮羊羊话毙 做事要走 顾智行便追了上来 恭敬的地上 一张黑色银行卡 这里面是两千万 算作酬金 以后皮神医 不管有什么需求 我顾家绝不会推辞 皮羊羊也不客气 伸手接过 戴然说道 谢了 天成 你送一下皮神医 顾智行转头喊道 顾天成嘴角抽动了一下 显得有些不情愿 还是我去吧 顾天霜走了出来 顾智行指的点头 好 你一定要把皮神医安全送到 随即 他走进屋子里 狠狠一脚揣在顾天成屁股上 混账东西 要是今天 因为你耽误了救治你爷爷 我要了你的命 顾天成虽然很狼狈 但不敢开口 李院长 那皮神医是什么来练 坐在床上的顾九州忽然开口问道 说来话长 李立夫想了想 他师父是鼎鼎大名的天阳上人 五年前 我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人 用尽所有办法都没能治好 无奈之下 只有去老街口请上人 不巧的是上人不在家 只有他的弟子在 情急之下 只能让他的弟子前去试试 谁知道这一事 我才发现 这个年轻人真的了不起 他不但轻松治好了那个病人 还指出了我真法中的缺陷 顾九州越听越兴奋 激动地问道 啊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他叫皮洋洋 顾天成抢着回答 你认识他 顾九州诧异地看向他 顾天成不懈地说道 当然认识 秦家的废物女婿 在青江鼎鼎大名 混账 话没说完 屁股上又挨了顾志行一脚 真是他 不知道三叔怎么想的 居然和李院长一样 也说他是神医 顾天成痛得呲牙咧嘴 一边揉着屁股 一边不服气地小声嘀咕 再胡说 我打死你 顾志行晃动拳头 顾天成赶紧狼狈跑了出去 顾九州有些失望地看向李立夫 问道 李院长 他真结婚了 李立夫点了点头 是结婚了 妻子是秦家的大小姐秦玉杰 唉 可惜了 顾九州一声轻叹 一脸的失望 老杰口 皮神医 真的很感谢 你救了我爷爷 你是我顾天双的恩人 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 我一定鼎力相助 顾天双停住车 转头对皮洋洋感激地说道 皮洋洋推开车门下车 不用客气 你们顾家已经给了酬金 不欠我什么 顾天双也下了车 嫣然一笑 我爷爷的命可不止两千万 就在这时 一个讥讽的声音传来 呦 这么回功夫 又勾搭上一个 皮洋洋 你行啊 两人诧异地转头看去 只见一辆马沙拉地上 下来两个年轻女人 秦玉杰和她的董秘黄海荣 皮洋洋目光一鸣 转头就要往停在不远处的法拉里走去 皮洋洋 你难道不想向我介绍一下 这位又是谁吗 秦玉杰冷冷盯着皮洋洋 问道 我叫顾天双 你又是谁 顾天双看出气氛有点不对 抢着说道 顾天双 秦玉杰走了过去 上下打量着她 早上在民政局门口 皮洋洋被苏雪 请拉去领了结婚证 这还不到半天 身边又多了一个顾天双 而且 两个都是比她毫不逊色的大美女 甚至更有气势 她心中有点莫名发酸 你来这里做什么 皮洋洋转身 淡然问道 这是你和我结婚三年 送给我的唯一礼物 你说 这是你的祖传之物 现在 我把它还给你 秦玉杰神情冷然 一边说着 一边将一枚玉坠 塞到皮洋洋手中 看来 你软饭吃得很顺手啊 那边刚把饭碗丢了 这边 立即又端起了一碗 想必 你是早有准备了吧 黄海荣鄙夷的看着皮洋洋 你这人怎么可以信口胡说 皮洋洋一脸淡然 但顾天双却怒了 不过 可能是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缘故 就算发怒 也是奶兄奶兄的样子 我胡说 她前脚 和我们秦总离婚 后脚就跟你搅在了一起 小姑娘 我劝你 还是眼睛放亮点 不要看她长得人母狗样 就被迷了 到时候 只怕你连哭 都找不到地方 你 你把话说清楚 顾天双气地直跺脚 但黄海荣已经上了车 看着快速离去的车子 皮洋洋心中的压抑 才逐渐消除 顾小姐 让你见笑了 皮洋洋有些歉意地说道 刚才那个 是你前妻 顾天双狐疑地看着皮洋洋 扑扇着双眼问道 嗯 今天早上离得婚 顾天双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 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他居然 没什么 顾小姐 请回吧 皮洋洋淡然说道 留个电话吧 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 联系起来方便点 顾天双想了想 说道 皮洋洋掏出手机 你号码多少 我给你打过去 顾天双看到 他手上那只破旧的国产手机 不禁微微一愣 他爆出自己的手机号 等到铃声响起 他才奄然一笑 好了 以后可不要不接我的电话哦 说完 转身上车离去 皮洋洋舒了一口气 开着法拉利 前往苏氏集团办公大厦 第一次被一个陌生男人 这么亲密地揽着 员工们全都看傻眼了 这还是他们心目中 那个霸气侧露的总裁 看来 恋爱真的能改变一个人 这一顿饭 皮洋洋吃得如做针毡 因为他感觉到 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看 好像他是 刚从非洲运回来的大星星 但苏雪晴却吃得丝条慢力 好不容易等到他吃完 他才悄然松了一口气 下午要是没什么事 就去我办公室休息吧 擦了擦嘴唇后 苏雪晴对皮洋洋说道 不 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处理 皮洋洋赶紧拒绝 再待在公司 自己可能会被这些人的眼神融化 那好 厉姐 你带他去车库 让他选一样车 好在苏雪晴并没有勉强要他留下 而是吩咐郑李 是 苏总 郑李答应一声 然后对皮洋洋说道 皮先生 请跟我来 跟着郑立来到车库 随着卷帘门缓缓升起 皮洋洋双眼瞪大 车库里 骑刷刷 停着两排豪车 麦巴赫 宾利 宝马 奔驰 应有尽有 这简直就是到了豪华车展现场 皮先生 请选一辆马 郑立转头看向已经惊呆了的皮洋洋 微微醋眉说道 皮洋洋缓过神来 有些尴尬地说道 有便宜点的吗 虽然他喜欢豪车 但毕竟是开别人的车 不能太张扬 便宜的车 就算有也不能给你开 郑立毫不犹豫地说道 为啥 皮洋洋愣住 我想开便宜点的车都不行 因为你现在是苏总的老公 便宜的车 不符合你的身份 再说了 你以后要负责接送苏总上下班 便宜的车 你觉得合适吗 郑立说得阵阵有词 皮洋洋惊住了 什么 你是说我以后 要给你们苏总当司机 你不愿意 你可知道 好多人为了能当苏总的司机 可以分文不要 郑立毫然说道 可皮洋洋根本不以为意 切纳是他们傻X 少废话 快选一辆 郑立似乎有点不耐烦了 目光显得有些凶狠 那还要我选什么 皮洋洋一撇嘴 随手指向一辆目上 就他吧 郑立即从手上的 一串钥匙上摘下一枚 递给皮洋洋 随即说道 你眼光真准 这是亮星车 刚提回来 没开几次 皮洋洋上了车 开出车库 在秦家的时候 他只能开那辆 已经临近报废的奥迪 秦玉杰新买的马沙拉蒂 连碰都不会让他碰 可是现在 一个协议妻子 却让他开上了目上 想想还真是可笑 其实 他下午并没有什么事 只是他不想 留在苏氏集团 面对那些古怪的目光 还有就是 他与秦玉杰 毕竟三年夫妻 今天散了 心中有些压抑 想要找个地方 好好安静一下 车子开出苏氏集团 直接开出城区 往罗汉山上开去 据师傅说 他就是被师傅 在这山上捡回去的 当时他还不足五岁 所以 他从记事起 就喜欢一个人 跑山顶罗汉石上坐着 思考一些问题 我从哪里来 我的父母是谁 这些问题 他也曾无数次 问过他的师傅 天阳上人 但从未得到 正式的回答 今天看到那封书信 以为师傅 会在里面 告诉他的身世 但结果 依然什么也没说 他始终不明白 师傅为什么 不把他的身世 告诉他 而且 还要让他留在秦家 还对他说 若非秦家 非要气他 他绝不可气秦家 现在秦家 真的把他赶出家门了 但这一切 都在师傅的算计之中 到今天为止 他在秦家不多不少 正好三年 车子停在山下 正准备上山 他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看了一眼 双眉微微一簇 但还是接通了 皮先生 我刚得到消息 想冒昧确定一下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略显卑微 小心翼翼的声音 皮洋洋淡然说道 说吧 我听人说 您刚才离婚了 这是真的吗 电话那头 一个五十出头的老者 声音微微颤抖地问道 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惊掉下巴 因为这位老者 就是青江赫赫有名的 腾龙商会会长孟庆峰 嗯 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 就为了这件事 特意和我打这个电话 皮洋洋道也没怎么意外 因为他清楚 对面那位的实力 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沿着一条 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 向山顶走去 电话那头的孟庆峰 并没有因为皮洋洋 而生气 反而露出一丝轻松的微笑 老孟 人家离婚了 你怎么还这么高兴 沙发上 一个三十出头的妇人 有些不解地 看着孟庆峰问道 你知道什么 孟庆峰微笑说道 如果皮先生没有离婚 我就要 看在他的面子上 在今年的招商会上 给秦家一个亿的投资 那又怎么了 反正是投资 投给秦家有什么不好吗 妇人一边轻轻 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一边疑惑地问道 孟庆峰露出一丝轻面 轻轻摇头地说道 秦家 我还真看不上 要不是因为皮先生 秦家 恐怕早就破产了 此时 罗汉山山腰竹林中 一个白发老者 正在很有兴致地看着 刚刚长出地面的竹笋 身旁 站着一个容貌绝美少女 和一个面容坚毅 身如镖枪一样 挺立的年轻男子 爷爷 山里风大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老者发出两声 轻微的咳嗽 少女 立即过去扶住他 担心地说道 没事 爷爷还不至于到了 弱不经风的地步 老者呵呵一笑 摆了摆手 显得微微有些喘息 小妹 没必要担心 爷爷可是舞者 就算年纪大了 身体素质 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年轻男人眉宇间 透着一丝冷傲 在说话的同时 似乎在警惕着四周的动静 少女一身红色衣裙 在微风中摇曳 恶挪多姿 洁白的肌肤 在火红衣裙的衬托下 更加明念动人 听到男子说的话 眉头微微一拧 埋怨地转头 盯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就你话多 你不知道爷爷身上的旧伤 这段时间加重了呀 话没落音 年轻男人突然一声爆喝 什么人 随着喝声 他身子突然飞了出去 直扑竹林之外 皮羊羊正往山上走去 小鹿穿过竹林 便可上山 但他刚进竹林 耳边传来呼喝之声 同时一条人影 飞扑而来 他本能地往旁边 侧跨两步躲开 看向袭击自己的年轻人 第一次看到 自己的爷爷 这么低声下气地想要 结交一个年轻人 要知道 放眼整个楚南省 想要和雷家攀附关系的豪门世家 可以直接从这里排到 城中兴趣了 交朋友 不料 皮羊羊的双眉微微 一蹴 声音淡然地说道 没兴趣 祖孙三人同时实话 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 听到的最惊悚的三个字 莫兴趣 青江近两千万人口 能被雷霆 主动视为朋友的 一只巴掌 就能数过来 那几个 都是站在青江全市巅峰的大牢 结果 雷霆主动想要结交 却换来皮羊羊 冷冷的三个字 没兴趣 这要是传出去 只怕会惊掉满城的下巴 你说什么 你给我站住 看着皮羊羊大步离去 雷香红度了跺脚 生气地喊道 刚虽然他觉得 雷元不该鲁莽出手 但看到皮羊羊对 自己的爷爷这么冷淡 也生气了 皮羊羊就像没有听到 转身就走 你 雷香红气的面色都白了 正要追上去 皮羊羊忽然又转身 目光落在雷霆身上 他功法最好还是不要练了 否则终会伤及性命 此话一出 雷霆面色骤然改变 随即一声轻叹 小友能看出我身上隐患 确实不简单 不瞒小友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会来到青江 可谁知道 说着又是摇头长叹 因为此事来青江 皮羊羊有些不解 此次前来 是为了求见天阳上人 皮羊羊的眼中闪烁了一下 天阳上人 可是我听说 他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雷霆微微摇头 随即叹息一声说道 上人高深莫测 又岂是世俗之人 可以揣测的 上人于 我有救命之恩 我少年时 曾受过重伤 是上人出手 才得以活命 皮羊羊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狐疑 他一眼就看出 雷霆身上有旧伤 而且几十年了 只是 他的伤病不是不可治 以师父天阳 上人的医术 当时就完全可以治愈 可是 为什么要留下这个隐患 皮羊羊往前两步 接过雷霆手上的卡片 随意往裤兜中一塞 你这伤 也未必 只有天阳上人能治 雷霆愣了一下 随即苦笑摇头 皮先生 我多处求医 一直没有好转 恐怕非上人出手 才能有救了 说着 又轻咳了几声 皮羊羊 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向山上走去 爷爷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种狂妄之人 居然不把我们雷家 放在眼里 看到皮羊羊走远 雷香红气的不轻 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你哥哥挡不住他随意一招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这种人就算狂妄 那也是因为 他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雷霆叹息一声 收回目光 感慨地说道 可惜 我雷家无此福渊结交此人 说完 黯然摆了摆手 下山吧 爷爷 既然天阳上人 已经不在了 要不我们回省城去吧 到了山脚 雷香红劝说道 不 明天是叶家的订婚宴会 我既然来了青江 那就顺便去一趟 雷元不屑地说道 区区一个叶家 也值得您亲自去捧场吗 您可是封雷堂堂主 就算省城豪门 都没有这个荣幸 叶家毕竟是青江第一家族 这些年来 叶家家主多次求见于我 想要拜在我雷家门下 明天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 叶家是否有这个资格 雷霆目光宁然 思绪却翻飞天外 难难道 这青江各大家族 皆是有眼无珠 谁能想到 一个算命补挂的江湖野狼 中天阳上人 竟是威震天下的九玄门门主 九爷 如今九爷之名 久不问世 却不知天阳上人 炸死云游何方 又将一波传于谁人 第一页 师父留下的这九玄玉清 绝还真是好东西 试试 看了一会儿 皮羊羊渐渐入迷 竟是下意识按着书册运转起来 随着功法的修炼 他逐渐入定 夕阳西下 皮羊羊缓缓站起 整个人的精神 感觉强了很多 看着远处的青江城 他发出一阵苦涩的笑声 他为自己的师父 感觉不值 也为自己在苦笑 这三年 他遵从师命 入赘秦家 虽然心有不甘 但他依然一心一意 想要帮着秦玉杰 完成将秦家 带进一线家族的愿望 但最终却落得个 被扫地出门 在他的身上 被打上了软饭男 小白脸 废物 绿毛龟等等标签 何其可笑 哼 女人 看着漫天红侠 他冷笑一声 转身向山下走去 回到苏氏集团 苏雪芹果然还在等他 老公 我们回家 苏雪芹很自然地 上了墓上的副驾 至于跑车 他让郑里开回去 这一幕 又让不少员工 甚至路人看到 有人拍了照片 上传到了朋友圈 WB 苏雪芹的家在云顶花园 高档别墅小区内 他并没有和家人 住在一起 而是单独一栋别墅 宽大的花园 欧式风格的别墅 在暮色中助力 灯火辉煌 云顶别墅 是清江有名的妇人聚集地 传闻这里的别墅 最便宜都得好几千万 进入别墅内 皮羊羊被里面精美地装修 奢华的家具所 震撼道 相比秦玉杰家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几个穿着雍人服的中年女人 和两个高大威猛的年轻男人 恭敬地迎接 他们回家 他叫皮羊羊 从今天开始 他就住在这里 家里的事情 你们谁也不要在外面乱说 包括我的父母家人 进屋后 苏雪芹素生 对所有人说道 是 小姐 所有人恭敬地回答 好了 你领他去洗漱一下 准备吃饭 苏雪芹满意地点了点头 吩咐一位庸人领皮羊羊 去清理 吃饭的时候 庸人都站在身后 皮羊羊觉得很不习惯 不过 既然是演戏 他自然要演好 你住二楼 我和丽姐住三楼 记住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踏上三楼一步 吃完饭 苏雪芹为皮羊羊分配房子 皮羊羊不以为意地一笑 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你 苏雪芹也住 没兴趣最好 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有一点生气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 对他这么不在乎的男人 既然让我住在这里 总得给我一套钥匙吧 皮羊羊懒懒地问道 苏雪芹喊道 许妈 给他一套钥匙 接过钥匙 皮羊羊打开电视机 懒懒地往沙发上一趟 苏雪芹 郑立两人 有些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上楼去了 也不知道看了多久 耳边传来苏雪芹的声音 还看 都几点了 看了一眼落地中 念念说道 还没十二点啊 随即转头看去 只见苏雪芹就站在楼梯上 双手抱胸看着他 此时的他 一身宽松睡衣 但依旧掩饰不住 他那傲然的身材 丝质的睡衣 真空的洞体 在灯光下若隐若现 与情欲结分床一年的皮羊羊 顿时觉得丹田之中 热气生疼 一起吗 他脑子一抽 三个字脱口出 做梦 苏雪芹顿时大怒 狠狠地刮了他眼 皮羊羊顿时粘了 我还以为 你是在等我一起睡呢 少废话 记住 明天早上九点 你必须去青江国际大酒店 抢亲 苏雪芹踏着拖鞋 缓缓向楼下走来 一双金银玉卒 呈现在皮羊羊面前 抢亲 听到这句话 皮羊羊顿时呆若母鸡 你是我老公 明天别人要和我订婚 难道你愿意 苏雪芹走到他面前 缓缓伸出左手 只见轻轻拖住他的下巴 一脸委屈地说道 皮羊羊刚刚降下去的火气 蹭得又上来了 他不由自主地双腿紧了紧 口干舌燥地艰难说道 你 你究竟想玩什么 现在他彻底梦了 早上被他莫名其妙地 拉去领了结婚证 这回又说 明天要和别人订婚 这女人 拿婚姻开玩笑 哎呀 你这么聪明 怎么会不明白呢 苏雪芹松开手 忧愿地叹息一声 眼睛眨巴眨巴 像是要挤出泪水来 皮羊羊突然灵光一闪 火辣时 像是小太妹的苏家总裁 像是想明白了 你不想嫁给那个人 所以你才拉我演了一场戏 明天你订婚 让我去砸场子 没错吧 对对 还是我老公聪明 皮羊羊差点要吐出来 我不干 随即 他很干脆地吐出三个字 苏雪芹错愕地看着他 问道 为什么 这太危险了 谁知道你那个未婚夫 是什么玩意 万一我去抢亲 被他们打死了 那我找谁身冤去 皮羊羊阵阵有词 行 你不去也行 我会自己跑 反正我有结婚证 我就当着大家的面 把结婚证亮出来 还说 你是为了我才和 秦玉杰离婚的 现在又不管我了 渣男 郑力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客厅 很及时地补上一句 皮羊羊猛了 狗看星星 不明所以 看着眼前两个女人 感觉不是他们要疯 而是自己要疯了 我怎么就渣男了 你说 到时候 他会不会找你麻烦 我家的人 会不会找你麻烦 苏雪芹看着他 一脸同情 皮羊羊的脸色都变了 一阵红一阵白 他也不知道 自己是在生气 还是在害怕 哦 忘记告诉你了 明天和我订婚的是 叶家大少爷 叶风流 皮羊羊的面色 更加难看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叶家 青江第一豪门 还是有名的武学世家 要是知道 是他撬了叶家大少爷的未婚妻 那叶家不封才怪 我 我和你是假结婚 我可以和他们说清楚 皮羊羊想了想说道 苏雪芹得意的一笑 谁姓呢 你今天晚上住我这里 好多人都看到了他 明天这个消息 就会满城飞 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皮羊羊的手 往他身上微微依靠 咔嚓 郑力干净利落地 拍下了他们的合影 暧昧至极 你 你难道不怕 你可是女的 皮羊羊更年 苏雪芹松开他的手说道 我为什么要怕 只要不让我嫁给叶风流 我做什么都敢 疯了 疯子 你就是疯女人 皮羊羊彻底傻眼了 你是男人 不会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吧 你可别忘记了 秦玉杰已经在你头上 种过一次草原 难道你想让我再给你种一片 苏雪芹眨着水汪汪的眼睛 看着皮羊羊 可是 当时你也没说 要做这样的事啊 皮羊羊有一种上了贼船 无法下来的无奈感 哎呀 就这一次 我又不会经常让你去抢亲 皮羊羊顿时一脑门黑线 还经常去抢 当时小孩过家家呢 哎呀 你答不答应吗 苏雪芹拉住皮羊羊的手摇动着 软声软气地说道 在说这话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身子微微前倾 宽松地睡一下 风光无限 深邃的事业线 尽收眼底 行 不过事先说好 就此一次啊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我可不管 皮羊羊的双腿 又下意识地紧了紧 咬牙说道 再不答应 估计要报了 这才是真男人 苏雪芹立即奄然一笑 松开他的手 双手低流了一下锁骨上的睡衣 高兴地说道 我当然是真男人 不过 这是合同外的 要加钱 加一万 皮羊羊翻了一眼 随即伸出一根中指 苏雪芹眉毛拧了一下 五千 真抠 皮羊羊比一 就五千 苏雪芹坚持 好好 五千就五千 先给皮羊羊无奈点头 伸出手来 对于师父 欠的那一千多亿来说 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但也聊胜于无 历解 给他 皮羊羊接了五千块 夹着双腿 赶紧往楼上挪去 历解 他走路姿势 怎么这么奇怪 白瞎了他那帅气的外表 皮羊羊 女人哪知男人的苦 来到二楼 他看到那两个保镖 铁塔般堵在楼梯口 满眼戒备地看着他 他完全相信 如果自己赶上三楼 这两人会毫不犹豫地 将他丢下楼梯 进入为他安排好的卧室中 他赶紧拖了个金光 冲进洗手间 打开凉水 他好像看到 一股青烟冒起 耳中传来呲的一声 就像是一块烧红的铁 丢进了凉水中 舒坦 我爱洗澡 好多泡泡 哦哦 他一边享受着凉水的冲刷 一边哼着七八 不着调的歌曲 鬼哭狼嚎的声音 在别墅中回荡 小姐 他靠谱吗 那毕竟是叶家 他会不会下得半夜溜了 两个女人看着二楼 听着里面传出的歌声 郑力粗眉 苏雪晴看向那两个保镖 微微一笑 有熊大熊二仔 他跑不了 而且 他也不会跑 为啥 难道他真的打上你的主意了 郑力紧张地说道 苏雪晴胸有成竹地说道 想什么呢 他贪财 你没看出来吗 而且 他刚被秦家踢出来 一毛钱都没有 怎么可能舍得我这里两万一个月的工资 那倒是 只要有钱 就能拿住他 郑力点头 深以为然 这些话 皮羊羊没有听到 洗完澡 往那张两米五的大床上一趟 那叫一个舒坦 次日 皮羊羊正在做着一个五颜六色的梦 身子像八爪鱼一样 抱着被子在蠕动 几点了 还不起来 忽然 耳边传来一声惊天霹雳 他吓得一个机灵 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 你 你怎么不敲门啊 随即 他赶紧将被子紧紧抓住 不料 郑力上前一把将被子掀开 同时吼叫 我敲你脑门 但一句话没说完 变成了一声尖叫 双手猛然缩回来 惊慌后退 流氓 你睡觉怎么不穿衣服 他怎么也想不到 皮羊羊居然会真空上阵 而且 你转过去 皮羊羊也待了几秒 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抓住被子盖住 叫得这么大声 看得这么仔细 完呢 赶紧的 马上八点了 郑力这才转过身去 一颗心砰砰乱跳 刚才看到的 还不到八点 不是说好九点吗 听到这句话 皮羊羊顿时有点火 好好的一个美梦给绞了 你不早点准备啊 我们都过去了 你一个人在家 皮羊羊顿时明白过来 这是怕他不去啊 他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 开始穿衣服 洗瘦完毕 皮羊羊走出卧室 正想美美地衬一个懒腰 但刚刚举起双手 猛然愣住 一口气叉住 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客厅中 苏雪晴一身洁白婚纱 宛如出水芙蓉 美艳不可方物 上身被婚纱紧紧裹住 曼妙身材 完美呈现 横看成岭侧成风 十分惹火 皮羊羊呆住了 就这么举着手 吃吃地看着 看什么看 快点下来啊 苏雪晴也看到了他 伸出匆匆玉指 微微一勾 皮羊羊只觉得 自己的魂都要飞了 赶紧走下楼去 围着他转了一圈 由衷赞叹 苏小姐 真美 苏雪晴板着脸 用你说 快去开车 开车 皮羊羊一呆 这么直接的吗 怎么 两万的工资白拿的 现在是工作时间 你不开车 难得我开 苏雪晴美好气地说道 皮羊羊的眼睛 看得他心里发毛 皮羊羊顿时粘了 心不甘情不愿地 往别墅外走去 还说不想嫁给叶峰柳 我看是迫不及待了 一边走一边嘀咕着 你说什么 苏雪晴狐疑地问道 没什么 我说我就去开车 发动车子 苏雪晴上了副驾驶座 郑立坐在后排 自始至终 郑立都很安静 只是看向皮羊羊的眼神 有点古怪 青江国际大酒店 悬挂在酒店外墙的 两块超级夜精瓶 正在滚动拨出夜 苏两家联姻 苏家千金苏雪晴 夜家少爷夜风柳订婚的消息 酒楼外墙上 采气飘扬 崭新的红毯 从酒店大门 一直延伸到街边 二十名身着红色旗袍的妙龄女子 手捧鲜花 站在红毯两侧 迎接着前来参加喜宴的贵宾 第五 但也是巨无霸的存在 这样的两个家族联姻 注定会轰动全城 所以 除了有资格来参加这次订婚喜宴的贵宾外 一些没有资格参加的市民 也纷纷前来观看这场盛大的喜宴 不为别的 只因为苏雪晴是青江四美之首 且掌控着苏氏集团 及美貌与才华于一身 这样的女人 是所有男人心中的女神 所以 大家都想趁着这个机会 见见这位明清清江的名媛 苏家这几年一直走下坡路 很不景气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恐怕就要被踢出五大家族了 人群中 有人发出感叹 现在好了 转机来了 苏家与叶家联姻后 肯定会得到叶家的大力扶持 苏家又可以再续辉煌了 一个是叶家的大少爷 一个是苏家的三公主 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叶 苏联手 以后这清江 基本上是这两家说了算了 可是 昨天清江发生了两件大事 你们知道吗 忽然 有人压低声音 显得很神秘地说道 什么事 好奇 永远是人的本性 有人装神秘 就有人感兴趣 秦家大小姐秦玉杰 和她的软饭男老公离婚了 且这不是早晚的事 他们闹离婚 早已经全程皆知了 算是什么大事 就是 我们早就知道 那个叫皮扬扬的废物男人 早晚会被秦家踢出家门的 嘿嘿 这只是一件事 但是还有一件事 你们未必知道 你就直接说吧 装什么神秘 昨天 皮扬扬和秦玉杰 刚领了离婚证 还没离开民政局 就被人拖进去 领了新的结婚证 此话一出 全都恶然 一人不敢相信地说道 还有这是 谁啊 这还用问 肯定是秦玉杰呀 谁不知道 花柳兵花哨 一直在追她 据说这次离婚 就是因为花哨 这也太他们的刺激了吧 皮扬扬不哭晕在厕所 听着这些惊讶的声音 那个故作神秘的人摇了摇头 你们猜错了 所有人安静下来 诧异地看着她 是皮扬扬被人拉去 领了结婚证 谁啊 谁这么眼瞎 会看上这个 被扫地出门的废物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敢相信 就是今天的女主 苏雪晴 且怎么可能 你这变得有点离谱了呀 就是 苏雪晴会看上皮扬扬 谁信呢 就算看上 我也不可能看上皮扬扬吧 这一句话 真没人相信 但那人掏出了手机 打开一个论坛 点开里面的照片 有图有真相 你们不看论坛呢 哎呀我去 这是真的 这图是屁的吧 怎么可能 这瓜有点大 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感觉今天的订婚宴会炸雷呢 周围的人纷纷掏出手机 点开论坛查看 不过 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这是谣言 认为那些照片是屁的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支豪华车队 往酒店门口开来 打头的是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跟在后面的是几辆兵力和麦巴赫 最低档次 也是路虎 车上下来的人 各个气势不凡 尤其一个身穿礼服 胸口憋着小红花的年轻男人 十分耀眼 他就是叶家大少爷叶峰柳 英俊潇洒 阳光自信 据说 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叶家的第三代继承人 叶家几十口人 衣着华丽 精神抖擞 往酒店里走去 紧跟着 苏家的车队也赶到 下车后 苏然问道 怎么 雪晴没有和你们一起来 苏志文恭敬回答 他一向独自居住在云顶别墅 不愿意回家和我们一起住 而且 他对这门婚事一直很反感 我怕把他惹急了 出什么意外 所以就依着他 让他今天早上从云顶别墅赶过来 哼 你就惯着他吧 苏宝国轻哼一声 苏志文尴尬的一笑 爸 您不也惯着他吗 行吧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 不要给叶家人留下什么话别 你催一下 让他快点过来 苏宝国显得有些无奈 指的说道 苏志文刚刚拿起手机 便看到一辆幕上开了过来 耳边传来苏雪晴的声音 爸 爷爷 我来了 车子停下 苏志文狐疑地看了一眼驾驶位的皮羊羊 问道 他是谁 哦 他是我新招聘的司机 苏雪晴很随意地回答道 郑立打开车门 苏雪晴下车 四对同男同女上前拖住婚纱 往红毯走去 记住 九点准时进来 郑立在关车门的时候 陈生对皮羊羊说道 皮羊羊瞥了他一眼 淡然回答 知道了 苏雪晴的出现 引起了酒店外面吃瓜群众的一阵骚动 年轻人中 不知道谁带头喊出一声 苏雪晴 紧跟着 几乎所有人都挥舞着手臂 一声又一声地喊着苏雪晴三个字 宛如明星出现 受到粉丝的欢迎一般 皮羊羊将车子停在路边 惊讶地看着 这疯狂的一幕 却是眉头紧锁 想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他就有点头大 昨天早上离婚 莫名其妙 被苏雪晴拉去领了结婚证 今天又来他的订婚宴会上来抢亲 这一切 怎么都像是一场梦一样呢 他转头 看向走在红毯上的苏雪晴 心中有那么一点恍惚 如果自己并未有过那三年的婚姻 如果苏雪晴真的喜欢他 那么 他也许真的会心甘情愿地去抢亲 可那只是如果 他苦笑摇头 心中清楚 今天之后 他将名阳青江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不过 他懒得去想这些了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更何况 他本来就是青江的名人 软饭男 小白脸 绿毛龟 标签还不少 又何尝怕再来一个小三的头衔 看看时间还早 逃出破旧手机 打开贪食蛇 入神地玩了起来 第一美女的追求 一直到大学毕业 但苏雪晴始终对他不屑一顾 如今 他终将如愿 抱得美人归 他将成为全清江所有男人羡慕的对象 成为彻底的人生赢家 看到苏雪晴一步步走来 他心花怒放 双方的家长们也在热情地打着招呼 为他们的联姻感到高兴 送上祝福 但在苏雪晴的脸上 却看不到明显的笑容 相反 他很平静 眼睛不断看向门口 像是在等待什么 走上舞台 叶峰柳伸出手 他迟疑了一下 才伸手 被他拉上舞台 在欢快的乐曲中 主持人开始热情洋溢地介绍着这一对新人 热烈的气氛 让不少人暗暗惊叹与艳羡 霍兄 听说了吗 省城雷家的雷老爷子到了青江 可能要来参加这次订婚宴 挨着主桌的一桌宾客中 一名中年人神秘而又兴奋地说道 这一桌 坐着的都是青江商界大佬 每一个手上都至少掌控着一家上市公司 但在听到这人说 雷家老爷子要来的时候 全都露出惊恶之色 于兄 开什么玩笑 雷老爷子 怎么可能来参加这样的宴会 是啊 我也觉得不可能 如果雷老爷子 真的要来参加这次宴会 雷家早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了 信鱼地说道 也许 雷家想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呢 听到这句话 众人都是一愣 其中一人震惊地说道 雷家一直想要打进省城 如果他们真的请来了雷老爷子 那雷家就真的腾飞了 据说雷老爷子 是传说中的那个神秘的庞大势力 分支风为堂的堂主 如果是真的 那今天可就太值得了 要知道 雷老爷子多次去省城 想要求见雷老爷子 一直没有见到 如果他老人家今天真的来了 我们也有机会 能一养他老人家的风采了 另外一人惊喜说道 他的话声刚落 全场掌声雷动 仪式已经正式开始 上了舞台 苏雪芹悄然将自己的手抽出 叶峰柳的笑容凝结了一下 但随即展开 他无所谓 反正过了今天上午 苏雪芹就是他的女人了 按照青江的习俗 订婚后 苏雪芹就要搬进叶家 订婚一事 很快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主持人对着叶峰柳说道 叶峰柳先生 你愿意去眼前的这位女士为妻 不管贫穷富贵 健康疾病 始终不离不弃 相守终老吗 我愿意 叶峰柳的声音干脆响亮 他等这一刻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全场掌声雷动 欢呼声 此起彼伏 苏雪芹女士 你愿意嫁给眼前这位先生为妻 不管贫穷富贵 健康疾病 始终不离不弃 相守终老吗 随即 主持人又问苏雪芹 聚光灯下 苏雪芹的神情淡然 他缓缓转身 扫视了一眼在场所有人 随即 目光缓缓看向宴会大厅门 现场一片安静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只要他说出那三个字 他就成为了叶峰柳的妻子 然而 他迟迟没有开口 有人开始露出怀疑的神情 叶峰柳的父亲叶元阳 脸上的笑容脸去 目光冷碎地 看着坐在自己身边的苏志文 苏兄 怎么回事 你女儿不会变卦吧 苏志文的病脚 汗珠浮现 赶紧说道 不会 怎么会变卦 哼 最好不要在这里给我玩什么幺蛾子 你应该清楚 苏家现在急切需要我叶家的资金 叶元阳轻哼一声 低沉说道 那是 叶兄放心 绝对不会 但苏志文的话还没说完 宴会大厅的门 缓缓被推开 原本一脸淡然的苏雪晴的脸上 逐渐浮现微笑 就如一朵绚丽的芙蓉花 缓缓绽放 我不愿意 同时 从他的嘴中 清晰地说出四个字 手中的玫瑰花 也随手抛下 啊 全场哗然 所有人都吃惊地站了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雪晴 然后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宴会厅门口 那里站着一个身材修长 英俊潇洒的年轻人 正一脸微笑 与苏雪晴隔空相望 不少人心中发出一声惊叹 我去 这什么情况 完了 要出事 叶家人 苏家人的面色同时改变 十分难看 叶家人愤怒 苏家人震惊 苏雪晴 你说什么 叶风柳惊恶之后 反应了过来 抓住苏雪晴的小臂 问道 苏雪晴奋力一正 将手抽出 清楚地说道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不愿意 随即 他用手指向大步向舞台走来的皮痒痒 接着说道 因为 他才是我男人 这一句话 宛如一个重磅炸弹 将所有人炸的脑瓜子 嗡嗡乱响 乱了 全乱了 苏雪晴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这是要将苏家 拉进万丈深渊啊 苏雪晴 这简直是疯了 全场议论纷纷 但没有人去拦皮痒痒 一步 两步 皮痒痒已经到了舞台前 仰头看着苏雪晴 老婆 我来接你回家 哪怕不少人在一轮 但依旧清晰地听到了 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站住 叶峰柳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猛兽 发出一声爆喝 皮痒痒看向这位因为愤怒 而扭变形的叶家大少爷 淡然说道 我来接我老婆回家 你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你在和谁说话 苏家中 一名中年人站了起来 盯着皮痒痒怒声喝道 皮痒痒淡然瞥了他一眼 这和我有关系吗 你是谁 叶峰柳咬牙问道 自己的订婚仪式上 居然跑出来一个男人 指着他的未婚妻 说是自己的老婆 这种屈辱 他如何能忍 更何况 他还是叶家少爷 天之骄子 试问 谁敢在他的头上动吐 皮痒痒 皮痒痒懒懒地吐出三个字 然后缓缓伸出自己的手 苏雪晴始终微笑着 也缓缓伸手 眼看两人的手就要拉在一起 砰的一声巨响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叶家家主叶天雄暴怒喝道 这小子是谁 你们苏家怎么解释 苏宝国站了起来 浑身颤抖地看着苏雪晴 焦急地说道 雪晴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苏雪晴看向他 歉疚之中 却又带着坚定地说道 爷爷 对不起 我早说过 我不会嫁给叶峰柳 我的婚姻 我自己做主 说话时 郑立大步走了过去 将结婚证递到他手上 苏雪晴打开结婚证 高高举起 我已经结婚了 他 皮羊羊 就是我老公 第一豪门 居然被人当众这么羞辱 这口气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咽得下 苏雪晴 你疯了 苏家老二苏志明 惊怒抱贺 猛然冲了过去 想要抢过苏雪晴手中的结婚证 但苏雪晴躲了过去 并直接从舞台上跳了下来 猝不及防的皮羊羊 只能伸出手臂 将他抱住 苏志明猛然站住 他感觉到天旋地转 我知道了 这个皮羊羊 是秦家的废物女婿 好像昨天才离婚 是哦 秦江有名的软饭男 小白脸 怎么会突然和苏小姐搞在一起了 不对啊 不会是因为苏小姐 他才和秦玉杰离婚的吧 我去 长得帅居然可以这么玩吗 苏小姐是怎么想的 夜少这么优秀的男人他不选 偏偏选择一个 结过婚的废物男 疯了 不是苏小姐疯了 是我要疯了 一些年轻人知道 他是皮羊羊后 更加惊讶了 一个被秦家扫地出门的男人 居然突然成了青江第一美女 苏雪晴的老公 这简直不要太惊悚了 关键是 他昨天才离婚 今天就拿着和苏雪晴的结婚证了 婚姻是这么晚的吗 皮羊羊轻轻搂着苏雪晴 此时他才是新郎 是万众瞩目的对象 叶峰柳的脸已经彻底扭曲 争鸣可怖 苏雪晴 你行 面对这样的羞辱 他感觉到喉咙中心气翻涌 一口老血 差点喷涌而出 他疯狂撕扯着身上的礼服 敢和我抢女人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片刻之后 他狠狠说道 随即 他大喝一声 来人 几个黑衣保镖 立即气势汹汹地 从侧门冲了进来 叶峰柳 你想干什么 苏雪晴吃了一惊 伸开手臂 挡在皮羊羊面前 干什么 今天我要是不废了他 我叶家的脸面往哪里放 我叶峰柳的脸面往哪里放 叶峰柳满面争鸣 拳头捏得指 关节都苍白了 叶家是武学世家 他心中的极恨之火 难以遏制 看到这一幕 苏家人没人敢出声 所有的宾客 也都鄙夷地看着皮羊羊 不知死活 居然敢和叶少爷抢女人 废了他都是轻松的 我看就应该丢进青江喂鱼 真以为自己长得帅 就可以为所欲为 也不看看 自己得罪的是谁 几乎所有人 都站在叶家一边 针对皮羊羊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没有人敢站在苏家这一边 而且 苏家确实理亏 叶老爷子 请息怒 就在苏家人如坠冰窖 惊恐无比之时 坐在主桌的一名中年人 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他身上 这个时候 居然还有人为苏家说话 那不是找死 叶天雄也冷然看了过去 冷声说道 顾家主 你有什么话说 难道 你要为这小子求情 这个中年人 是顾天双的大伯 顾家现任家主顾志行 刚才 他心中在激烈斗争 纠结自己 是不是要出面 顾家虽然是第二大家族 但与叶家的实力 还有很大差距 况且 刚才所发生的事 苏家里亏 可是皮羊羊 就在昨天救了他的父亲 这份恩情 于顾家而言 天高地厚 有了这层关系 就算他知道 自己此时不应该出面 也必须硬着头皮站起来 不能眼睁睁看着皮羊羊 被叶家人打 老爷子 今日之事 确实 是他们不对 他想了想 谨慎地说道 不过 现在事实已成 苏小姐和这位皮先生 已经领了结婚证 是合法夫妻 所以 不等他说完 叶天雄怒哼一声 断他的话 顾家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家与我叶家婚约 又不是今日才公布 早在月前 请柬就已经送到你手上了吧 现在他们这么做 分明就是在 让我叶家难看 顾志行的病角 庆出汗珠 脸上的笑容 有些僵硬 硬着头皮说道 晚辈斗胆 恳请叶老爷子息怒 让苏家和皮先生 正式向叶家道歉 并赔偿一定损失 以挽回叶家生育 老爷子您看 你请求 你凭什么请求 苏家给了你什么好处 我顾家欠了皮先生一个人情 老爷子 您能不能看在我顾家的面子上 暂惜雷霆之怒 将这件事和平化解 碰 叶天雄一巴掌重重拍在桌子上 怒声喝道 顾家主 你这是要拿你顾家 来压我叶家 我告诉你 就算你顾家老三 是省城防卫营统领 我叶家也不拒 今天这件事 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 这 顾志行吓了一跳 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老爷子 我没有要压你叶家的意思 别说了 不要逼着我叶家和你顾家翻脸 叶天雄怒气冲天 直接喝断顾志行的话 他是舞者 这一下发怒 浑身不满恐怖的气息 顾志行愧疚地看向皮扬扬 无奈地摇头叹息了一声 但皮扬扬却冲着他微微一笑 神情平静淡然 看到叶天雄的震天之怒 平时和苏家关系 比较好的一些人 也全都进入寒蝉 连顾家和那个省城防卫营统领的 顾家老三的面子都不给 谁还敢去自讨没去 大厅中一阵诡异的寂静 叶天雄冷立的目光 再次落在苏宝国身上 苏家众人顿时如坠冰窖 苏家又如何当得起叶家一怒 第三 实力远在苏家之上 皮扬扬居然敢这么侮辱 花家家主 这简直就是疯嘛 苏宝国 苏志明等人面如土色 此时 他们心中对皮扬扬恨之入骨 这是要把青江 显贵得罪一个变的节奏 以后苏家还怎么在青江立足 哼 我看你是真的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花旗森好不容易止住咳嗽 震怒喝道 来人 把他的双腿给我打断 我倒要看看 他能不能下跪 随着他的化身 四个壮汉立即向皮扬扬冲了过来 苏雪芹大吃一惊 大声喊道 你们想干什么 苏志明咬牙喊道 苏雪芹 你想让苏家万劫不复吗 这小子就是该死 你还护着 他干什么 苏雪芹焦急地喊道 他是我丈夫 我不许你们碰他 皮扬扬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见他那焦急的样子 心中微微一动 但四个壮汉 又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满面猙獰 像皮扬扬抓来 住手 就在此时 一声爆喝传来 震得在场所有人耳膜生疼 所有人吃了一惊 转头看向门口 只见一位七巡老者 和一队年轻人 大步向宴会厅中走来 老者衣着朴素 不衣不携 身材轻瘦 但举手投足之间 隐然透着上位者的气势 年轻男子眉宇之间 隐含消杀之气 目光冰冷 红衣女孩 容貌出众 顾盼之间 灵气十足 整座宴会厅中 鸦雀无声 这是什么人 居然赶来拐叶家的闲事 不认识 不过看他们穿的那样 肯定算不上什么人物 所有人都露出惊怡之色 纷纷猜测这三人的身份 只是 见老者穿得朴素 那一对年轻男女 穿得也很一般 所以他们认定 这三人身份 肯定高不到哪里去 叶天雄 花旗森 或德明等人 也狐疑地看着他们三人 你们是什么人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就这么随便闯进来 霍德明 转身挡住他们三人 冷傲说道 他不认识这三人 但皮羊羊 却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三人 就是他在罗汉山 遇到的雷家祖孙三人 老者雷霆 和他的孙子雷元 孙女雷湘红 三人进来后 雷元一直冷然看着皮羊羊 他在竹林中 被皮羊羊一招击退 至今还不服气 这不是什么龙坛虎穴吧 我不能来 雷霆语气冷然 虽然面色有些苍白 但目光凌厉 隐含杀气 他一进来后 目光便落在皮羊羊身上 随即目光一凝 浑身一震 他看到了皮羊羊手 纸上那枚漆黑的戒指 他嘴唇动了一下 九爷两个字到了喉咙中 又赶紧咽了下去 九玄门门归 任何人不得泄露九爷身份 为令者杀无赦 哼 我劝你们最好马上离开 不要惹火烧山 雷霆正在震惊之时 霍德铭冷哼一声 冷声说道 雷霆目光一冷 宛如刀锋般 在霍德铭身上一扫 冷声说道 惹火烧身 少废话 你们如果再不出去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霍德铭一脸阴狠 说话时摆了摆手 从人群中又出来四个壮汉 气势汹汹地站在他的身后 雷霆目光一冷 沉声说道 我听说 今天是叶家的订婚喜宴 特意赶来祝贺 这就是叶家的待客之道吗 霍德铭一愣 不敢轻举妄动 狐疑地看向叶天雄 叶天雄轻轻干咳一声 问道 老夫叶天雄 请恕老夫眼拙 不知你是哪一位 不过 今日喜宴怕事 吃不成了 请回吧 他一心想要 结识雷霆 不料 真神站在面前 他居然不认识 雷霆之所以 今天会来 也是因为叶天雄几次求见 想要拜到他雷家门下 他才想 趁着今天喜宴 前来看看 看叶家 是否有这个资格 没想到 喜宴现场 居然剑拔弩张 若不是他一眼 看到皮痒痒 早就拂袖而去了 原本有些狐疑的霍德明 见叶天雄 也不认识雷霆 顿时面色一变 搞半天 是来蹭吃蹭喝的 赶紧滚蛋 不要在这里妨碍 叶家办事 雷霆红气的小脸煞白 呵斥的 咦 但他刚开口 雷霆在他肩膀上 轻轻一拍 冷力说道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敢这样 对我说话 霍家家主霍德明 霍德明一脸傲然地说道 雷霆冷然一笑 转头对雷湘红说道 湘红 给你卫书打个电话 我要让青江霍家 在半个小时内破产 摩听到雷霆的这句话 霍德明先是一正 随即爆出一阵大笑 你当你是谁 半个小时 让我霍家破产 真是可笑 他压根就不相信 眼前的老者 能有这么大能量 在场的所有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霍家好歹 也是二线家族中的翘楚 怎么可能说破产 就破产了 我看这老头 就是爱搞笑的 这么大口气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在场没有任何人 相信雷霆的话 哪怕雷湘红去一旁 打电话去了 大家也只是觉得 他是在装腔做事 这样一来 宴会厅中的气氛 倒是变得轻松了许多 皮洋洋 在听到雷霆那句话时 也微微一愣 眼神闪烁了一下 他隐然觉得 这老者绝不会是 土口蛇之力 肯定说得出做得到 同时他心中也很清楚 雷霆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就是在向他示好 爷爷 雷湘红挂掉电话后 回到雷霆身边 雷霆神情淡然地 看着霍德鸣 沉声说道 希望等会你还能笑得出来 哼 我看就是在装神弄鬼 不用管他们 先把那小子的双腿打断 给叶少出一口气 霍德鸣气势汹汹 又转头 看向皮洋洋 冷声说道 叶天雄冷然说道 不着急 我倒要看看 他们想要玩什么花样 霍德鸣赶紧说道 是 老爷子 看着他那摇尾讨好的样子 皮洋洋不禁一声冷笑 苏宝国好几次想要说话 但迫于叶家的压力 每次话到了嘴边 又强行咽了下去 事已至此 他只能焦急地等待 同时在想 要怎样才能让叶家消气 雷霆看了一眼皮洋洋 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打断他的双腿 叶天雄冷哼一声 咬牙说道 今日是我孙子 与苏家孙女订婚一室 可是这小子前来砸场子 说我苏家孙女 是他妻子 这是对我叶家的几大羞辱 断他双腿 那是轻的 雷霆的面上露出几分惊恶之色 他没想到 这里居然出了一件这样的事 哦 看来我是错过一场好戏了 哼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来看我叶家笑话的吗 叶天雄的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雷霆沉声说道 叶家主 我劝你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看苏小姐手上拿着结婚证 那他们就是合法夫妻 不等叶天雄说话 或得名抢先说道 你算老几 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雷霆没有理会霍德明 双眼之中闪烁寒光 看着叶天雄沉声说道 这是我给你的机会 叶天雄不屑 冷哼一声 笑话 我叶家不需要任何人给机会 雷霆冷然一笑 神情之中出现几分失望与鄙夷 就这样的叶家 也想投在他雷家门下 不配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大厅中出气地安静 很快 十分钟过去 就在大家认定雷霆 只是虚张声势之时 一阵手机铃声突兀响起 霍德明吓了一跳 赶紧接通电话 听了几秒 他的面色变得苍白 有些惊慌地说道 怎么会这样 那边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 我也不清楚 所有客户突然提出停止合作 好几个股东要求撤出投资 还有 我们的工厂也接到停业整改通知 大哥 快想想办法 不然的话 我们霍家就完了 听着这些话 霍德明的双手颤抖 手机都差点没抓稳 片刻后 他颓然放下手机 满眼惊骇地看向雷霆 大家都察觉到了他的异常 纷纷露出惊讶之色 不会是真的要破产了吧 这也太离谱了 还不到二十分钟 有人惊恐地说出 自己心中的猜想 霍总 出什么事了 花旗森看到 霍德明那难看至极的神情 惊恶地问道 霍家 完了 霍德明 颓然说出几个字 然后绝望地看向叶天雄 叶老爷子 请您出手 一定要救救我霍家 叶家成了 他现在唯一的希望 他相信 只要叶家出手 他霍家 就能逃过一劫 叶天雄心中十分震撼 他没想到 雷霆说 半个小时 让霍家破产 真的做到了 叶家 只怕还没有这个能力 雷霆转头 看向叶天雄 冷然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叶天雄的目光 与他的目光相遇 竟然心中一沉 一种被压制的感觉 油然而生 你 究竟是谁 他现在完全确定 眼前的老者身份 肯定不简单 雷霆 雷霆淡然吐出两个字 叶天雄猛然一震 双眼瞪大 惊恶地说道 就是雷老爷子 雷霆说道 叶家主 你几次 去我雷家求见于我 现在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认识 叶天雄 感觉到呼吸急促 双腿发软 摇晃了一下 问道 真是省城雷家老爷子 雷霆轰忍不住说道 在楚南 还有哪个雷家 此话一出 叶天雄的面色俱变 他赶紧往前几步 肃然攻身 恭敬说道 老朽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道 雷老爷子驾铃 多有得罪 这一幕 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 堂堂青江 低豪门的老爷子 从来只有别人 对他恭恭敬敬 什么时候 见他对别人 这么诚惶诚恐 拜见雷老爷子 其他一些家族的负责人 也明白了雷霆的身份 纷纷攻身拜见 花旗森 霍德明面色 十分难看 连头都不敢抬 叶家主 现在可以放过他们了吗 雷霆淡然说道 叶天雄虽然内心 十分不甘 但也只得咬牙说道 既然雷老爷子发话了 老朽自然遵从 雷家在整个楚南省 都是恐怖的存在 别说灭一个小小的货家 就算是他叶家 也只要雷家一句话 便会灰飞烟灭 而且 传闻在雷家上面 还有一个逆天的人物 更是执掌天下权势 翻云覆雨 视作等闲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苦心孤意 想要败入雷家门下 要知道 在整个楚南省 任何一个家族 只要败入雷家门下 就代表着可以高枕无忧 飞黄腾达了 可是 自己苦苦求见 而不得见的雷老爷子 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 这么好的机会 他却措施了 此时 他既害怕又后悔 可是 这世上最难买到的 就是后悔药 雷霆冷然点头 陈生说道 这件事 我希望到此为止 说完 领着雷员 雷香红往外面走去 雷老爷子 现在已经到了饭点 要不老朽 去包间准备一桌酒宴 苏宝国见状 赶紧跟上去几步 恭敬说道 他觉得 雷霆化解此事 就是在帮他苏家 所以 他认为 这是巴结雷霆的 最好机会 只要有了雷霆 这座靠山 以后谁还敢 与苏家为难 纵然是叶甲 也得畏惧几分 叶天雄的面色一变 都是千年的狐狸 他怎么不知道 苏宝国心里 在想什么 他正要上前 但雷霆 以惊头也不回地说道 不必了 声音淡然 脚下没有丝毫停顿 大步走了出去 苏宝国愕然 而叶天雄 则悄然松了一口气 虽然不明白 雷霆究竟为什么 会互助皮痒痒 但这样看来 雷霆并非是因为 与苏家关系 密切才出面 等到雷霆等三人 出了宴会厅 众人才感觉到 那种令人窒息的压制力 才消失 直到 这时候 不少人才发现 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浑身冷嗖嗖的 哼 什么雷老爷子 他凭什么在这里 指手画脚 一直没有说话的叶峰柳 怒哼一声 大声说道 叶天雄吓得面色一变 立即转身狠狠盯着他 怒声说道 闭嘴 今天这件事 到此为止 你给我马上回去 叶峰柳不服气地说道 我叶家是青江第一家族 凭什么要怕他一个 省城来的老头 啪 叶天雄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 怒声喝道 你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我打断你的腿 叶峰柳牙龈都差点咬出血来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被叶天雄打 他把所有的怒火和仇恨 都记在了皮痒痒头上 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 说完 猛然推开两名壮汉 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外面走去 看到这一幕 所有宾客全都一片愕然 谁也没想到 这场闹剧 居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苏宝国 今天的屈辱 我叶家记下了 从此时起 我叶家与苏家势不两立 所有投资苏家的项目 全部撤回 叶天雄狠狠盯着苏宝国 嘴角抽动 浑身颤抖 咬牙说道 苏宝国并脚浸出汗水 念念喊道 叶兄 叶苏两家从此末路 希望你们苏家好好保重 叶天雄直接打断苏宝国的话 语气中杀气腾腾 叶家是武学世家 叶天雄更是武学高手 他十几岁闯荡江湖 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屈辱 刚才被雷霆压制 让他在青江险跪面前颜面扫地 这口气憋在心里 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所以 他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向了苏家 他完全自信 只要他登高一呼 苏家将举步维艰 甚至彻底衰退 果然 在他表明态度后 立即有人站了出来 我魏家与叶家同气连织 自此时起 划清与苏家界限 退出与苏家的所有合作 我于家不愿与背信弃一只家族合作 撤回所有与苏家的合作 我光辉耀业 退出与苏家的合作 停止为苏家代工 我薛家退出与苏家合作 我中家退出 一时之间 宾客中各大家族 各大公司的负责人 纷纷表态与苏家划清界限 因为大家都清楚 苏家 当不起叶家一怒 是冲着苏家而饱皮痒痒 而青江 依然是叶家说了算 此时 如果再不旗帜鲜明地表态 那么一定会被叶家记上 到时候会被一并清算 只有顾志行 始终一言不发 叶天雄等叶家人 脸上浮现阴冷的笑容 鄙夷地看着苏家人 这 就是苏雪卿背叛叶家 羞辱叶家的代价 苏家人则全部面色灰白 他们很清楚 这仅仅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狂风暴雨 苏家根本无法承受 苏宝国神情颓然 嘴中呢喃 完了 苏家 完了 哼 这是你们苏家自作自受 叶风柳的父亲 叶元洋冷哼一声 狠狠地说道 我们走 叶天雄发出指令 叶家人纷纷跟着 向酒店外走去 所有兵棚 除了苏家的亲戚 也都纷纷跟上 这个时候 谁也不敢再留下 获得明面如死灰的跟上 此时他彻底绝望 毁断肝肠 是雷老爷子 让他货家破产的 就算是叶家 也不一定敢伸手帮他 热大的宴会厅 瞬间便已经空空荡荡 只剩下苏家十几口人 顾志行迟疑了一下 走到皮洋洋身边 歉疚地说道 皮先生 对不住 我没能帮上忙 皮洋洋微微一笑 没事 你已经尽力了 顾志行叹息一声 也跟着走出了宴会厅 看着空空荡荡 一片狼藉的宴会厅 苏宝国颓然坐下 一脸的绝望 完了 苏家完了 我这是做了什么念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我这老连往哪里放 一边悲呛地说着 一边流出了泪水 辛苦奋斗一辈子 好不容易将苏家 带到一线家族 如今 却面临崩塌之险 苏家如今正面临危机 原本指望与叶家联姻 借助叶家之力 拉苏家一把 可现在 苏家最大的筹码苏雪晴 亲手将苏家 推下了万丈深渊 爸 您是不是认识雷老爷子 苏志文小心翼翼地问道 苏宝国黯然摇头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他 而且 刚才你也看到了 我想请他吃饭 他根本就不屑一顾 苏志文顿时一惊 心中所有的希望 瞬间变成了绝望 也许 皮羊羊认识 苏家一个年轻人 迟疑地说道 苏志明冷笑一声 怎么可能 他就是一个情家气绪 据哪里认识这样的大人物 众人一想也是 如果皮羊羊真的认识雷霆 那何至于被情家赶出家门 这个时候 苏家人没有心思去讨论 雷霆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并帮皮羊羊化解危机 因为苏家马上就要 面临一场狂风咒语 苏雪清 跪下 苏宝国转身看着苏雪清 大声怒吼道 苏雪清浑身颤抖了一下 但他依旧神情坚定 他缓缓走到苏宝国 和苏志文面前 你知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 你与叶峰柳的联姻 满城皆知 现在你却搞出这么大事 难道不应该有个交代 苏志文右手微微颤抖 恨不得立即给他一巴掌 就是 太不懂事了 这么任性妄为 难道就不想想苏家的死活 苏志文的妻子侯塞花 一脸怨恨地说道 苏家其他人 也都是一脸的悲愤 狠狠地盯着苏雪清 只有苏雪清的母亲沈怡 担心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流淌着泪水 雪清 给你爷爷 还有二叔二婶认个错 她的声音有点弱 显得很无奈 认错 侯塞花显然不愿意 轻易放过苏雪清 你们觉得 认错能解决问题吗 苏雪清抬头看向她 平静地问道 事情已经发生了 无法挽回 如果认错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你说 要怎么做 才能解决问题 侯塞花冷哼一声 我早就说过 你自大任性 不适合当苏氏集团的总裁 现在是不是印证了我这句话 这句话 立即引起了苏家很多人的认同 二嫂说得对 苏雪清过于自负 形势冲动偏激 确实不适合 当苏氏集团的总裁 苏雪清的姑姑 苏于立即表示支持 我知道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们很多人不服气 今天 我又得罪了叶家 你们更加觉得 我不应该再站着这个位置了 苏雪清一直出奇地平静 难道不是吗 今天你让叶家受了这么大的屈辱 如果你还继续担任苏氏集团的总裁 那叶家就更有理由 针对我苏家出手打压 侯塞花阵阵有词地说道 对 苏雪清不能再担任苏氏集团的总裁了 今天他闯了这么大的祸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态度 求得叶家的原谅 苏雪清 你仗着爷爷喜欢你 任性妄为 现在是该付出代价了 离开集团 这样的话 也许叶家的气会消一点 苏家的所有亲戚 几乎都站在了侯塞花一边 纷纷谴责苏雪清 苏志文一直板着脸 不敢说话 苏雪清是他女儿 出了这样的事 他也有很大责任 苏宝国失望地看着苏雪清 苏生说道 苏雪清 难道你不应该给大家一个解释吗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目光落在苏雪清身上 苏雪清转头看了一眼 站在不远处的皮羊羊 说道 你过来 皮羊羊实在不想介入他们家族的事情 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硬着头皮 也要把他演完 毕竟自己是收费服务 诚信第一 苏雪清很自然地挽住他的手臂 说道 爷爷 二叔二婶 小姑 你们都已经看到了 皮羊羊就是我的丈夫 我们已经领证了 可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苏宝国沉声问道 据我所知 叶风柳对你 可是一直很痴情 他实在不明白 叶家是青江第一豪门 叶风柳也是天之骄子 多少女人做梦都想嫁给他 可是 却被苏雪清如此厌弃 还在订婚宴上摆了一刀 不只是他想不明白 所有叶家人都想不明白 当初家族让我嫁给叶风柳时 我说了 我不愿意 我的婚姻 我要自己做主 我不想成为家族的牺牲品 在别人眼里 叶风柳是人中之龙 天之骄子 是青江第一豪门的大少爷 但你们并不知道 他其实就是一个浪荡少爷 在高中的时候 偷看女老师洗澡 还偷偷从窗户爬进女学生宿舍 到了大学 更加变本加厉 因为他是叶家大少爷 不少女同学都心甘情愿 成为了他的猎物 他在我们学校 是有名的海王 对我痴情 那只是因为他得不到 在你们面前装出来的罢了 苏雪清簇着眉 不紧不慢地说着 语气中满满的厌气 爷爷 这样的男人 难道你让我跟着他 再说了 叶家与我苏家联姻 他们的目的这么简单吗 叶家的野心 人人都知道 他们绝不会容许有人超越 就算我们联姻 你们觉得 叶家会真心 帮我们苏家吗 苏宝国 苏志文的脸上 逐渐露出惊讶的神情 关于叶峰柳的为人 他们也实有耳闻 并非完全不知道 叶家的野心 也的确全程皆知 就算叶苏联姻 想要叶家全力帮助苏家 也确实不太可能 可是 我们苏家因为过度投资医药集团 所有资金都已经献了进去 医药集团至今都无法拿出 撼动市场的产品 如果再拖下去 家族的资金链就会出现问题 苏宝国很无奈地叹息一声 沉重地说道 而叶家已经答应 只要你和叶峰柳订婚 叶家就会注入武艺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度过危机 是啊 可是你今天惹怒了叶家 不但这武艺不可能到位 就连原来的合作也会撤回 还有 你刚才也看到了 几乎所有 和我们苏家有合作的家族 公司都表明了态度 撤出和我们苏家的合作 苏志明一脸愤怒 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家族的资金 已经撑不过半个月了 随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都不应该把整个家族置身险地 你这是对家族的不负责 也是对爷爷的不负责 苏宇指责道 对 解释再多也没用 现在叶家肯定会 真对我苏家出手了 你觉得 你还有资格当这个总裁吗 侯赛花冷声说道 苏家人开始对苏雪芹指责 几个外妻股东也纷纷附和 听到这些指责声 苏雪芹轻声一笑 这个总裁 我当不当无所谓 反正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们很多人都不服气 在工作上从来不配合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你独断专行 让我们怎么配合 苏志明不服气地说道 苏宝国咳嗽一声 所有人这才安静下来 你选择他 图什么 苏宝国的目光 落在皮扬扬身上 沉声问道 就是啊 他就是秦家的气绪 出名的好吃懒做 除了一副好皮囊 一无是处 你一向心高气傲 连叶峰柳都看不上 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小白脸 软饭男 侯塞花鄙夷地看了皮扬扬一眼 说道 二审 请说话尊重一点 在你们眼里 他是小白脸软饭男 一无是处 但在我眼里 他是宝藏男 是潜力骨 而且 现在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不管他是什么样子 我都认了 你 侯塞花气得鼻子都要歪了 苏雪芹 你还真是好眼光 秦家不要的气绪 你却当作宝贝 别人刚丢出去 你马上就捡了回来 难道你不觉得 这就是一个笑话吗 说话的是苏志明的儿子苏星贤 他一直不服气 苏雪芹当上集团总裁 一心想取而代之 谁爱笑话谁笑话 冷暖自知 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苏雪芹一脸都不在乎 苏雪芹 事已至此 你的确不再适合担任集团总裁 自今天开始 你卸任总裁一职 暂时离开公司 休息一段时间吧 苏宝国摆了摆手 素生说道 家族中 群情激愤 所有股东也都纷纷要求苏雪芹下眼 苏宝国考虑再三 觉得此时必须给叶家一个交代 而这样的处理方式 是目前唯一的方法 好 我卸任 苏雪芹毫不眷恋 侯赛花 苏志明 苏星贤三人面上 浮现出不经意的微笑 苏雪芹卸任 苏星贤就成了第一人选 集团总裁一直 由苏星贤赞代 一年之内 如果能带着苏氏集团走出困境 便正式成为集团总裁 果然 苏宝国当即做出任命 苏星贤立即惊喜地说道 是 爷爷 我一定努力 不负爷爷所望 不负家族重托 等一下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 落在皮羊羊身上 大家对着苏雪芹火力全开 却忽略了皮羊羊这个杂场子的人 哼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难道 你还嫌害我们苏家不够吗 苏鱼愤怒地说道 一个只会靠着女人吃软饭的废物 真不知道苏雪芹是怎么想的 居然会看上你 苏星贤不屑地补上一句 虽然你与苏雪芹领了结婚证 但我们不会承认 你是苏家的女婿 时区的话 赶紧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对 立即去办离婚手续 不然的话 不用叶家 就我们苏家 就能让你再青江混不下去 别的本事没有 吃软饭倒是有一手 现在苏雪芹被你害成了这样 你满意了 马上和苏雪芹离婚 苏家人群情激愤 把所有的怒火 都转移到了皮羊羊身上 他们都一致认为 是皮羊羊勾引苏雪芹 苏雪芹一时糊涂 踩上了她的当 要不要离婚 你们好像说了不算吧 这得苏雪芹说了才算 看到他们这么咄咄逼人 皮羊羊心中一阵不爽 语气有点声浪 哼 谁知道你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 骗得她和你领了账 苏志文像是找到了 为女儿开脱的理由 指定是皮羊羊骗了苏雪芹 皮羊羊轻声一笑 转头看向苏雪芹 苏雪芹始终挽着她的手臂 眼神坚定地说道 你们想错了 并不是她骗我 而是我逼着她 和我领证的 苏家人顿时愕然 沈一哭出声来 走到苏雪芹面前 拉着她的手 哽咽说道 女儿 你糊涂啊 妈 我也是没办法 爷爷 爸爸 二叔 二婶 还有小姑 家里所有人 都在逼着我 嫁给叶峰柳 可是 你也知道 我嫁去叶家 就是家族事业的牺牲品 我不会有幸福 所以妈妈 对不起 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 我必须自己做主 我知道 可是 你就算不愿意嫁给叶峰柳 也不应该赌气 找一个刚刚离婚的男人 看得出来 沈一是真心痛女儿 而且 她的性子比较柔弱 妈 她是刚离婚 但那不是她的错 你相信我 一年后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沈一哽咽着 说不出话来 皮痒痒眼中闪烁了一下 低声说道 阿姨心脏不好吧 不要激动 话没说完 腰间软肉传来一阵剧痛 你叫什么 耳边传来苏雪芹低沉的声音 皮痒痒苦笑道 妈 是叫妈 那拧着她腰间的手 才缓缓松开 哼 看来你是执迷不悟了 苏宝国愤怒地喝道 因为过于激动 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随即一摆手 都回去 在这里 还不嫌丢人现眼吗 虽然宾客与叶家人 都已经离去 但酒店的工作人员 还在 等一下 我还有话说 皮痒痒淡然说道 苏志文转身 冷然看着她 怒声说道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苏宝国摆摆手 无力地说道 让她说 皮痒痒神情淡然地说道 如果苏雪芹能拉来武艺的投资 能解决苏氏集团的危机 那么 她是否能重新回到总裁的位置 苏雪芹一惊 转头看着皮痒痒 见她神情平静 甚至带着一股难以描述的自信与坚定 不禁微微一愣 苏家人也愣住 像是看怪物一样的 看着皮痒痒 皮痒痒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她要是能拉到投资 能解决苏氏集团的危机 还至于有今天的事 片刻后 苏星贤忍不住哈哈大笑 一脸细血地说道 就是 难道你有这个本事 帮着我解拉到投资 苏志明的女儿苏思嘉 轻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其他的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神情之中 明显告诉皮痒痒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你想干什么 苏雪芹一样 不相信 低声说道 皮痒痒微微一笑 我是没这个本事 但苏雪芹未必没有 如果她没能力 当初 你们也不会让她 当上集团总裁 不是吗 苏宝国目光闪烁了一下 这句话 说到了她的心里 整个家族的第三代 她最看好的 就是苏雪芹 而苏志文的长子 不到十岁意外夭折 次子几年前 被人打伤头部 从此吃傻 以至于今天的喜宴 都没让她来参加 至于苏星贤 形势过于浮夸 身上有不少 公子少爷的坏习惯 从来不被她看好 苏思嘉还在上大学 而且 公主并生活起居 都要人侍候 这种人 肯定不能为以重任 刚才她一怒之下 撤掉苏雪芹的总裁之位 其实心中也是有点后悔 但为了苏家 她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 只有 这样 才能让叶家的火气 稍稍消除一点 你们让她嫁给叶峰柳的目的 也是为了 能解决苏家危机 但如果她不需要嫁去叶家 一样能解决这些问题 甚至能带着苏家更上层楼 岂不是皆大欢喜 苏宝国冷然看着她 陈生说道 你的话是没错 你觉得她能做到 皮洋洋淡然笑道 能不能 总得让人试试 你们不是说 家族的资金 只能支撑半个月了吗 那好 就以半个月为期限 如果到时候 苏雪芹拉来了投资 解决了苏氏集团的危机 那么 总裁的位置 是不是应该还给她 苏星贤的面色微微改变 她好不容易 等来自己上位的机会 如果只要半个月又要让出来 那真是比杀了她还难受 你以为集团总裁是过家家 说换就换 说还就还 虽然她内心是认定 苏雪芹不可能拉来武艺的投资 但她 还是很谨慎地说道 皮洋洋没有理会她 看着苏宝国 问道 老爷子 凡事都有万一 您说呢 好 我答应你 如果苏雪芹真的能如你所说 拉来投资 解决集团危机 我不但恢复 她总裁之位 你们的婚事 我也不再反对 苏宝国神情冰冷 想了片刻后 语气冷力地说道 她被皮洋洋的话激怒了 爸 爷爷 苏志明 侯赛花 苏星贤 苏宇等人急了 这些年 苏雪芹在位 他们只能忍着 不敢对公司的资金下手 现在好不容易等来机会 却又有了变数 不要说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如果苏雪芹真能像她所说 做到这一切 难道你们还觉得是坏事 苏宝国一锤定音 所有人不敢再说半个字 不过 要是做不到 那对不起 不但不能恢复总裁职务 就连你们家的股份 也得收回 片刻后 苏宝国速声说道 苏志文 苏宇等人闻言 真要是这样 那就等于把苏志文一家人 赶出了家族 女儿 你去哪里来来武艺的投资啊 苏志文的面色瞬间铁青 唯有沈怡十分担心 难受 妈 你放心 我能做到 事已至此 苏雪芹已经没有退路 以她的性子 也不会退缩 苏宝国重重地哼了一声 大步向酒店外走去 苏家人全都鄙夷地 看了皮羊羊一眼 觉得他这个牛皮吹大了 苏雪芹 如果到时候你做不到 你可要记住 是你找的这个男人坑了你 苏星贤在经过皮羊羊 与苏雪芹身边时 玩味地说道 此时他心中十分得意 认定苏雪芹 不可能拉来武艺的投资 苏雪芹冷然看着他 自信地说道 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后悔 更不会冤任何人 苏宝国重重地哼了一声 大步向酒店外走去 苏家人全都鄙夷地 看了皮羊羊一眼 觉得他这个牛皮吹大了 苏雪芹 如果到时候你做不到 你可要记住 是你找的这个男人坑了你 苏星贤在经过皮羊羊 认定苏雪芹不可能拉来武艺的投资 苏雪芹冷然看着他 自信地说道 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后悔 更不会冤任何人 很快 酒店里就只剩下苏志明一家人和皮羊羊 皮羊羊 你凭什么代替苏雪芹 做出这样的承诺 难道你还嫌坑 我们家不够吗 苏志文脸色铁青 语气愤怒地对皮羊羊说道 老苏 事已至此 责怪还有什么用 你赶紧想办法 找找你的朋友 看看能不能拉到投资 不管多少 总比一分钱都拉不到要好 沈怡虽然无条件支持女儿 但内心一样十分担心 十分焦急 我能有什么办法 原本让雪芹嫁进叶家 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而且 只要她进了叶家 整个苏家就是我们说了算 可是现在 你看她做出来的好事 苏志文十分气恼 恨不得上去给苏雪芹一个耳光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他们赶紧离婚 然后我厚着脸皮去求叶家 看看能不能有转机 她想了想 有些无奈地说道 苏雪芹坚定地说道 爸 我不会离婚 而且就算离婚 我也绝对不会嫁进叶家 你 你想气死我 苏志文脖子上的青筋暴起 愤怒到了极点 你想干什么 沈怡察觉到苏志文情绪不对 赶紧挡在苏雪芹面前 紧张地问道 我是管不了了 你这是不把我们全家坑死不罢休 苏志文右手高高举起 又颓然放下 大步向外面走去 我们 先回去吧 沈怡的面色苍白 呼吸有些急促 扶着苏雪芹 声音有些虚弱地说道 妈 你怎么了 苏雪芹发现了异常 紧张地问道 妈没事 就是心口有点紧 快走吧 沈怡一秒也不想再待在这里 皮洋洋眼神一鸣 沉声说道 妈是心脏病发作了 身上带了药吗 哟 在我包里 沈怡的声音越发虚弱 你来帮我扶着 我去找 苏雪芹赶紧说道 皮洋洋过去扶住 左手掌心 轻轻按在沈怡背心上 一股气流 缓缓自她手心吐出 注入沈怡体内 沈怡立即感觉到 原本慌乱的心跳 快速平静下来 苏雪芹找到了救星丸 为她吃了几粒 妈 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吧 不去 我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 去医院也没什么用 回家休息着就行了 沈怡摇头 她对医院似乎很反感 没事 不用去医院 妈的并不严重 回去后 我给她试一次针 就会好很多 皮洋洋缓缓松开左手 说道 你 董医术 苏雪芹一脸愕然 皮洋洋尴尬地笑了笑 懂一点吧 以前跟着师傅学过 两人扶着沈怡出了酒店 突然发现 郑立还在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现在 已经不是集团总裁了 你应该回公司才对 苏雪芹有些意外地说道 苏总 你不在公司 我也不回去了 我留在你身边 郑立坚定地说道 苏雪芹苦笑摇头 你留在我身边 有什么用 我相信 苏总一定能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 谈何容易 我知道 现在是苏总最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更加不能离开你 苏总 让我留在你身边吧 苏雪芹输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既然你坚持这样 那就留下 不过我给你自由 你随时可以离开 我不会离开 郑立态度坚决 上车后 苏雪芹说道 妈 先去云丁小区吧 让皮洋洋给你看看 虽然她不确定 皮洋洋的医术究竟怎样 但母亲不肯去医院 也只能让她给看看 嗯 虽然好了一些 但沈宜还是有些虚弱 来到云顶别墅 皮洋洋去自己的卧室 取来针包 让沈宜躺在沙发上 看到皮洋洋打开针包 苏雪芹紧张地问道 扎针 这能行 你看不起中医针灸 皮洋洋撵出一枚金针 淡然说道 我不是看不起中医针灸 我是觉得你 真的会吗 苏雪芹狐疑地说道 你放心 她可是我丈母娘 我要是不会 敢乱扎吗 扎坏了你不得找我拼命 那是 苏雪芹立即说道 随即又狐疑问道 不用脱衣服吧 不用 不是心脏病吗 难道隔着衣服扎 谁说要扎心脏部位了 皮洋洋翻了一眼 一种秀才遇到冰的无力感 涌上心来 她不再解释 抓起沈宜左手 金针准确无误地 扎入其手腕部位的神门穴上 随即 又快速连下三针 分别扎入其手臂上的少海 内观 曲折三处穴位上 四枚金针扎下去 反手一扫 金针颤动 金针的尾部 虚幻出一条飞龙的样子 四缕肉眼不可见的气流 循着穴位 经脉 缓缓向其心脏流去 苏雪芹 正立 紧张地看着沈宜 担心她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此时的沈宜 呼吸沉稳 而且原本苍白的面色 也在逐渐恢复血色 妈 你感觉怎么样 但苏雪芹 还是担心地问道 感觉很舒服 暖暖的 也不心慌 也不喘了 看来 小皮的确会针灸 沈宜神情很轻松 甚至有一种享受的样子 苏雪芹看向皮羊羊 有些诧异地说道 没想到你真的懂医术 那当然 我懂得多了去了 医术只是我所有技能中 勉强过得去的 皮羊羊一脸的傲然 且说你胖 你还就喘上了 苏雪芹翻了一眼 觉得皮羊羊是在吹牛 要是真有这么厉害的本事 怎么会被秦家踢出家门 皮羊羊淡然一笑 也不解释 她也无法解释 十分钟后 金针起初 确实感觉舒服了很多 这比在医院打针吃药的效果还好 沈宜坐起来 既高兴又有点意外地说道 您这心脏病本来也不严重 只要坚持治疗 是完全能治愈的 皮羊羊一边收针 一边说道 治愈 沈宜再次意外 可是医院里的专家说 我这病只能手术治疗 而且还不能治愈 只能维持 皮羊羊吃笑一声 那是西医的手段 他们只会这一套 哪里不行迁哪里 其实 中医才能治本 听到这里 苏雪晴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我妈的心脏病 真的能完全治好 当然 只要再扎几次针 然后我再给配几剂药 喝完 就能完全恢复正常 皮羊羊语气淡然 但充斥着自信 苏雪晴眼中闪烁了一下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谢谢你 皮羊羊轻声一笑 谢什么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咱妈的病 我自然要放在心上 苏雪晴又翻了眼 不过 母亲在这里 有些话她不敢说出来 替沈宜看向皮羊羊的神情 有了变化 她虽然不逼苏雪晴 但对于皮羊羊 她并没有好感 但此时 她心中的看法 逐渐有了改变 这个男人 也不像传说中的一无是处 我得赶紧回家去 你爸和你二哥在家 我不放心 沈宜忽然想起 提前离开的苏志文 担心地起身说道 那好 让皮羊羊送你回去吧 苏雪晴也知道 自己的父亲是什么秉性 每次有事 就会把自己 灌得名顶大罪 人事不行 况且 家里还有一个吃傻的二哥 所以 她也很担心 这次皮羊羊 倒是没多说什么 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出了别墅区 沈宜忍不住问道 小皮 你既然和雪晴结婚了 以后可要对她负责 那些不好的习惯 该改的要改 嗯 我知道 我会认真对待的 皮羊羊 只得点头答应 毕竟这场戏 只有她和苏雪晴 正理 知道真实情况 对沈宜也不能泄露 雪晴现在 已经不是集团总裁了 工作都没了 你有这么好的医术 以后 可以开个医馆 我也不求你们大富大贵 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行 沈宜语重心长地说道 皮羊羊说道 您放心 雪晴的挫折 只是暂时的 我相信 她很快 就会东山再起 就算真的没有机会了 那我也会养活她 沈宜勉强笑了笑 那就好 希望 你不要像传言那样 能好好生活 她性格内敛 很多事情都不说破 只是委婉点了两句 皮羊羊如何听不懂 但她没有分辨 也没必要分辨 自己名声在外 光是凭一张嘴去辩解 谁会信 况且 她就是个协议老公 一年后就各奔东西了 有些事没必要较真 此时 青江城各大自媒体 论坛都在疯狂地传播 今天上午发生在酒店里的抢亲事件 当时 酒店里的订婚仪式 全程直播在酒店外墙上的 夜经显示屏上 整个事件的经过 很多路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结果 惊呆了所有人 没有人会想到 居然有人敢去叶家的订婚宴上抢亲 而且 这个人是全程文明的废物男 软饭王 吃瓜群众差点被噎死 在青江 多年没有爆出这么大的瓜了 是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还是我神经错乱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哪怕我是亲眼所见 这个皮羊羊 简直绝了 刚被秦玉杰甩了 居然又和苏雪芹搞在了一起 她是不是有什么迷惑人的手段 现在她是出尽了风头 但很快 就要承受夜家的怒火 大家想想吧 在青江 有谁能当得起夜家一怒 苏雪芹也太任性了 这是把苏家 直接推进了万丈深渊啊 所有的网友 几乎都感到无比震惊 无法理解 而且 他们几乎都不看好 皮羊羊与苏雪芹 认定他们就是在玩火 最终肯定结局悲惨 不过 也有人发表不同意见 我倒觉得苏雪芹很勇敢 皮羊羊也很酷 要是有哪个男人 敢在我的婚礼上把我抢走 我肯定会爱死他了 我也没想到 这个软饭男 居然还有这么阳刚的时候 就算他找苏雪芹 依然是为了吃软饭 这份勇气 我还是很佩服 不管结局如何 他现在确实是人生赢家 青江四美 已经有两美 成为了他的妻子 也有期待事情发展 不嫌弃瓜大的 等着看吧 看叶家究竟会怎样找回面子 叶大少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的 皮羊羊 说不定哪天就消失了 没有人怀疑叶家的实力 更没有人怀疑叶风柳的手段 这次皮羊羊 苏雪芹彻底激怒了叶风柳 激怒了叶家 必定会承受叶家的风暴 此时 雷家祖孙三人 在一家饭店中吃饭 耳边 充斥着食客们 对今天九点所发生的事的议论声 香红 吃过饭后 你去一趟风雷堂青江分堂 告诉蔡文山 让他注意保护皮羊羊 忽然 雷霆像是想起了什么事 低沉说道 爷爷 他对您这么无礼 你还这么帮他 还要保护他 为什么 雷香红有些不解 你只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是 其他的 你不需要知道 雷霆眼神闪烁了一下 脑海中浮现出皮羊羊手指上的那枚戒指 此时他的心中有些激动 因为他当时就认了出来 那是九爷的戒指 他没想到 新九爷居然就是皮羊羊 只是 碍于门规 他不能当面拜见 是 爷爷 雷香红见雷霆神情肃然 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便恭敬答应 有点意思 青江可能要变天了 雷霆转头看向窗外 若有所思的低声说道 皮羊羊把沈宜送回家 独自开车 前往青江一桥头的大排档一条街 经过这么一折腾 他已经饿了 他不想回云顶别墅 而是想静静 不过 他没见到静静 却见到了顾天霜 停好车 随机进入一家大排档 一眼就看到一个角落 顾天霜一个人坐在那里 手里握着一罐快乐水在发呆 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摆着两个菜 但他好像并没有什么胃口 皮羊羊有点好奇 这种大排档 稍微有点钱 和有点身份的人 是不屑来的 顾天霜可是五大家族之一的顾家大小姐 他居然会这么有烟火气 来这大排档吃饭 的确让他很意外 他左右看了看 整个大排档几乎都满了 没有多少空位 顾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吃饭 他来到顾天霜对面坐下 淡然问道 顾天霜正在走神 忽然觉得 对面坐了一个人 双眉一拧 正要让来人让开 听到皮羊羊的声音 不禁露出惊喜之色 我在等你啊 等我 皮羊羊愕然 对啊 我知道你经常一个人来这里吃饭 所以就来这里碰碰运气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我以前是经常在这里吃饭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顾天霜得意的一笑 说道 我自然有办法知道 皮羊羊也没多问 而是好奇地说道 你可是堂堂的顾家大小姐 也受得了在这种地方吃饭 怎么 不可以吗 顾天霜歪着小脑袋看着他 问道 皮羊羊说道 你这种大小姐 不是应该去那种高端餐厅吗 最次也得咖啡餐厅吧 顾天霜放下手中的快乐水 微微一笑 谁规定的 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 有烟火味 皮羊羊认同地点了点头 那倒是 我请你 你想吃什么 来两串烤腰子 一个酸辣生蚝 再来个韭菜炒鸡蛋 皮羊羊想都没想 直接爆出菜名 顾天霜双眼逐渐瞪大 神情古怪地说道 至于吗 皮羊羊一愣 不解地说道 什么至于吗 我有点心痛苏姐姐了 皮羊羊顿时明白过来 有些尴尬地抓了抓鼻子 说道 你误会了 顾天霜轻声一笑 别解释 解释多了就是掩饰 皮羊羊顿时哑口无言 你懂得还挺多的 片刻后 他冒出一句话 顾天霜顿时面红耳赤 你今天这么英勇 不应该在家里 陪你的新婚妻子吗 怎么一个人 跑这里来吃饭了 不会是被赶出来的吧 顾天霜扑晒着大眼睛 好奇地盯着皮羊羊问道 皮羊羊正在咬着腰子 满嘴是油 对于顾天霜的话 他并没有觉得奇怪 他很清楚 今天酒店发生的事 肯定已经全程皆知了 文言 他赶紧咽下一口 说道 我不喜欢他请的 那个厨师做的饭 所以出来吃了 哦 今天你可是出了大名了 你不怕叶家报复你 顾天霜歪着小脑袋 问道 怕 怎么不怕 你呢 怕不怕 皮羊羊一脸的不在乎 反问道 我怕什么 顾天霜也一脸的不以为意 你现在 和我在一起吃饭 如果被叶家的人看到 你说 他们会不会误伤 顾天霜一脸平静地说道 叶家是厉害 但不是疯子 我和你一起吃饭 他们就找我麻烦 皮羊羊看出他内心 其实有点紧张 他轻声一笑 也是 两人正在边吃边聊的时候 一个有着七八分醉意的男人 拎着啤酒瓶 来到他们这一桌 巴掌往桌子上一撑 偏头色咪咪地看着顾天霜 美女 陪哥哥我喝一杯 一边说着 一边倒了一杯啤酒 砰地放在顾天霜面前 顾天霜面色一凝 没好气地说道 随着酒杯爆开 大排档中不少人侧目看了过来 隔壁桌子旁 三个壮汉立即站起 走了过来 一脸邪恶地看着顾天霜 美哥 看上这妞了 其中一个年轻人打着酒格 含糊不清地说道 这四个人都已经喝得五迷三道了 站在那里摇摇晃晃 这年轻人一边说着 一边将沾满油腻的手 往顾天霜肩膀上搭去 但顾天霜反应很快 立即起身躲开 对着这几个人怒目而视 你们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当然是想干 你啊 小妞 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去好好玩玩 以后哥天天请你去大酒店吃香的喝辣的 就不用来这大排档了 被叫着威哥的人满脸邪笑 摇摇晃晃向顾天霜逼近 顾天霜心中十分紧张 也有点害怕 但她毕竟是顾家的大小姐 胆气自然比一般的女孩要大很多 滚开 她怒声呵斥 可是 她那愤怒的语气并未吓唬到对方 这几个人反而哈哈大笑 小妞 你越辣 哥哥我就越喜欢 我劝你省点力气 等会有的是你叫的时候 威哥一脸的得意 又伸手向顾天霜抓去 顾天霜 下意识地躲在了皮羊羊身后 紧张地看着这几个人 威哥等人 好像这才看到皮羊羊 不懈地看了她一眼 根本就当她不存在 哟 原来有个小白脸 怪不得不愿意跟哥哥走 可是 这个小白脸只怕中看不中用 吃再多妖子 也是废物一个 威哥嘴中细血地说着 一边绕过皮羊羊向顾天霜扑去 扑吃 一声轻微的响声传来 威哥的左手 突然往下一沉 贴在了桌子上 那三个小弟惊恐地发现 两只筷子 直接从威哥的手被扎了进去 从桌子下传出 鲜血顺着筷子 缓缓滴落 你的手太脏了 怎么能碰这么漂亮的小妹妹呢 皮羊羊的左手 就抓在筷子上 右手却依然夹着一串韭菜 丢进了嘴中 含糊不清地说道 直到他的话说完 威哥这才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大排当中 不少人吓得站了起来 惊慌地看向这边 但没有人敢靠近 甚至有人还直接跑了出去 大排当中的老板和老板娘 是一对中年夫妻 他们显然认识威哥这些人 想要过来劝解 却又畏惧 不敢上前 这一声惨叫 顾天双也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伸手 搭在皮羊羊的肩膀上 马的 快放了威哥 小子 找死是吗 敢对威哥出手 三个小弟在短暂愣神后 也反应了过来 纷纷对着皮羊羊呵斥 同时 三人转身 各自抄起一只酒瓶 指着皮羊羊 哦 皮羊羊很老实地应了一声 快速将插在威哥手掌中的 两只筷子抽出 丢在地上 啊 威哥再次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左手鲜血标出 剧烈颤抖 周围的时刻 都感受到了这种钻心的剧痛 你 三个小弟愤怒无比 指着皮羊羊 说不出话来 是你让我放了他的 皮羊羊淡然 贪了贪手 一副不管我事的样子 给我弄死他 威哥一声爆喝 恨不得将皮羊羊碎尸万段 顾天霜浑身一抖 紧张说道 你快跑 皮羊羊嘴角微微一瞥 不屑地说道 跑 那不是我的风格 顾天霜来不及再说一句话 三只酒瓶已经呼啸着 向皮羊羊的脑门上砸来 他吓得一声惊叫 大排档中的时刻 老板和老板娘 也都不由自主地惊呼 砰砰砰 三声爆响 几乎是同时响起 有胆小的 甚至已经闭上了眼睛 不敢看皮羊羊 头破血流的样子 完了 有人发出一声哀叹 三瓶子下去 就算是铁打的脑壳 也会被敲裂开 但大家很快就愣住了 所有人都露出 不可思议的神情 看着那三个混子 这三人抱着脑袋 一脸痛苦地往后退 嘴中几乎同时 发出惨嚎之声 在他们的指尖 有液体流出 也不知道是酒水还是血水 流得满面猙獰 谁也没看清楚 皮羊羊是怎么夺过酒瓶 反杂到他们头上的 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了 顾天霜完全惊呆了 他根本想不到 皮羊羊居然有 这么惊人的战斗力 果然喜欢吃妖子 和生蚝的男人 就是猛 看到自己的三个小弟 被抱头 威哥的脸孔扭曲 狠狠盯着皮羊羊 抄起一只酒瓶 指着他阴狠说道 小子 你找死 说着 像猛虎一般扑向皮羊羊 手中酒瓶高高举起 狠狠落下 皮羊羊目光一宁 嘴角倾着一丝冷灭的微笑 左手骤然一身 威哥还没反应过来 便觉得右手手腕一紧 一阵剧痛传来 同时 手中酒瓶到了皮羊羊手中 他惊恐后退 但已经晚了 皮羊羊夺过酒瓶 顺势往前一送 瓶嘴直接塞进他的嘴中 由于用力过猛 几颗门牙直接断裂 碰 一声爆响 酒瓶直接在他嘴里爆裂 啊 这一声惨叫 宛如野兽临死时的哀嚎 让人不寒而栗 围观者很多人 汗毛倒数 狠 真不是一般的狠 这他们是狠他妈给狠开门 狠到家了 他们不知道 这几个混混 算是撞在枪口上了 今天上午发生的事 本来就让皮羊羊很压抑 正想找个地方发现 这几个倒霉 催得就凑上来了 威哥满嘴的玻璃茶 鲜血不断涌出 连惨叫都是扎心的疼痛 此时 他意识到 遇到了自己惹不起的人 不过 他不甘心自己吃这么大的亏 指着皮羊羊 强忍嘴里的剧痛 含糊不清地说道 小姐 有种说出你的名字 今天鹅一定要弄死你 皮羊羊 皮羊羊始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淡然回答了一声 威哥说话时 嘴里的血沫子乱飞 一桌子的菜是不能吃了 可惜了这些妖子和生蚝了 皮羊羊一脸肉痛地说道 对于威哥的威胁 他好像根本没有听到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说出自己名字时 人群中一个看热闹的年轻人 立即跑开 去打电话了 顾天双回过神来 惊愕地看着皮羊羊 有些紧张地说道 快走吧 他们叫人去了 威哥和几个小弟 确实出去叫人去了 对着电话 哭诉着自己被打惨的事情 让他叫 这种人 不一次就把他打服 以后会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 很烦人的 皮羊羊起身 淡然说道 小兄弟 你们赶紧走吧 这人不好惹 是这里的一爸 他还有个大哥 听说是哪个堂头的老大 见那几个人出去了 老板娘才赶过来 劝皮羊羊赶紧离开 堂头老大 皮羊羊皱了皱眉 他自然不会把这种人物 放在眼里 这里的损失多少 我赔给你们 他看了一眼大排档内 有不少人趁着混乱直接跑了 店老板自然损失不少 不用 他们经常这里闹事 我已经习惯了 你们赶紧走 别等他把人叫来了 就麻烦了 老板娘一脸焦急 等会威哥叫人来了 少不了又是一场混战 他既担心皮羊羊和顾天霜 也害怕自己的大排档被砸了 顾天霜掏出一叠老人头 放在桌子上 今天这损失是我们造成的 我们应该赔 来到大排档门口 顾天霜转头对皮羊羊说道 想不到你这么能打 刚才你打人的样子 还蛮帅的 皮羊羊笑道 我不打人的时候 也很帅的 你看不出来 都这时候了 还臭眉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能不帅 顾天霜扑哧笑出声来 你一直这么自恋的吗 老板娘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几次想要插嘴 但又不知道说什么 他看得出来 顾天霜的身份不简单 而且皮羊羊也一身名牌 像是出身豪门 最终他摇头叹息一声 只能听之认之 心中祈祷 等会打起来 自己的损失不要太大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这里的时刻 很多人认识威哥 有人上去打招呼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见皮羊羊和顾天霜居然不走 不禁也有些吃惊 这是傻子吧 居然不走 真是不知道死活 他们大概不知道 威哥的大哥是谁吧 要是他们知道是大虾 肯定早就跑了 跑有用吗 打伤了威哥 大虾肯定不会放过他 只要他在青江 躲哪里都没用 也是 以大虾的势力 要弄死一个人 简直不要太简单 等着看吧 大虾来了 看他怎么跪地求饶 围观者议论纷纷 虽然他们见证了皮羊羊恐怖的战力 但依然坚信 大虾来了 皮羊羊就死定了 威哥和那几个小弟 一直死死地盯着皮羊羊 恨不得上去撕碎他 但现在 他们没有这个胆量 见皮羊羊不跑 威哥阴冷地说道 你小子 等着陈青江吧 皮羊羊不屑一顾 抽过一把椅子 对顾天双说道 顾小姐 坐着等吧 顾天双坐下 不知道为什么 他并没有丝毫地害怕 反而心中很踏实 十几分钟过去 一阵机车轰鸣声传来 几辆机车呼啸而至 在大排档前转了几个圈才停下 紧跟着 一辆汗马开了过来 从车上下来一个 戴着棒球帽的年轻人 这人花衬衣 戴着墨镜 嘴里叼着一只大雪茄 走路一摇一晃 像是一只螃蟹 后面还有两辆面包车 从车上下来十几个壮汉 手里拎着合金球棒 机车上的人 纷纷下车 从车上扯出球棒 站在墨镜男身后 虾哥来了 人群中有人惊呼了一声 死死盯着皮羊羊 和顾天双的威哥等人 赶紧转身 虾哥 威哥一开口 血水流出 惨不忍睹 大虾微微醋眉 谁 谁他要这么大胆 敢打我兄弟 大虾拿下嘴中的雪茄 扯着压公嗓 仰头喊着 那神情 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六亲不认 一个被抱头的小弟 立即指着皮羊羊大声喊道 就是那小子 大虾摇摇晃晃 走到皮羊羊面前 一脸不屑地上下看了一眼 小子 敢打我的兄弟 信不信老子叫你横尸街头 皮羊羊淡然看着他 问道 你是哪个堂口的 老子白虎堂的 怎么 现在知道害怕了 皮羊羊轻声一笑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害怕了 大虾顿时大怒 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够嚣张 敢跟老子这么说话 说着 目光落在一旁的顾天霜身上 随即 眼眸中闪过一抹炽热 神气地说道 小子 给你一个选择 这小牛跟我走 我可以只打断你的双腿 留你一命 皮羊羊转头看了一眼顾天霜 淡然说道 他 只怕你带不走 我的腿 也没那么容易打断 小子 既然你不知道好歹 那就怪不得我了 大虾的脸扭曲 往后退了三步 随即双臂一摆 大声喝道 给我上 小牛送我家里去 这小子沉了 那些小弟 早就跃跃欲试 文言 纷纷举着球棒 像皮羊羊扑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道雪亮的灯光照射过来 一阵阵紧急刹车声 此起彼伏 车门开关声 如暴斗般响起 威严的声音传来 一个身穿白色糖装的老者身后 跟着足足有五十名 黑衣墨镜的标形壮汉 快步向这边走了过来 老者一脸威严 眉毛树立 自然透着一股杀气 手上煮着文明棍 目光冷碎 缓缓来到大虾面前站住 那些混混 看到老者这一群人的时候 吓了一跳 大虾甚至往后退了两步 因为他看得出老者身上的气势 同时 也看到了那十几辆豪车 这足以彰显 这老者的身份不简单 但威哥却向脑子抽筋 不知死活地对着老者说道 嘿 老头 人挺多啊 在虾哥面前耍威风 老者目光一冷 转头看向威哥 看到他那凄惨的样子 微微一愣 他身后一个年轻人 看着皮洋洋 低声说道 菜爷 这位就是您吩咐我们 注意的皮先生 怎么回事 老者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皮洋洋和顾天霜 问道 我们在这里吃饭 那几个人来找事 没打过皮大哥 他叫来了这些人 说是要把我 抓到他家里去 还要让皮大哥横尸接头 顾天霜愣了一下 但随即分别指着 威哥和大虾说道 老者的目光更冷了 听完后 转头盯着威哥等人 语气冰冷地说道 是吗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这么做 石像店 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 不然的话 大虾嘴角抽动了几下 没有说话 但威哥一脸猙獰地说道 不然的话 你想怎样 老者的语气冰冷 身上骤然爆出一股 射人的气势 威哥虽然感受到了 老者身上所爆出的杀气 但他仗着有大虾在这里 不服气地说道 不然的话 连你一块丢进青江 是吗 老者手中的文明棍 在地面上重重地顿了一下 看来 是我很久 没在青江活动活动了 现在是个人 就敢把人沉江了 哼 老东仙 你别在这里装大头算 你要是石像 就赶紧滚开 别妨碍老子教训那小子 威哥气势汹汹 血沫四溅地说道 阿龙 阿虎 去把他的满嘴牙打掉 我倒想看看 他没了牙 还怎么说狠话 老者冷力看着威哥 速声说道 是 蔡爷 身后两名壮汉 立即攻身答应 然后举步向威哥走去 你 你们想干什么 威哥骤然感觉到心中一慌 有些惊恐地 看着这两名 面目凶狠的黑衣人 敢碰我威哥 找死 一名小混混怒喝一声 举着球棒 就向这两人冲了过去 随即 又有几名小弟 也纷纷挥动球棒 恶狠狠地向阿龙 阿虎砸去 阿龙 阿虎 面无表情 完全无视这几人的进攻 两人随意一拳一脚 惨叫声响起 几条人影飞了出去 同时 两人手上多了一根球棒 威哥开始还在得意 瞬间就差点吓出尿来 这两人鬼魅般到了他面前 虽然他们戴着墨镜 但他依旧能感受到 他们灵力的目光 瞎哥 他惊骇无比 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但刚刚出口 两根球棒一左一右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颊上 惊悚的骨头碎裂声响起 他的整张脸都已经变形 球棒松开 阿龙伸手在其后脑勺一拍 扑哧 满嘴碎牙 伴随着一口鲜血 直接喷了出来 所有人都呆住了 看到威哥的惨状 耳中充斥着他含糊不清的惨嚎声 大夏的双腿开始颤抖 他混迹街头这么多年 见过不少狠人 而且 他自己也算是狠人 但阿龙阿虎的手段 差点没把他吓出尿来 横尸街头 是谁给你的勇气 是小梁吗 菜爷犀利冰冷 充满杀气的目光落在大虾身上 大虾浑身一抖 双腿不由自主地一软 往后亮腔两步 你 你是菜爷 他心中害怕到了极点 因为他想起了一个恐怖人物 那个人在江湖上 就是被称作菜爷 没错 我就是菜文山 菜爷声音冰冷 带着几分不屑 扑通 大虾再也无法坚持 双膝落地 跪在了地上 身后的一众小弟 全都猛了 不是说 这世上只有软脚蟹吗 怎么这里 跑出一只软脚蟹来了 我去 这是菜爷 怪不得 这下算是踢到钢板了 居然惹到菜爷头上了 还想让别人横视街头 这下悲剧了 路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炸了 菜文山 青江地下世界大楼 就算是五大家族的家主 见到他 也得尊称一声菜爷 这位在青江 可以说是 真正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人物 这家伙 惹到了菜爷头上 那不是毛坑里点打火机 找屎 死吗 耳中听到这些议论声 大虾差点要当场晕过去 虽然他号称是白虎堂堂主 其实就是一个混混头 手下管着百十号混混 开着一个地下赌场 就他这点实力 在菜爷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 现在轮到我问你了 你又是什么人 菜爷缓缓往前一步 俯视着他 鄙夷地问道 我 叫夏得力 他们都叫我大虾 大虾浑身颤抖 不敢与之对视 战战兢兢地说道 菜爷微微醋眉 很显然 他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行吧 看在你还算识趣 今天就不太为难你 不过你敢对皮先生出言不许 还威胁皮先生 小小的惩罚是要的 菜爷直起身子 语气淡然地说道 随即 两名黑衣人 立即来到大虾面前 五十个耳光 打断双腿 算是小成大戒吧 菜爷又淡然说出一句话 刚松一口气的大虾 顿时浑身冷汗 悲凉地哀求道 菜爷 我错了 求菜爷手下留情 但后面的话 被一个个清脆的耳光 给直接打了回去 两个黑衣人左右开弓 清脆的耳光声 响彻大排档 不到二十个耳光 大虾的脸就已经 被打破 鲜血淋漓 肿成了猪头 五十个耳光很快打完 两名黑衣人 结果阿龙 阿虎手中的球棒 毫不犹豫地 狠狠砸在大虾的小腿上 惨叫声撕心裂肺 所有人都经不住 跟着一阵颤抖 大虾带来的小弟 全都惊恐地看着 没人敢挪动一步 没人敢开口说半个字 自己的老大 像死狗一样摊在地上 也没有人敢去扶一下 这就是小城大界 几个小弟管不住阀门 直接来了个水漫金山 滚 蔡爷神情冰冷地扫尸了一眼 沉声喝倒 那些小弟这才猛然惊醒 七手八脚地抬起自己的老大 扶着威哥赶紧撤退 来的时候 有多威风八面 走的时候 就有多狼狈凄惨 皮先生 这是我的电话 以后在青江 不管遇到什么事 一个电话 老朽安前马后 绝不推辞 等到大虾等人离去 蔡文山从身上掏出一张卡片 双手恭敬地 递到皮羊羊面前 皮羊羊没有接 淡然看了一眼 我不认识你 蔡文山有些尴尬的一笑 我叫蔡文山 以后 您可以教我老蔡 见他一直恭敬地弯腰 递着卡片 顾天双伸手接了过来 说道 谢谢蔡爷 客气了 蔡文山松了一口气 没别的事 老朽就告辞了 他恭敬地说了一句 后退三步才直起身子 看到蔡文山带着他的人离去 顾天双好奇地看着皮羊羊问道 你居然还认识蔡爷 皮羊羊淡然说道 我不认识他 他是什么人 青江蔡爷啊 你不认识 那他为什么会帮你 皮羊羊摊了摊手 我长得帅哥 顾天双哥哥一笑 将卡片递向皮羊羊 长得帅 老头爱吗 皮羊羊插了一口气 咳嗽两声 一张脸通红 刚才也没吃好 要不我们再点些东西 接着吃 等到车队离去 顾天双转头 看着皮羊羊 问道 皮羊羊微微一笑 正要说话 手机骤然响起 他看了一眼 不禁微微皱眉 虽然显示的是一串数字 但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苏雪晴打来的电话 皮羊羊 今天可是你把我 从订婚宴上抢回来的 这个时候都不回家 不合适吧 电话接通 里面传来苏雪晴 那怨妇一般的声音 皮羊羊盾石头大 有事 有事没事 你不应该回家吗 难道 你刚把我抢回来 就出去 和别的女人鬼混去了 皮羊羊顿石 有些尴尬 他的手机虽然很破 但声音却不小 就算没有开免提 身边的人也能听得到 更何况 这个时候 顾天双的耳朵 都快要贴到手机上了 好好 我就回来 他赶紧答应 再说下去 还不知道 他会说出什么奇怪的话 挂掉电话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顾小姐 我得回去了 只能下次请你了 顾天双黑黑一笑 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能理解 新婚烟耳骂 要不要让老板娘 再给你考试穿腰子 带回去吃 皮羊羊一副 神在在的样子说道 我之所以点腰子 是纯粹好那一口 顾天双黑黑笑着 别解释 解释多了等于掩饰 苏姐姐这么漂亮 确实很费腰子 皮羊羊知道 说不清楚了 只得苦笑说道 我先走了 他真搞不明白 这小女孩的脑袋瓜里 整天都在想什么 皮羊羊挥了挥手 驱车离开 直到车子 已经消失在车流中 但顾天双 还一直看着皮羊羊 离去的方向 显得有些失神 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身影消失的那一瞬间 他居然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心中空落落的 像是丢失了什么 重要的东西 云顶别墅中 苏雪芹挂掉电话 看向好几次 欲言又止的郑立 说道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看你憋着难受 郑立说道 苏总 我怎么感觉 那小子不靠谱 他居然当着大家的面 吹那么大的牛 苏雪芹愕然问道 他吹什么牛了 你不会忘记了吧 他说 你能拉到五亿的投资 还能重振苏家 郑立瞪大双眼 惊讶地说道 苏雪芹用手机顶着额头 醋没说道 我正在头疼呢 当时 我头脑发热 居然还答应了 你不怪他 郑立诧异地问道 我为什么要怪他 他当时 也是见我背二叔 二审他们 逼得没有退路了 才这样说的 苏雪芹淡然说道 可是 这五亿怎么解决 还限期半个月 郑立有些苦闷地说道 怎么解决 只能我自己想办法了 苏雪芹的心中很乱 说是想办法 其实没有一点头绪 别说他现在拉不来武艺 就算真的有人愿意帮他 只怕也会因为顾忌 叶家 而不敢与他合作 苏总 你不会真的 对他动心了吧 当初你可是说 只是用他做挡箭牌 废掉与叶家的婚约 郑立看到 苏雪芹头疼的样子 又惊疑地问道 苏雪芹 微微一愣 随即说道 我和你说过了 他曾经救过我 我找他帮我 不完全是让他做挡箭牌 难道 你认真的 就算当年 他救过你 你也没必要 以身相许吧 这都什么年代了 要报恩有的是方法 郑立惊恶地睁大双眼 紧紧盯着苏雪芹 我和他签订了一年的协议 这一年 我们彼此相互了解 如果一年后 我真的爱上了他 那就顺其自然 这算是 给他一次机会 同时也是给我一次机会 郑立看到他那认真的样子 知道他早已经做好了决定 默认比他了解苏雪芹的性子 苏雪芹决定了的事 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轻轻叹了一口气 郑立有些无奈地说道 希望他不要真的像传说中的一样 郑阳阳回到别墅中 推门看到苏雪芹躺在沙发上 身上盖着毯子 像是睡着了 他轻轻把门关上 正准备上楼 苏雪芹忽然醒了 回来了 饭菜在厨房里 让阿姨给你热一下 他揉了揉眼睛 说道 郑阳阳心中微微一动 这种语气 这种感觉 有点熟悉 但又很陌生 三年前 他刚和秦玉杰结婚的时候 也曾经没赶上 饭点回家 秦玉杰也说过同样的话 只是 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回忆 甚至已经逐渐淡去了 他本来想说 自己已经吃过了 但话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嗯 我自己去热就是 不用 你现在 是这家里的男主人 那就得有男主人的样子 苏雪芹坐起 走到他面前 上下仔细地看了他一遍 微笑说道 皮洋洋被他看得有点头皮发麻 大姐 我这男主人 只是协议上的 咱们是在演戏 您不会忘记了吧 但苏雪芹 已经让佣人去热饭菜了 姑爷 请稍等 饭菜马上就好 听到这句话 皮洋洋产生了幻觉 觉得自己 真的成了这个家的男主人 成了苏雪芹的丈夫 饭菜很快热好端了上来 今天 你就随便吃点 以后你喜欢吃什么 就和阿姨说 我让阿姨给你做 苏雪芹 直接坐在了餐桌边 看着皮洋洋说道 皮洋洋抓起筷子 狼吞虎咽 我没有忌口 什么都吃 不需要 特别为我做 他一边吃着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这时 郑力走了过来 有些冷淡地说道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话刚出口 苏雪芹 立即转头盯向他 后面的话 就咽了下去 皮洋洋没有理会 快速扒拉完一碗饭 打了一个宝格 我吃好了 放下碗筷 起身说道 嗯 你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苏雪芹点了点头 再次回到客厅 在沙发上坐下 什么事 皮洋洋 在他对面坐下 苏雪芹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过来 我又不会吃了你 皮洋洋指的过去 挨着他坐下 鼻子中 传来他身上淡淡的体香 不禁有些热气翻腾 今天的事情 叶家人肯定非常愤怒 这几天 你待在家里 不要乱出去 皮洋洋一愣 为什么 叶家是武学世家 叶峰柳 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你要是出去 小心他找你麻烦 苏雪芹微微醋眉 有点担心地说道 皮洋洋转头 看着他 露出一丝渐渐的微笑 你这是 在担心我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不想因为我的事 让你受到伤害 苏雪芹说道 皮洋洋说道 我可以不出去 但你呢 叶峰柳的目标 可是你 而且你不要忘记了 你可是当着老爷子的面说过 要拉到武艺投资的 苏雪芹翻了他一眼 富翡道 那是你说的好不好 不过 这句话 他没有说出来 因为皮洋洋说的没错 自己联合他 让叶峰柳丢尽了面子 叶峰柳 肯定不可能 轻易放过他的 哼 你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你吹牛 苏总怎么可能会做出 这样的承诺 苏雪芹没说话 郑立忍不住 轻哼一声说道 皮洋洋双手一摊 一脸无辜地说道 当时那种情况 我要不这么说 难道任由他被人斥责 再说了 他既然能当上 苏氏集团的总裁 拉来武艺的投资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吧 你知道什么 别说现在苏总 已经不是总裁了 就算是 有业家在 谁敢和苏家合作 郑立越说越愤怒 皮洋洋淡然说道 反正我相信我老婆 这点小事他肯定能做到 我困了 去睡一会 一边说着 一边打了一个哈欠 往楼上走去 无赖 郑立恨得牙洋洋 盯着他的背影 恨恨地说道 丽姐 我说了 这是不怪他 我也困了 苏雪芹起身 对郑立说道 好 你们俩去睡 我来想办法 我能想什么办法 郑立一脸的苦恼和无奈 原本已经上楼的皮洋洋 转过头来 看向苏雪芹 一脸的期待 郑立的这句话 怎么像是在暗示什么呢 但他很快失望了 苏雪芹 直接上了三楼 皮洋洋看着 门神一般的熊大熊二 只得无奈地回到 属于他的卧室 躺在床上 皮洋洋心中 不禁失笑 区区五亿 就把协议老婆 给难住了 要是他知道 我欠着一千多亿的奶粉钱 不知作何敢想 不过 只是五亿的话 对他来说 倒不算什么事 就像之前 支持秦家一样 在他的能力 范畴之内 之前抢婚结束 皮洋洋就想过 如果自己能把 苏氏集团扶持起来 倒是可以借着 苏家的集团平台 来达成一千多亿 奶粉的这个目标 所以 这也是他决定试一试 促使苏雪芹 应下了拉资金之事的原因 四日早上 皮洋洋再次被应醒 看来这妖子 是不能多吃 凉水冲了一个澡 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 出了卧室 来到客厅 苏雪芹正坐在沙发上 放下手机 脸上扶着舒心的微笑 看样子 刚才的电话 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怎么 有什么好事 这么高兴 皮洋洋下楼 看着他 有些诧异地问道 先吃早餐 苏雪芹的确显得很舒心 郑立一脸狐疑地 看着苏雪芹 问道 苏总 是不是 资金有希望吗 苏雪芹兴奋地说道 是 刚才这个电话 是四海投资的董事长 童月打来的 他说有兴趣投资 苏氏集团 让我今天晚上 去翠微山庄面谈 郑立文言 惊喜说道 是吗 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苏总 看来天无绝人之路 两人激动得差点 就要手舞足蹈 嗯 晚上你陪我一起去 争取今天晚上 就把合作意向敲定 苏雪芹下意识地握了握拳 一副必定成功的神态 好 我和你一起去 郑立高兴万分地答应 昨天 还在为这件事愁眉苦脸 没想到一早上起来 就柳暗花明了 你怎么不高兴 看到皮洋洋 已经坐在了餐桌边 抓着油条再啃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皮洋洋大口啃着油条 说道 高兴 我当然高兴 一边说着 一边撑着脖子咽下一大口油条 忍不住打了一个阁 郑立的眉头 拧得更紧了 这就是一吃货 一根油条 活生生被他 吃出了山珍海味的样子 对了 四海投资是什么公司 我怎么没听说过 皮洋洋喝了一大口豆浆 才指住格 转头问道 你还真是两耳部 文窗外事 一心只做软饭男 连四海投资都不知道 郑立翻了一眼 有些嫌弃地说道 皮洋洋理直气壮地说道 他很有名吗 我必须知道 苏雪晴有些无奈看了他一眼 说道 四海投资 是青江四大投资公司之一 是投资界的巨无霸 皮洋洋 呕了一声 你们昨天不是说 有业家在 没人敢投资苏家了吗 这个什么四海投资 不怕业家 郑立微微一愣 随即没好气地说道 你什么意思 难道 你还怀疑这件事的真假 那倒不是 就是好奇问问 皮洋洋拨开一颗鸡蛋 塞进嘴中 我和佟总 曾经见过两次面 他这个人蛮真诚的 做事不拘一格 这次他肯定知道 我们苏家的危机 但同时也是机遇 所以他才会对这次 投资感兴趣 苏雪晴耐着 性子解释道 刚才皮洋洋的话 的确让他心中 有了一丝怀疑 但随即在心中 否定了 而且 现在他已经无路可走 只要有一丝希望 他都必须抓住 那行吧 预祝你们 今天晚上的谈判 能成功 皮洋洋 再次打了一个宝格 起身说道 你又要出去 看到皮洋洋手上 抓着车钥匙 苏雪晴猝眉问道 我 我约了一个朋友 说让我上 他家去给他看看风水 皮洋洋脑子一转 临时编了一个借口 看风水 你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 你知不知道 别人怎么说你的吗 他们都说 你是神棍 是骗子 正立不屑地 吃笑一声 说道 皮洋洋一脸傲然地说道 我纠正你一下 我不是把自己当大师 而确实是大师 世俗之人 根本不知道我的厉害 所以才会胡说八道 诋毁我 我看你才胡说八道 就你 还大师 你知道大师是什么段位吗 就连天龙山上的义伟 道长都不敢自称大师 正立冷笑 像是看疯子一样 看着他 觉得皮洋洋 就是在吹牛 皮洋洋 翻了他一眼 也懒得解释 挥挥手 说了你也不懂 白白了您呢 说着 直接往外面走去 正立还要说话 苏雪晴双眉微足说道 下午记得早点回来 送我们去脆微山庄 他自然也不相信 皮洋洋所说的 他是什么大师 在他的认知里 所谓大师 那只是电影里 或者传说中的存在 不过 他并没有勉强皮洋洋留下 反正要晚上 才去见童月 把他留在家里 反而影响他做准备工作 皮洋洋头 也不回得举手摆了摆 表示自己知道了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皮洋洋 其实并没有吹牛 而且他还把自己看低了 他在五岁时 被天洋上人收养 成为其唯一弟子 皮洋洋天赋一柄 修炼神速 不到二十岁 天洋上人就感叹 受无可受了 天洋上人告诉他 他是几百年来 罕见的修炼奇才 现在的皮洋洋 其实已经半之久 步入天师之列 只是他自己 对此没有意识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觉得 自己的师父本事 其实并不是特别厉害了 所谓天师 可不是常人所认知的 深山道士 天师是几百年 难出奇异地修道奇才 是道士的巅峰成就 真正的天师 万人敬仰 威慑一方 同盈阳 小八卦 经医术 善武道 知天文 小地理 把脉断生死 忘记关贫富 巡龙点穴 捉鬼布阵 都是不在话下 当天师心境 修炼到一定程度 便可出神入化 上天入地改换江山 荣华富贵 只是弹指之间 甚至历经劫难 与话登仙 不过 别说一半的世人 不知道天师的厉害 就连皮洋洋自己 也不清楚 自己已经半只久 踏入了天师行列 他更不知道 只要自己摒弃红尘 尽心苦修 终有一日 会羽化飞升 但眼下他红尘未了 倒是真的 绅士之谜 师父所欠的天价奶粉前 还有莫名其妙 签订的结婚协议 将他击办于这滚滚红尘 出了别墅 皮洋洋松了一口气 车子开出小区 他漫无目的地 拐进一条街道 往前开去 并没有什么朋友 约他去看风水 只是纯粹地不想 待在别墅里 守着一个协议妻子 还要整天看着 郑立那张臭脸 不爽 还不如去罗汉山上 打坐修炼 免得虚度光阴 但他刚刚开出几百米 目光忽然一凝 因为他察觉到 有一辆车 从他出别墅小区 就跟着他的车了 他没有停车 也没有减速 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开 为了确定 是不是被盯上了 他有意转了几个接口 最终确定 确实是被跟上了 不管他怎么转弯 加速 减速 那辆车始终保持 几十米的距离 紧紧咬住不放 他嘴角撇起一丝冷笑 看样子 叶峰柳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来报复他了 他想了想 往郊外开去 既然这些人 要找他麻烦 那就去个僻静点的地方 把麻烦解决掉 这两天 皮阳阳心中 本来就压抑得厉害 和秦玉杰离婚 被苏雪晴拉 去当挡箭牌 都让他觉得很压抑 这些不开眼的 既然找上来了 那就正好拿他们当沙包 好好发泄一下 车子很快开出城区 过了青江七桥 车流就少了很多 往前 是一片荒地 还没开发 连接七桥的路 还没有全线贯通 根本没什么车往这边来 但那辆车 毫不犹豫地跟了上来 而且 刚过桥 又有三辆车跟了上来 皮阳阳骤然提速 往远郊一座废弃的化工厂 飞驰而去 后面四辆车紧追不舍 一路风驰电撤 十几分钟后 车子拐进一条被废弃的公路 化工厂已经废弃多年 各种设备都残破不堪 厂房都倒了不少 厂区内 荒草丛生 一片荒凉 皮阳阳在操场上停住 推门下车 冷然看着追来的四辆车 车门打开 从车上下来十几个人 领头之人不足一米六五 顶着一颗光溜溜的大脑袋 像是一枚包了壳的卤鸭蛋 粗短的脖子上 套着一根比狗链子 还要粗的金链子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手指上一枚硕大的蓝宝石戒指 一件大红牡丹花衬衣 大肚男高高挺翘 看上去就像是一名 一夜暴富的爆发户 三角眼中 透着几分音质与狠力 嘴中叼着一只大雪茄 神气十足地往前几步 冷然看着皮羊羊 其他十几个人 清一色的黑色礼帽 戴着墨镜 手上拎着一根合金球棒 气势汹汹 光头狠狠吸了一口雪茄 冲着皮羊羊缓缓吐出 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小子 挺懂事啊 知道往这里带 看来你已经给自己 选好了风水宝地 随即 他左右看了看 说道 皮羊羊没有动 玩味地看着他 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跟着我 钢子 告诉他 光头伸手摘下雪茄 气势很足地说道 一名黑衣人 踏前一步 伸出自己的胳膊 一脸傲然地说道 小子 青龙会知道吧 这位守门青龙 会四大天王之一 方琪 皮羊羊 这才注意到 在这人的胳膊上 闻着一条青色飞龙 张牙舞爪 皮羊羊仔细看了看 轻轻摇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没听说过 不过 你这闻得也不好 像小泥丘 要不改名叫泥丘会吧 你 方琪琪的肥脸抖动 愤怒地盯着他 狠狠说道 小子 你敢侮辱我青龙会 你死定了 皮羊羊叹息一声 看了十几个壮汗一眼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么多泥丘 一锅会有点费劲 妈的 本来只想废了 你双脚的 现在看来 你是真的在找死 刚子怒吼 手中球棒猛然举起 大哥 别跟他废话 弄死他挖个坑白了 另一个小弟 也挥舞球棒 大声叫嚣 方琪双肩一耸 小子 这可是 你自己找死 我的兄弟 发起火来 我可管不住 一边说着 一边后退几步 双臂一摆 十几个壮汗 立即围了上来 虎视眈眈 等一下 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 皮羊羊忽然喊道 所有人都愣住 狐疑地看着他 小子 现在球饶已经晚了 怪只怪你胆子太大了 惹了不该惹的人 刚子宁笑着 手中钢管转动一下 就要砸下去 我说我要求饶了吗 我是想问问 你们是谁派来的 皮羊羊不屑地说道 不过 现在我大概明白了 随着后面那句话出口 皮羊羊突然动了 拳出如风 腿影如山 几声闷哼接连响起 刚子手当气冲 被一拳打在鼻梁上 鼻子顿时塌陷 连闷哼声都带着血墨子 往后倒飞出去 几条人影几乎同时飞起 重重地落在荒草丛中 这里多年荒废 草丛中掉落不少 残砖烂瓦破木头 人体重重砸上去 传来清晰的骨头断裂声 惨叫声响起 惊飞了几只在厂房中 羞气的小鸟 方琪和那几个 还站着的小弟 一脸惊愕 有人甚至双腿打颤 他们压根 就没有看清楚皮羊羊 是怎么出手的 自己的兄弟 就莫名其妙地飞了出去 皮羊羊的手上 多了一根球棒 他正冷然地看着方琪 问道 叶峰柳叫你们来的 哼 好好活着不好吗 叶少的女人 你也敢抢 方琪虽然震惊 但他并不畏惧 在清江 没人敢惹青龙会 更没人敢惹叶家 皮羊羊轻轻摇头 你说错了 是他想抢我的女人 我只是把我老婆领回家 他怎么可以颠倒是非 是仗着他家有矿吗 小子 得罪叶家 你 还有苏家 都别想 在清江待下去 如果你不想死 现在就自断双腿 立即滚出清江 或许叶少会 给你一条生路 方琪阴狠地说道 皮羊羊恶然说道 看来 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还是你觉得 就凭你们这个什么狗皮 你求会 真能把我怎样 方琪气得面色铁青 将手中雪茄丢在地上 一脚踩上去 狠狠碾压 看来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他冷冷说着 缓缓伸出右手 一名小弟立即递上一根球棒 老子已经多年没动手了 今天就让你小子 见识见识 清江齐爷的厉害 他舞动了一下球棒 傲然说道 皮羊羊淡然一笑 将手中球棒抛掉 不懈地说道 就算你成精了 那也是尼丘 废了他 方琪怒不可遏 抱和一声 举着球棒 狠狠向皮羊羊冲去 那几个还站着的小弟 虽然有些畏惧 但自己的老大 都亲自上阵了 自然不敢闲着 而且 清江齐爷赫赫有名 他今天在青龙会的地位 可是凭着真本事 杀出来的 皮羊羊冷冷一笑 双脚骤然一动 身子形如鬼魅般 往前一飘 所有人感觉到 有些不对 甚至觉得 后背发凉 想要后退 但一切都晚了 随着几条人影飞出 一切归于平静 方琪手中的球棒 已经不知去向 粗壮的右手臂 面条般垂下 双膝跪地 浑身剧烈抖动 肥胖的脸上 汗水滚落 他的整条手臂 骨头寸寸断裂 双腿骨也被砸断 根本站不起来 而皮羊羊 就站在他面前 不懈地看着他 手上又莫名其妙 多了一根球棒 缓缓从方琪的小腿上挪开 你说这里是风水宝地 应该是早就 看上这里了 皮羊羊丢掉球棒 一把抓着他衣领子 和金链子 直接拖着 往场区一侧走去 方琪被金链子勒得 直翻白眼 差点背过气去 好在很快 皮羊羊 把他拖到一个蓄水池前停下了 皮羊羊将 他丢在蓄水池旁 指着恶臭熏天的池水说道 现成的坑 不错吧 方琪惊恐地看向水池 只见里面 漂浮着老鼠 猫 蛇 狗等动物的尸体 水面上浮着一层 黑油油的垃圾 看一眼就觉得 胃里翻江倒海 不要 他浑身一抖 下意识地哀求出声 他是狠人 但还没到狠起来 连自己都杀的地步 真要是被这臭水池给淹死 那岂不是一臭万年 就算是倪丘 那也是有尊严的好吧 我倒是听说 这里曾经出过几次大案 死了好几个人 所以 你在这里也不会寂寞 说不定还有机会 凑成一桌麻将 皮羊羊一边淡然说着 一边缓缓抬脚 踩在他的后背上 饶命 方琪立即发出一声 惊恐的惨叫 浑身剧烈抖动 一股寒意 从尾驴骨直打脑顶 不想死 那也行 皮羊羊 其实并没有真的想要杀他 目光冷丽地看着他 韩生说道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 最好不要来惹我 更不要打扰我的老婆 我是光脚的 可不怕他这个穿鞋的 好好 我一定把花带到 方琪赶紧点头 现在 不管皮羊羊要他做什么 他都会毫不犹豫答应 记住了 以后别跟我玩什么花样 不然的话 就算你藏进泥里 我也能把你挖出来 让你变成一条死泥丘 皮羊羊一脚将他踹翻 再次冷冷地说道 不敢了 以后 我见到你就绕道走 方琪都要哭出来了 皮羊羊这才转身 向自己的车子走去 离开废弃工厂 正准备回城 顾天双突然打来电话 皮先生 方便吗 电话接通 里面传来他那敲咪咪的声音 整个皮羊 扬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 方便 我怎么会不方便 然后 他也敲咪咪地说道 但很快他反应过来 为自己刚才的动作 而感到羞耻 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为什么要搞得 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那 你能不能来一趟 青江商学院 顾天双的声音 恢复了正常 充满期待的问道 青江商学院 去那干嘛 皮羊羊一愣 哎呀 我在这里上学了 不能离开学校太久 昨天吃饭 不是被人捣乱 没吃成吗 今天我请你 你要是怕苏姐姐拧耳朵 那就下次 听着他那调侃的声音 皮羊羊轻声一笑 立即傲骨铮铮地说道 笑话 我为什么要怕他 哼 口是心非 不怕 你倒是来啊 我就在学校南门对面的 咖啡餐厅里等你 顾天双的声音 充满诱惑 好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 皮羊羊雄性 何尔猛爆发 当即答应 挂掉电话 他倒是愣了一下 痴丫头 居然还是学生 他叫我去是想做什么 而且 昨天还见过 就这么急不可耐吗 他掰了一下反光镜 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 叹息一声 太帅了眼泪 驱车来到商学院南门 很快找到对面的一家咖啡餐厅 进入咖啡厅 左右看了一眼 顾天双就坐在靠近窗户的一个卡座中 他走了过去 大咧咧地坐在他对面 嗯 说吧 找我来有什么事 皮羊羊不相信 顾天双这么急着找他 就是为了请他吃一顿饭 顾天双微笑看着他 说道 你不是说 我最次也得在咖啡餐厅吃饭吗 你看看 还满意吗 皮羊羊愣了一下 当时他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这丫头 居然当真了 你 真的就是为了请我吃饭 他有些狐疑地问道 顾天双轻声一笑 转身从沙发上拿起一个装饰精美的黑色盒子 摆在桌子上 手机 皮羊羊一愣 这是一部没开松的手机 而且 是一部售价过万的国产高端机 你那手机太破了 该换了 顾天双那青葱一般的手指 在手机盒上轻轻地敲击着 说道 我手机很好用 就没必要浪费了吧 皮羊羊看了一眼手上的破旧手机 神情有些不舍 还很好用 接个电话 十几米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以后我要是半夜给你打电话 苏姐姐不是全听去了 顾天双眨着眼睛 神秘地说道 行行行 我 我换 皮羊羊心里有点发毛 这丫头 说不定还真能干出半夜打电话的事来 虽然她并不怕被苏雪晴听到 但协议里有约定 在协议期内 不得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 她可不想因为几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让苏雪晴找到借口扣她的工资 顾天双立即露出高兴的笑容 熟练地拆开手机盒 取出里面的手机 又贴心地拿过皮羊羊的旧手机 将手机卡换进去 开机 手机激活后 她首先把自己的手机号存进去 然后满足地将手机递给皮羊羊 你看看 满意吗 不行再给你换一部水果机 别 这就挺好 多少钱 我赚给你 皮羊羊立即拒绝 她对手机品牌没什么感觉 但不怎么喜欢进口手机 不把我当朋友 还是怕苏姐姐问起来 不好交代 顾天双歪着小脑袋看着她 一脸的戏血 皮羊羊顿石头大 有些不自然的一笑 那好吧 谢谢啊 顾天双摆了摆手 喊道 服务员给她上一杯卡不齐磨 现在距离吃饭的时间 还有点早 所以她先点了一杯咖啡 你在上学 怎么有时间泡餐厅 皮羊羊拿着手机在研究 一边随口问道 上午的课我没兴趣 再说了 我得请你吃饭 昨天晚上要不是你 我就被欺负了 见皮羊羊一脸疑惑的样子 她忽然低声问道 你不会没上过大学吧 皮羊羊坦诚说道 没有 高中都没上完 当年 倒不是她师傅不愿意送她上学 而是她要学本事 学习根本就是一塌糊涂 好几次 差点把老师气吐血 后来 天羊上人 索性就不让她去学校了 哦 对不起啊 我 我没有看不起 你的意思 你的本事这么大 好多上过大学的 可能都不如你 顾天双似乎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有些紧张地说道 皮羊羊轻声一笑 没事 你都把我当朋友了 我怎么会这么想 其实 她的心中 刚刚的却想起了一些事情 秦玉杰 秦玉羽就曾经当着她的面 无数次说起她 连个高中都没上完 和文盲没区别 满满地看不起 不过也只是心中动了一下 对于这些事 她早释怀了 就在这时 顾天双的手机响起 她的手机就摆在桌子上 皮羊羊下意识地看去 只见上面显示 一串数字 没有任何备注 但顾天双 在看到这个号码的时候 一双月牙眉明显地猝了一下 并不急着接通 怎么不接电话 万一找你有事呢 皮羊羊见她不想接电话的样子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一个讨厌的人 不想接 电话响了一阵 她最终还是没接 断掉了 但很快又再次响起 讨厌 顾天双厌弃地说了一声 就要挂断电话 你不接 她就会一直打 不烦啊 皮羊羊说了一句 顾天双看向她 忽然露出两颗小虎牙 轻声一笑 你说得对 看到她眼眸中 闪烁出的脚峡光芒 皮羊羊心中 不禁咯噔一下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了上来 我在南门对面的咖啡餐厅 你来吧 接通电话 顾天双很干脆地说了一句 然后挂掉电话 皮羊羊有些好奇地问道 谁啊 你朋友 顾天双神秘地一笑 说道 待会你就知道了 然后 有些心虚地低头 轻轻地喝着咖啡 半个小时后 一辆宝马五系车 开到咖啡厅前 从车上下来一个 风度翩翩的年轻人 手上捧着一束火红的玫瑰 下车后 她又弯腰 对着反光镜仔细地捋了捋头发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装 又掏出一块手帕 在原本就光亮的 能当镜子的皮鞋上 擦拭了一下 这才意气风发地 向咖啡餐厅中走来 咖啡餐厅中 零零散散坐着十几个年轻人 几乎都是商学院的学生 这个男人的出现 立即引起了几个女生的注意 热切的目光 全部落在她身上 男人进来后 目光很快锁定了顾天双 一脸微笑走了过去 然而 她刚走几步 神情骤然改变 因为她看到 在顾天双的对面 还坐着一个男人 来了 顾天双很自然地举手 挥了挥 让其他的女生 立即叹息了一声 皮鞋阳转头看去 呦 帅哥 年轻男人也在盯着她 俊秀的脸孔有些扭曲 眼神中充满了狐疑和嫉恨 她就这么捧着鲜花 站在皮鞋阳身旁 她是谁 片刻后 年轻男人面色有点黑的问道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朋友皮鞋阳 这位叫李登高 中兴医院综合部的主治医生 顾天双很自然地 为两人做着介绍 说完 她又对皮鞋阳称声说道 杨阳 你还坐那里坐什么 没看到来客人了吗 快坐过来 皮鞋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一声 甜得有点发腻 她在看到李登高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明白了 自己又成了挡箭牌 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第一眼看到 李登高的时候 就对她没有丝毫好感 虽然很帅气 甚至看上去很有风度 但总给她一种冷傲的感觉 她很自然地起身 坐在了顾天双的身边 李登高隐约觉得 皮鞋阳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但是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在哪里听到过 坐呀 既然来了 中餐我请客 顾天双见她在发愣 又招呼道 李登高的脸庞 微微扭曲 目光中的嫉恨 逐渐转变成愤怒 顾天双 你是故意的吧 顾天双一脸愕然 怎么这么说 这不是巧了吗 我请羊羊吃饭 恰好你也要来 我就一起请了呀 你既然约了我 为什么又叫一个外人在这里 李登高毫不掩饰自己的嫉恨 顾天双微微一笑 我纠正你一下 是我先约了他 然后才接到你的电话 李登高的面色更加黑了 叫得这么亲热 还是他主动约的皮洋洋 自己成了电灯泡了 心中的嫉恨 蹭蹭上涨 他不甘心自己 就这么被淘汰 坐了下来 因为他也感受到了 店子里所有的人 都在关注这边 再站着 他只会更加难堪 再上杯咖啡 对了 你喜欢喝什么样的 顾天双一脸微笑 热情洋溢 我 随便吧 李登高没好气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你爱喝什么 那就来一杯白开水吧 顾天双毫不犹豫地 对服务员说道 服务员愣了一下 狐疑地看着李登高 就白开水吧 李登高有些性性然 摆了摆手 现在他喝什么 都淡然无味 这时候 店里的一些顾客 已经开始在议论了 这是要上演 两男抢一女的戏码 这俩人 不会打起来吧 这两个男的都挺帅的 不过 后面来的这个更加有形 开始那个给人的感觉 有点脾里脾气 不过 我更喜欢前面那个 更帅 帅能当饭吃啊 好在咖啡餐厅中 一直放着音乐 这些议论声 他们三人根本听不到 花送给你 是你最喜欢的卡罗拉 李登高强行让自己平静 坐下后 很绅士地 将手中的鲜花 捧向顾天双 谁说我最喜欢卡罗拉了 顾天双醋眉 赶紧用手掩住鼻子 我这几天对花粉过敏 赶紧拿开 李登高一愣 赶紧把花收回 关心地问道 什么时候花粉过敏了 要不要去医院 我让人帮你检查一下 就你们医院那医术 我看还是算了吧 要检查我 也得让杨阳帮我检查 顾天双转头 看向皮杨阳 满眼的崇拜与情谊 李登高的面色 变得十分难看 狠狠地盯着皮杨阳 不懈地说道 他是医生 请问在哪个医院高救 是什么职务 皮杨阳淡然一笑 我算不上什么医生 不过懂一些医术 李登高一愣 随即哈哈笑了几声 不会是江湖郎中吧 皮杨阳不在意地说道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李登高吃笑一声 看着顾天双 说道 天双 你怎么回事 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怎么了 你们医院这么多专家 都治不好我爷爷的病 但他给治好了 你凭什么看不起他 顾天双有些冷力地说道 李登高掖住 一张脸都憋红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杨阳 你是说 你爷爷的病 是他给治好的 这怎么可能 你的意思是 我再说下话 顾天双露出不悦的神情 不 不是 李登高有点慌乱 随即目光一闪 就算是他治好的 那也是瞎猫 碰到死耗子 凑巧了 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我爷爷是死耗子 顾天双差点跳了起来 一脸愤怒地看着李登高 我 李登高彻底梦了 慌乱地说道 我不是那意思 我 我就是打个比方 比方 比原也不行 那是我爷爷 你敢拿他开玩笑 你赶紧走 我不愿意看到你 顾天双像是真的怒了 皮杨阳却微微一笑 他心知肚明 这妮子是在借题发挥 想要赶走李登高 小双 别生气了 李医生这么厉害 肯定碰到过不少死耗子了 他淡然说道 顾天双先是一愣 随即扑斥一笑 便也没有再说什么 李登高不敢再继续这个话题 他心中也很清楚 顾天双是想要赶走他 既然这样 他还就不走了 天双 这花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那花拿圆点 要不丢垃圾桶里去吧 顾天双 一直掩着鼻子 一脸的嫌弃 李登高兴欣然转身 将手中的鲜花 塞到过来送白开水的服务员手上 给你了 服务员愣了一下 随即惊喜地说道 谢谢 顾天双 他到底哪里比我好 我可是幽国名牌大学留学回来的 他就是一个江湖土郎中 你为什么 就看不上我 李登高心中 憋着一口气 傲然地看了皮羊羊一眼 我看得上看不上 和学历没关系 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脚知道 顾天双很认真地说道 你可是堂堂顾家的大小姐 我李家 虽然比不上你们顾家 但我李家 是医学世家 在清江 也算是生命显赫 而他算什么 不过 是一个软饭男 小白脸 专门骗老头老太太的神棍 李登高 在平静下来后 总算想起了 皮羊羊是谁了 越说越激动 恨不得将皮羊羊 贬得一无是处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我告诉你 他可是 我爷爷的救命恩人 顾天双一脸的不高兴 截断李登高的话说道 你不用想了 如果你不想以后 我们彻底成末路 就应该明白 我们是不可能 在一个锅里吃饭的 不等李登高开口 顾天双又很严肃地说了一句 李登高心里憋得更厉害了 他嘴角抽动几下 目光之中 透出鄙夷之色 陈生说道 昨天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了吧 什么事 顾天双冷淡问道 李登高说道 他刚离婚 就和苏雪清领正结婚了 昨天还大闹叶家 和苏家的订婚宴会 搞得满城风雨 这我当然知道 顾天双再次截断他的话 一脸的不在乎 这才是一个爷们该干的事 你 你什么意思 李登高一脸惊疑 明知道 他和苏雪清领正了 你 还和他在一起 结婚了 不是可以离吗 他又不是没离过 说不定没多久 两人离了呢 顾天双很淡然地说道 皮洋洋顿时一脑门黑线 这妮子 这么狠 我才结婚 就想着要我再离婚 我就这么寸吗 幸好是假结婚 这要是真的 那不是太灰气了 疯了 顾天双 你完全疯了 要是你家里知道 你这么乱来 肯定会被你气死 李登高差点跳了起来 那是我家的事 就不劳烦 你李医生费心了 顾天双不屑地说道 然后 很不耐烦地说道 算了 点菜吧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些问题 说着 冲着服务员招了招手 杨洋 昨天晚上的 妖子给力吧 要不我再给你点一份 爆炒腰花 还点一份西兰花 据说这东西 也能不慎 他接过平板 向皮洋洋靠近过去 胸前的柔软紧紧 贴在皮洋洋的胳膊上 轻葱欲指 指着上面的菜名 偏头询问 皮洋洋下意识地摸了摸鼻翼 有些尴尬 李登高气地 差点鼻子里喷烟 猛然站起 你们吃吧 我走了 说完 怒气冲冲地向外面走去 顾天双的所言所行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怎么这么消气 顾天双不屑地说了一声 你不吃 我们吃 慢走不送 你这么讨厌他吗 饭菜很快送了上来 看着那一盘爆炒腰花 皮洋洋 好奇地问道 刚才顾天双所说的话 换做任何一个男人 都受不了 嗯 很讨厌 顾天双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是在一次酒会上 认识他的 他这个人傲得很 一直把自己 是从幽国留学回来的事情 挂在嘴边 总觉得高人一等似的 就因为这个 你就讨厌他 皮洋洋问道 他要不纠缠我 随便他怎么炫耀 可是 他在那次酒会 认识我之后 问我的一个朋友 要到了我的手机号 从此以后 就经常打电话骚扰我 我每次都直接和他说清楚了 说我们不合适 而且 我现在还在上学 不考虑这些事情 顾天双有些厌弃地说道 你都这么说了 他还缠着你 皮洋洋有些惊讶 作为一个男人 是要有尊严的 被一个女孩 这么直白地拒绝 换做他 肯定不会继续纠缠 你小看他了 他就像是一块狗皮膏样 粘上了就甩不掉 这还不算 气人的是 他还经常跑到我学校来送花 和我的同学胡说八道 搞得大家都以为 我是他女朋友 顾天双气呼呼地说道 皮洋洋恶然 这就有点过分了 岂止是过分 这样的人 就是金玉奇表 我都怀疑 他那学历是花钱买来的 听到顾天双说的这些话 可以确定他对李登高 确实没有丝毫的好感 别说了 说多了恶心 说到后面 顾天双厌气地补上一句 皮洋洋没再问下去 他对李登高 其实并没有兴趣 只是随口问几声 不是 你这么关心他 不是吃醋了吧 忽然 顾天双惊愕地看着他 皮洋洋 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一脸无辜地说道 我乃关心他了 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 随口问问 哦 顾天双 似乎有点失落 轻轻呕了一声 但随即他又笑着说道 爆炒腰花不错吧 记得都吃完 可不要浪费哦 听着他那怪怪的语调 皮洋洋夹起一块腰花 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吃完饭 顾天双说道 以后有时间记得来找我玩 不过不要让苏姐姐知道 你要是被他打了 可不能怪我 皮洋洋善然一笑 我和你又没什么 他为什么要打我 再说了 我是男人 难道我还怕他 嘿嘿 希望你到时候 不要怂 顾天双笑了笑 买单后出了餐厅 我回学校了 再联系 拜拜 顾天双轻盈转身 冲着他挥了挥手 往对面走去 皮洋洋看着他的身影 有些愣神 认识他还不到三天 便觉得 这个有点古灵精怪的女孩 好像很有意思 小屁孩 看到他进了笑门 转身向自己的车子走去 但他刚到车子面前 便发觉不对头 几个头上 染得五颜六色的小混混 摇摇晃晃地围了过来 他看了这几个人一眼 目光落在一个人身上 那人是李登高 他居然没有走 而是找来了人 在这里等着 李登高面色铁青 走了过来 以一种鄙夷的目光 紧紧盯着皮洋洋 你想干什么 皮洋洋知道来者不善 语气也就冷了很多 干什么 李登高催了一口 你他们算是什么东西 也敢和我抢女人 皮洋洋冷笑一声 不屑地说道 李登高 我想你还没搞明白 顾天双根本不喜欢你 甚至很讨厌你 你居然说她是你的女人 要脸吗 呸 李登高狠狠地 吐了一口口水 怒声说道 以前没有你的时候 她对我可不是这样的态度 你去学校里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是她的男朋友 皮洋洋双目一鸣 冷笑说道 看来 顾小姐还真没说错 你的确很不要脸 我不要脸 我俩到底谁不要脸 李登高又逼近两步 狠狠盯着皮洋洋 三年前 你傍上秦玉杰 吃了三年软饭 全程皆知 几天前 秦玉杰和你离婚 你又不知道 用了什么办法 勾上了苏雪晴 你们俩刚刚领证 现在又来勾引顾天双 你就是个混蛋 渣男 皮洋洋不为所动 耸了耸肩 不屑地说道 可惜 你说了不算 而且 我现在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没有我 顾天双一样 对你不屑一顾 放屁 李登高的双眼都红了 大口喘气 皮洋洋目光一冷 沉生说道 你不要以为你是从幽国回来的 就真的了不起 你李家和顾家 也根根不在一个层次 听我一句劝 不要再纠缠顾天双 你不是他的菜 哼 老子要你劝 你他们只要离顾天双远点就可以了 李登高根本听不进去 一脸不屑与愤怒 那没办法 就算我再想离他远点 他也能找到我 皮洋洋淡然说道 一副无奈的样子 好 你有种 今天你我之间必须有个了断 李登高牙齿 咬得咯咯响 狠狠说道 皮洋洋淡然 看了那几个混混一眼 问道 你想怎么了断 你我都是男人 那就我们之间解决 不管谁输谁赢 都不要让顾天双知道 敢吗 李登高又恢复了他的傲气 挑衅地说道 皮洋洋看了这几个小混混眼 不屑地说道 你想打架 就凭这几个歪瓜裂走 你也可以叫人 就说你敢不敢 李登高傲然说道 不用 哼 别说到时候去顾天双面前哭 说有人多欺负你一个 皮洋洋叹了一口气 上午才打了一架 现在又要打架 手不累 心累 而且 为了争女人而打架 传出去还不好听 在这打 皮洋洋看了一眼学校大门 问道 敢不敢和我去个地方 李登高显然也不敢在这里打 万一惊动了顾天双 那只会让顾天双更加讨厌他 走吧 带路 皮洋洋直接拉开车门 毫不畏惧地说道 你们两个上他的车 李登高对两个黄毛说道 那两人立即上了车 皮洋洋也不阻止 上车发动 哟 软饭男 车开得不错呀 沐上 大几百万吧 副驾的黄毛上车后 东摸西看 一脸的艳险 要不是知道 皮洋洋是软饭男 就凭这辆车 他也不敢对皮洋洋怎么样 皮洋洋神情淡然 并不回答 小子 李少的女人你也敢抢 有种 黄毛见皮洋洋不说话 有些得意地说道 等会你们注意 跑快点 我怕自己收不住手 皮洋洋一边开车 一边淡然 说了一句 啊 陪黄毛鼻翼说道 你当你是李小龙呢 还说不住手 我看你到时候聪明点 早点下跪求饶 也许能少挨点打 皮洋洋淡然一笑 不再说什么 开车跟上李登高的宝马 往前开去 车子很快来到一片烂尾楼前 这里早已经停工 空荡荡的一片 杂草丛生 建筑垃圾到处都是 小子 你有种 还真敢来 下车后 李登高盯着皮洋洋 一脸鄙夷地说道 皮洋洋左右看了看 说道 嗯 地方不错 哼 在这里 就算我把你弄死 也不会有人知道 李登高轻哼一声 恶狠狠地说道 皮洋洋不屑地一笑 你那手指怕 连手术刀都拿不稳 还想弄死我 皮洋洋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答应 从此以后 远离顾天霜 我可以不为难你 李登高没有在意 皮洋洋的嘲讽 皮洋洋双手一摊 我早说了 不是我要找他 是他要找我 我有什么办法 哼 真以为小白脸这么好当 既然你这么执迷不误 今天我就让你受点教训 李登高火气上冲 狠狠说道 随即 一摆手 几名小魂混为了上来 大哥 少跟他废话 这样的软饭男 只有打断他的双腿 才会知道 软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那个开始坐在皮洋洋车上的 黄毛咧着嘴 摇摇晃晃地 来到皮洋洋面前 一脸不屑地看着他 啪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 脸上就挨了 重重一巴掌 黄毛原地打了两个圈 脑瓜紫嗡嗡地 摸了摸脸 是怎么动的手 半边脸就已经肿了起来 皮洋洋甩了甩手 玩味地说道 软吗 黄毛足足愣了十几秒 这才回过神来 怒不可遏地 指着皮洋洋喝道 给我弄死他 几个小混混 纷纷冲着皮洋洋扑了上去 拳打脚踢 李登高嘴角 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小子 今天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是你惹不起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了后面 彻底没有了声音 嘴巴张成了 欧字形 满眼的不可思议 因为就他这一句话的功夫 那几个小混混 已经全部躺在了地上 翻滚哀嚎 相对而言 开始挨了一巴掌的黄毛 倒是幸运了 而皮洋洋却依旧云淡风轻 好像从未动过 他的嘴角 甚至依旧挂着一丝 迷人的微笑 你没说错 这个世界上 的确是有很多人 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皮洋洋 重复着李登高 刚才说的话 缓缓地向他逼近 李登高 只觉得仿似一座大山 再向自己压来 一种让他难以喘息的压迫感 越逼越近 他下意识地想要逃走 可是他的双腿 却完全不听使唤 不断地打摆子 而我 就是你惹不起的人 随着人字出口 啪的一声脆响 李登高清晰地看到 皮洋洋的左手 抽在了他的脸上 他身子一歪 差点一头栽倒 脸上传来 火辣辣的疼痛感 一张脸 也因此扭曲变形 你 你敢打我 看着皮洋洋 人畜无害的微笑 他不敢相信 你都说要弄死我 我为什么不能打你 皮洋洋玩味地说道 而且 我这个人很怕死 你都那样说了 我自然不能留影话 他一边说着 一边缓缓举起右手 五指捏紧 目光之中闪烁寒光 紧紧盯着李登高 李登高的目光 与他的目光一碰 一股寒意 从尾驴骨冒起 直达天灵盖 你开始不是说了 这地方不错 就算我把你弄死 也不会有人知道 皮洋洋的语气轻描淡写 但李登高听在耳朵里 感觉犹如地狱之音 让他不寒而栗 你 你不要乱来 否则的话 我爸 我李家不会放过你的 砰 重重的一拳 打在李登高的心窝 后面的话 直接咽了下去 他的另半边脸 瞬间变色 先是红的发紫 紧跟着变成苍白色 他感觉到自己的五脏六腑 像是被人撕扯一般剧痛 嗓子眼里发甜 威胁我 你觉得 我会怕吗 皮洋洋冷然看着 已经攻成了虾米状的李登高 不屑地说道 黄毛站在一旁惊恐地看着 双腿直打摆子 一动也不敢动 这个时候 他心里 有一千匹草泥马呼啸而过 李登高 这是惹到了一尊杀神 居然也叫我们兄弟 来送死 他想起了 在车上听皮洋洋说的那句话 可是 现在就算他想逃 双腿也没有丝毫力气了 他感受到了皮洋洋身上 爆发出的强大杀气 毫不怀疑 对方真的敢杀人 而如果皮洋洋 真要杀人 他们这几个小可怜 就成了可悲的灭口对象 黄毛哥 帮我 我给了你钱的 感受到恐惧的李登高 冲着唯一 还站着的黄毛喊着 现在 黄毛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去你妈的 黄毛回过神来 飞速冲了过去 狠狠一脚踹在 李登高肚子上 李登高 发出一声惨叫 滚倒在地 皮洋洋愣住 转头看向绿毛 一脸的不理解 大哥 我是被这小子骗了 他说的自己多可怜 没想到 是一厢情愿 居然想要 翘大哥你的墙角 黄毛讨好地弯着腰 谄媚地对皮洋洋说道 李登高痛地死去活来 躺在地上 连哼哼都费劲 看到这一幕 气得吐出一口老血 绝望地喊道 黄毛 你 你 但刚喊出口 黄毛就恶狠狠地 向他走了过来 后面的话 就直接下沫了 双腿间一热 一股着流 直接喷涌而出 看到这一幕 皮洋洋微微醋眉 算了 他厌气地举手 在鼻子前扇了扇 淡然吐出两个字 黄毛高高抬起地 右脚这才放下 转身弯腰 对着皮洋洋 问道 这小子这么不要脸 大哥打算放过他 皮洋洋说道 这种自以为是的废物 教训教训就行了 黄毛转身 鄙夷地看着李登高 狠狠地催了一口 带着血丝的浓潭 就你这德行 也想敲大哥的墙角 以后 离那个女学生远一点 否则的话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黄毛神气活现 这让皮洋洋瞬间想到了 抗战神剧中 背着盒子枪的翻译官 这他们都不用化妆 直接就能入境 李登高哭丧着脸 不敢再说半句废话 这几个混混 就是在商学院附近 晃悠的小痞子 这段时间 他经常来学校找顾天霜 背着几个痞子盯上 逼着他请了几次课 一来二去 他和这几个痞子混熟了 今天他在餐厅受了气 怎么也咽不下去 便找到黄毛 给了他们两千块 让他们帮着教训一下皮洋洋 可没想到 事情最终会弄成这个样子 现在他是有苦说不出 加上尿了裤子 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 大哥 你放心 有我们兄弟在 以后他绝对不敢靠近你女朋友 黄毛又讨好的对皮洋洋保证 皮洋洋干大的一笑 那不是我女朋友 还有 你们最好离他远点 别说我没提醒你 他是想起 顾天霜可是顾家大小间 这小痞子 要是不长眼 在他身边晃悠 惹烦了他 说不定他会做点什么 嘿嘿 我懂 我懂 大哥放心 黄毛几没弄眼 一副我都明白的样子 皮洋洋也懒得解释 转身向自己的车子走去 马的 你看看人家开的车 你他们想找死 别拉上我 刚刚拉开车门 皮洋洋身后 传来黄毛的怒骂声 和李登高的哀嚎声 皮洋洋驱车离去 他知道 黄毛不敢真把李登高给弄死 经过这么一闹 他意性索然 驱车往云顶别墅开去 进了别墅 苏雪晴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这家里 你待不住呢 皮洋洋往沙发上一躺 看着已经换上 职业装的苏雪晴 不禁眼前一亮 没想到 这么普通的职业装 穿在他身上 也是那么的养眼 前凸后翘地 将身材勾勒得完美无瑕 尤其胸前的规模 呼之欲出 将衬衣撑起 透过缝隙 风光引线 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 皮洋洋脑子一抽 问道 你那扣子稳不稳 苏雪晴一愣 狐疑地问道 什么扣子稳不稳 一边说着 一边检查身上的扣子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正要询问 忽然看到皮洋洋的眼神 始终盯着一个地方 他顺着他目光所看的地方低下头 随即明白过来 脸上一红 没好气地说道 你混蛋 皮洋洋嘿嘿一笑 我是好心提醒你 苏雪晴心中忐忑 赶紧往楼上走去 足足半个小时 他才重新下楼 不过看得出来 里面的衬衣换了一件 看上去是要稳固一些了 郑立也跟着下楼 看到皮洋洋那贪婪的目光 忍不住鄙夷地笑了一声 男人 呵呵 皮洋洋吸溜了一下 到了嘴边的口水 一本正经地说道 好看的女人就是拿来欣赏的 要不为什么我只看她 不看你 你 郑立气得小脸煞白 她虽然比不上苏雪晴 那么霍国殃民 但也算是美女一个 虽然年纪大了几岁 但更有成熟的韵味 而且 她对自己的身材 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前天才离婚 今天就盯着别的女人不放了 这就是男人 大猪蹄子 郑立气恼地说了一句 皮洋洋笑了笑 理直气壮地说道 那怎么的 我被女人甩了 就非得要哭天枪地 寻死密活啊 我告诉你 她离开我 是她的损失 我还不愿意 为了一棵歪脖子树 而浪费一大片森林呢 就你 歪脖子树都靠不上 还一大片森林 做梦吧 你 郑立不屑地撅了撅嘴 一脸地看不上 哎 你咋还不找个男朋友 你看看你 脸上都有黄疤了 皮洋洋嬉皮笑脸地说道 你 郑立气得一张脸通红 狠狠地盯着皮洋洋 完全有一种 想要杀人的气势 苏雪晴在一旁笑出声来 历解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的嘴 也会碰到对手吧 哼 我是懒地和她说 她就是个痞子 混蛋 郑立嘴硬地说道 皮洋洋说道 你这样说不好吧 我老婆可是你的老板 你就这样说她的老公 是不是没有规矩 郑立心中憋着一口气 想吐吐不出来 只得恨恨地一跺脚 转身气呼呼地说道 我去拿资料 苏雪晴有点好奇地 看了皮洋洋一眼 说道 看不出来啊 你居然这么会说 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吗 你放心 这不是我唯一的优点 和我待久了 你会慢性中毒 离不开我的 皮洋洋自信地说道 七 能不能别这么自恋 你要真有这本事 秦玉杰为什么要离开你 苏雪晴不屑地说道 皮洋洋的神情顿时一变 从身上掏出手机 沉闷地说道 那是她没眼光 随即 点开手机 准备找她熟悉的 摊食蛇玩一下 可是滑来了两个来回 也没找到 咦 买新手机了 我还没给你工资啊 你不会是分期付款买的吧 看到皮洋洋的新手机 苏雪晴好奇地问道 至于吗 一部手机而已 这是顾小姐送的 皮洋洋一边埋头找游戏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顾小姐 哪个顾小姐 苏雪晴的面色微微一变 靠近了些 问道 皮洋洋感觉到 她语气有些不对 抬起头来 狐疑地问道 你不认识顾天双 她可是认识你 顾天双 苏雪晴的面色再次改变 她当然认识顾天双 只是彼此之间 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仅仅在酒会上 偶尔见到过几次 她为什么要给你买手机 我记得 她好像刚上大学 不会连学生都骗吧 苏雪晴狐疑地看着皮洋洋 问道 谁骗了 这是她心甘情愿送给我的 我还不想要了 什么破手机 贪是蛇都没有 皮洋洋醋眉 无奈地关掉手机 随手甩在沙发上 可苏雪晴 明显对这部手机来了兴趣 她捡了起来 仔细看了一下 说道 破手机 这手机一万多 还不一定买得到 看来 这顾小姐对你不错呀 话语中 隐约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 怪不得一大早跑出去 是和她约会去了吧 皮洋洋诧意地抬头看向她 与她的目光一碰 不禁心中一个机灵 这娘们 怎么眼神里带着一股杀气 别 你想多了 我给她爷爷治病 这是她感激我 所以送给我的 我们就是中午在一起 吃了一个快餐 快餐 是在酒店还是宾馆 苏雪晴紧追不舍 皮洋洋顿时头大 女人的脑回路 不这么清奇的吗 什么酒店宾馆 你想什么呢 我们是很纯洁的友谊 就在她学校门口的咖啡餐厅 她显得有些无奈地说道 苏雪晴吃笑一声 纯洁有益 现在的男人和女人 哪有什么纯洁有益 当我傻呢 爱信不信 皮洋洋翻了一眼 觉得有点心累 将手机抢了过来 往裤兜里一塞 说你两句还不得了啦 你不要忘记了 你现在是我的丈夫 协议上写着的 这一年 不许你和别的女人勾三打四 苏雪晴完全一副训夫的样子 对着皮洋洋说道 行行行 我知道了 这点契约精神 我还是有的 皮洋洋觉得 自己又遇到了兵 浑身有嘴也说不清了 别让我抓到你把柄 否则的话 扣你工资 到时候 我看你拿什么泡女人 看到皮洋洋服软的样子 苏雪晴的脸色才好看了一些 冷冷地说道 皮洋洋指得在心里一声长叹 还好只有一年的协议 这要真是我老婆 那我不是孙猴子遇到唐三藏 这一辈子都别想翻身了 下午六点 皮洋洋开车 将苏雪晴正立 送到了翠薇山庄 翠薇山庄是一座私人会所 即酒店 餐饮 娱乐一条龙服务 堪称富人的天堂 出入这里的 非富即贵 因为一般的人 在这里根本消费不起 最主要的 这座山庄属于 青江文泰集团 CEO赵金刚的私人产业 赵金刚一直是 叶家的坚定支持者 整个山庄内 不容许外面的车子 驶入 而是在山庄外 设有两座大型停车场 所有前来消费的顾客 都只能乘坐山庄的游览车 送到指定位置 皮洋洋是第一次来这里 一眼看去 整座山庄 占地足足有数百亩 被高高的围墙围住 从大门看进去 亭抬楼阁 假山流水 仿古建筑 让整座山庄看上去 景色十分优美 停车场中 已经摆着不少豪车 车子到了山庄外不远处 皮洋洋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不走了 苏雪晴诧意问道 利姐 你等会儿进去后 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 就拨通我电话 记住 一定要静音 什么也不用说 皮洋洋忽然显得有些凝重 对郑立说道 郑立莫名其妙 你有病吧 能有什么异常 再说了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 拨通你电话有什么用 还不如直接报警 皮洋洋说道 报警 你觉得他们快 还是我快 郑立翻了皮洋洋一眼 神经过敏 我们是去谈合作 又不是去赴鸿门宴 皮洋洋速声说道 有备无患 你不是说你漂亮吗 不怕被人把你给咔嚓了 什么咔嚓了 你会不会说话 郑立顿时恼了 但随即一笑 不过有句话 你倒是没说错 历解 听他的 苏雪晴在听到他们的对话后 若有所思 随即坚定地说道 皮洋洋的话 确实让他觉得 有些心中不安 苏雪晴都这么说了 郑立自然不再多说什么 点了点头 好 我会照做的 皮洋洋这才悄然松了一口气 把车子往停车场里开去 虽然他不认识什么同约 被四海投资也不熟悉 但他隐约感觉到 这突如其来的合作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再有就是 他从早上就发现 苏雪晴的子宫发案 就断定 今天的合作肯定成不了 甚至会遇到危险 但他不敢明着说出来 因为那样说的话 这两个女人 只会说她是神棍 是在胡说八道 刚刚进入停车场 便有一个西装笔挺的人 快步过来 请问 是苏总吧 他拉开车门 恭敬地问道 苏雪晴微微愣了一下 随即微笑点头 我是苏雪晴 苏总好 我叫许大茂 是童总的助理 他让我在这里迎接苏总 这人三十来岁 戴着眼镜 文质彬彬说话也十分客气 一路上 苏雪晴还有些忐忑 总觉得今天的会谈 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 可看到童月 居然派出他的助手亲自迎接 玄智的心又放下了不少 好 请许总带路 苏雪晴客气地点了点头 许大茂看了皮洋阳一眼 眼神闪烁了一下 语气有些生冷地说道 苏总 你的司机就不要进去了 苏雪晴说道 他不进去 在这等我们 许大茂再次露出笑脸 那好 苏总 请 皮洋阳斜靠在车门上 看着许大茂的背影 嘴角撇起一丝冷笑 刚刚许大茂的眼神 虽然只是闪烁了一下 但依旧没能 逃掉他的眼睛 这一闪 证实了他的判断 今天晚上很可能就是鸿门宴 不过他并不担心 开车离开这里 随便找了一家路边小店 点了一个盖浇饭 狼吞虎咽起来 不管怎么说 也得先填饱肚子 吃完后 皮洋阳再次回到 翠微山庄停车场 掏出手机 无聊地找出一款潇潇乐 随意玩了起来 心思却放在等待正丽的消息上 如果真的出了状况 他也完全相信 正丽一定会按照他说的做 这女人虽然性格不大好 但接触这么久 做事还算靠谱 苏雪晴与正丽 也是第一次来翠微山庄 两人进入山庄后 对这里赞不绝口 园林氏的设计 将这里装点得美轮美奂 所有的房子 都是房古建筑 进入山庄 就好像来了一场时光穿越 观光车来到一座三层楼阁前停下 许大帽指着楼阁说道 佟总就在三楼等着二位 请吧 亚新格 正丽抬头看了一眼 阁楼上的牌匾 轻声念了出来 两人在许大帽的带领下 来到三楼 敲门进去 三楼被布置成茶室 一个中年男人 正坐在茶海前 悠闲地泡茶 在他身边的椅子上 放着厚厚一碟资料 苏雪晴 正丽一眼就看到上面的头衔 关于投资苏氏集团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 佟总 苏总来了 许大帽恭敬地说道 中年人不动声色地将资料翻转 起身呵呵一笑 苏总 久闻大名 今天冒昧邀请 还请苏总不要见怪 这人就是四海投资的总裁 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 显得温文尔雅 佟总客气了 是我们冒昧了才对 苏雪晴看到那份报告文件 心中的石头放下去一大半 这样看起来 佟月是真心 想要和苏氏合作 佟总 您怎么会突然决定 投资我苏氏集团 虽然已经放下心来 但苏雪晴心中还是有疑问 也不是突然决定 其实 我关注苏氏集团已经很久了 苏总 你应该也知道 现在的投资环境不是很理想 我们每一项投资 都必须慎之又慎 我们经过详细的调查 分析后 还得提交董事会讨论 最终才能做出决定 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听到这番话 苏雪晴露出了微笑 看来 佟总是费心了 好了 苏总 别站着说话了 我已经准备了晚宴 咱们边吃边聊 佟月伸手指着一张餐桌说道 好 佟总请 苏雪晴客气了一句 三人坐下 苏雪晴介绍了一下郑立 佟月说道 早就听说苏总身边有一个得力助手 今天一见 果然 佟总过奖了 郑立淡然坐下 心中却在反反复复 想着皮痒痒所说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看到佟月的时候 就觉得 这个人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而且 作为董秘 他很清楚 那份调查报告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更不应该让他们看到 佟月作为四海投资的总经理 这点基本常识 肯定是有的 那么出现这种异常 唯一的解释 就是有意的 所以 他在坐下时 手中的包并未放下 而是抱在胸前 小雪 上菜吧 把我珍藏的康地开一瓶 苏总可是我们的贵客 不能怠慢 佟月对站在一旁的许大帽吩咐 苏雪晴说道 佟总客气了 不过 我们俩都不会喝酒 您看 诶 哪能不喝酒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 在一起吃饭吧 苏总可不能不给面子 这样吧 郑秘书可以不喝 你苏总多少意思一下吧 佟月一脸笑地说道 那 好吧 毕竟有求于人 苏雪晴也不敢过度拒绝 佟月说 郑立不用喝 他心中的警惕 也就放松了许多 这就对了吗 既然是谈合作 哪能不喝酒 随即 示意许大帽去准备 只是 苏雪晴和郑立 都没有看到他眼眸深处 所闪过的那一缕邪恶的光芒 趁着许大帽去准备韭菜的时间 郑立起身说道 佟总 不好意思 我先去一趟洗手间 佟月盯着他那挺翘的部位看了一眼 点头说道 洗手间就在那边 眼眸中 透着一股荷尔蒙涌动的热气 好 失陪一下 佟月的目光 正好被郑立看到 他心中微微一灯 作为职场多年的女人 他很明白 男人的这种目光 是什么意思 来到洗手间 他把门反锁上 快速给皮洋洋发出一条信息 告诉他 自己和苏雪晴所在的房间 同时 他把手机静音 拨通皮洋洋电话 放在包中 做完这一切 他感觉到 自己心跳得特别厉害 呼吸急促 用凉水冲了一下脸 平静了几分钟 才开门出去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郑立回到桌子边坐下 酒菜已经上来了 徐大帽给佟月和苏雪晴 各自倒了一杯红酒 佟总 四海投资 对我们苏氏集团的考察 已经有结果了吧 看着眼前的酒杯 苏雪晴想了想 忍不住问道 佟月呵呵一笑 举起酒杯 要是没有结果 我也不敢请苏总前来 不瞒苏总说 我们董事会 已经通过了 投资苏氏的提议 就等着和苏总 敲定一些细节上的事项了 苏雪晴这才端起酒杯 与佟月轻轻一碰 谢谢佟总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酒杯相碰 佟月直接一口喝干 然后倒转酒杯 向苏雪晴示意 苏雪晴一咬牙 也将这一杯酒一口喝了 好 苏总豪爽 苏总的带领下 再创辉煌 许大茂负责倒酒 佟月又举起酒杯 高兴地说道 再创辉煌不敢说 能带着苏氏 走出困境就不错了 佟总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这次苏氏的 资金缺口有点大 苏雪晴并不急着端起酒杯 而是有些低沉地说道 不就是武艺吗 我知道 忘记告诉苏总了 我们董事会通过的方案 就是对苏氏集团注资武艺 佟月豪爽地说道 真的 那可太好了 苏雪晴惊喜 端起酒杯 与佟月的酒杯轻轻一碰 在喝酒的时候 佟月的目光 一直冷冷地 看着苏雪晴 可是 酒杯遮挡住了她的双眼 苏雪晴并未发觉 看着苏雪晴第二杯酒下去 她的嘴角不经意地 撇起一丝冷笑 翠微山庄外 皮扬扬一直仔细地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声音 正立的包是拉开的 所有的声音 都清晰地传到她耳朵中 知道苏雪晴连喝了两杯酒 她不禁低声骂了一句 傻娘们 不过 至今为止 并未听到什么危险的信号 所以 她一直待在车里没动 阁楼上 苏雪晴已经喝下第三杯 原本就酒量不怎么样的苏雪晴 感觉到脸上发烧 心中燥热 小腹里 热气翻腾 童月再次举杯 但苏雪晴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尼南了一句 我不 能喝了 话没说完 就趴在了桌子上 正立吃了一惊 赶紧过去扶住 焦急地喊道 苏总 这时 童月缓缓站起 冷然看着他们俩人 脸上露出一丝邪恶的微笑 看来 苏总是不胜酒力 我让人送去客房休息 等苏总醒了 我们再谈合作的事 童月松了松领带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正立猛然盯着她 狐疑地问道 你在酒里放了什么东西 哎 这可不能乱说 这酒我也喝了 不是没事吗 童月顿时 一脸冤枉地说道 随即 她转头对许大帽说道 去 叫人进来 送苏小姐去红楼客房 许大帽露出一丝邪笑 转身去了门口 喊了一声 立即有四个壮汉进来 就要去嫁住苏雪芹 你们想干什么 正立顿时急了 拼命护住苏雪芹 怒声问道 但一个壮汉凝笑一声 一把 抓住她的肩膀 将她拉开 用力一推 正立一声惊叫 摔倒在地上 你他们轻点 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 童月呵斥了一声 向正立伸出手 而苏雪芹 却被两个壮汉嫁住 拖了出去 你们要带她去哪里 正立嘶吼 想要追出去 但她的手被童月紧紧抓住 根本不能动她 她去哪里 你就不要管了 你放心 等会儿她 肯定会很爽 童月宁笑着 狠狠盯着正立 你 童总 你不能这么做 她可是苏家人 正立彻底慌了 只希望童月能对苏家有所顾忌 改变主意 那又如何 苏家现在已经败落了 你以为还是以前的苏家吗 今夜之后 苏家将万劫不复 童月一脸的不屑 狠狠说道 正立此时的脑子里 一片混沌 大声喊道 皮羊羊 皮羊羊 你快来 他们把苏总抓走了 童月哈哈大笑 一把将她紧紧抱住 两片肥厚的嘴唇 试图往她脸上贴去 妈的 苏总是没老子分了 不过你也不错 现在省点力气 等会有你叫的时候 房间里 几个男人爆出大笑声 像是一群恶狼 在看着自己的猎物 随着话音 吃的一声 童月一把 将她身上的衣服 给撕裂了 正立咬牙 拼命挣扎 但她哪是一个男人的对手 走吧 美人 好好享受吧 要是我一个人 满足不了你 这还有几个兄弟 哈哈 童月紧紧抱着她 往里面推去 在阁楼中 居然还有一间房子 里面摆着一张床 正立被推倒在床上 童月急不可耐地 脱掉自己的衣服 一脸邪笑地说道 你没猜错 那酒里是下了药 现在正好 你帮老子解了药力 说话时 外裤也已经脱下 然后像一只狗熊般 将挣扎着 要爬起来的正立 再次扑倒 随着一阵衣服的破裂声 正立身上的衣服 被童月撕扯碎脸 她发出一阵阵绝望的哭喊声 拼命想要将身上的男人推开 但已经要力上头的童月 力气大得出奇 她怎么可能推得动 随着胸衣被扯掉 最后的防线也岌岌可危 童月宁笑着 喘着粗气 一只脏手 向她身上唯一的遮羞不伸去 正立已经彻底绝望 泪水涌出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几声巨响 紧跟着身上的男人 突然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墙上 死狗一般滑落地上 眼前出现一条熟悉的人影 哇 差点崩溃的正立 终于大声哭了出来 皮洋洋随手抄起床单 往正立身上一盖 速声问道 苏雪芹呢 苏总 被人抓走了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正立惊恐地抓着床单 瑟瑟发抖 皮洋洋 立即钉向靠在墙角的童月 一脚踩在她的大腿上 冷声问道 说 苏雪芹在哪里 童月被摔得七昏八速 五脏翻腾 嘴中不断呕血 她面目猙獰地 盯着皮洋洋 冷笑道 苏雪芹 嘿嘿 只怕她现在正在享受 一句话没说完 皮洋洋脚下猛然用力 咔嚓一声 大腿骨瞬间爆裂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苏雪芹 在哪里 皮洋洋的声音 更加冷了几分 眉宇之间 杀气凌人 同时 她的脚微微抬起 对准了童月的 另外一条大腿 小子 我劝你不要 要多管闲事 我告诉你 那个人 你 你惹不起 童月痛得浑身颤抖 说话都断断续续了 她的眼眸中 虽然充斥着 浓浓的恐惧 但她依旧咬牙 不肯说出苏雪芹的下落 皮洋洋毫不犹豫 又是一脚踩了下去 咔嚓一声脆响 腿骨断练 童月发出凄厉的惨嚎声 最后问你一遍 童月彻底怕了 一股死亡的气息 从自己心底涌起 现在她完全相信 如果自己不说出苏雪芹的下落 眼前的这个男人 真的会杀了她 在 在后面那栋红楼中 不等她说完 皮洋洋一脚踢在她的下巴上 童月哼都哼不出来 立即昏死过去 你能走吗 皮洋洋转头 看了一眼郑立 问道 郑立惊慌点头 你不用管我 快 快去救苏总 皮洋洋不再废话 立即离开了这里 红楼中某套房内 浑身燥热 意识模糊的苏雪芹 被两个壮汉给丢在了床上 床边早已经架好了摄像机 夜风柳面孔扭曲 双眼中射出邪恶 愤怒的光芒 狠狠盯着仰面 躺在床上的苏雪芹 拎起酒瓶 咕咚咕咚一口气 喝了小半瓶 苏雪芹 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 老子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他妈从不正眼看我一眼 居然在和我的订婚宴上 和那个废物皮痒痒 这么羞辱我 今晚我就要让你成为我的女人 我要让你知道 只要是我夜风柳看上的东西 就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抢走 到了床边 他赤红的双眼 冷冽地盯着苏雪芹那精致到 令人心醉的容颜 并不急着动手 看到了吗 今天 我给你准备了特别节目 我会把你在床上的样子录下来 留给你以后 慢慢欣赏 说着 发出几声得意的笑声 反手指着摄像机 然后露出阴毒的面容 双眼中闪烁寒光 再次向床边靠近 忽然 意识模糊的苏雪芹突然动了一下 睁开轻松的双眼 但随即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想要动 但根本动不了 哪怕动一下手指都困难 此时的他 突然恢复了一些意识 猛然想起开始喝酒的情节 顿时感到无比惊恐 焦急 他已经明白 自己现在的处境了 作为久在职场的女人 就算没有被人算计过 但也听说过 苏雪芹艰难扭动脑袋 猛然发现 叶峰柳正 一脸猙獰地站在床边 阴冷地看着他 同时 他也看到了 架在床边的摄像机 叶峰柳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想干什么 他猛然一惊 口齿不清地问道 叶峰柳凝笑一声 一把扯下领带 狠狠甩在地上 然后直接将自己 衬衣扯开 一脸迎笑地盯着苏雪芹说道 苏雪芹 你说 我想干什么 当然是要干 你了 你 你混蛋 苏雪芹骂了一声 想要起身 但浑身没有丝毫力气 所有的挣扎 都是徒劳无功 臭表杂 叶峰柳双眼 布满血丝 怒声大吼 我什么地方配不上你 你他妈 宁可找那个 离了婚的废物皮痒痒 也不愿意嫁给我 我看你就是他们的贱 今天我非要搞了你 让你知道 只要是我叶峰柳看上的东西 就一定要得到手 叶峰柳越说越得意 越说越激动 心中充斥一种 将苏雪芹掌控 自己手心的快感 倒是并不急着动手了 你 是你让人 在我的酒里下的药 苏雪芹忽然明白过来 怨恨地问道 现在明白了 没错 是我让他们 在你酒里下的药 那可是好东西 等会你就能体会到了 唯一可惜的是 你会从此变成 一个傻子 叶峰柳一脸猙獰 阴狠地说着 双手张开 就要向苏雪芹扑去 知道了真相的苏雪芹 知道自己难逃一劫 顿时急怒攻心 一口气没倒上来 昏死过去 砰 一声巨响传来 房门飞了起来 叶峰柳 吓得猛然跳起 惊恐地转头 看向门口 只见皮扬扬满脸愤怒 双目之中寒光闪烁 向这边看来 当他看到床上 衣衫不整的苏雪芹时 心中一沉 他的面色 骤然一黑 目光犹如两柄利刃 落在叶峰柳身上 叶峰柳没来由的心中意寒 但随即恢复了冷傲之色 狠狠盯着皮扬扬 废物 你来得正好 今天 我就当着你的面 把这个贱女人给睡了 反正 你是绿毛龟 也不在乎多 这一顶绿帽子 如果你嫌少 我外面 还有几个保镖 他们也会满足你 想起在酒店里 所受的屈辱 叶峰柳 恨不得现在 就将皮扬扬碎尸万段 不过 如果能当着皮扬扬的面 把苏雪芹给睡了 那更解气 你找死 三个字 一字一顿 几乎是从牙齿缝里 蹦出来的 每一个字 充满浓浓的杀气 虽然他与苏雪芹 只是协议夫妻 但一个女人 受到这样的欺辱 就算不认识 他也无法忍受 叶峰柳毫不畏惧 怒声喝道 我看你才是找死 随即 他看向门外 大声喊道 来人 把这废物给我绑了 我要让他亲眼看到 这个女人被我玩弄 但是 他的话音落下后 外面却是一片寂静 叶峰柳心中 咯咚一声 一种不好的感觉 涌上心来 废物 都死哪里去了 他再次大喊 皮扬扬鄙的看了他一眼 冷声说道 不用白费力气了 他们听不到 叶峰柳彻底明白了 但他不敢相信 被全程嘲笑的皮扬扬 能有这么大本事 将他带来的四名壮汉保镖 全给干翻了 哼 废物 就算没有他们 我要杀你 也是一如反掌 叶峰柳 没有丝毫畏惧 双手缓缓握拳 阴狠地盯着皮扬扬 一声爆喝 他狠狠一拳 向皮扬扬的面门砸去 叶家是武学是家 叶峰柳也是练家子 叶家拳法 冠决南六省 每年的南六省内台赛 叶家总能拿到前三的成绩 叶峰柳虽然生性顽固 但在老爷子和父亲的威逼下 也练过一些拳法 这一拳 有模有样 甚至带着破风之声 要是换了一般人 这一拳 就足以把人打成重伤 他完全没有把 有些瘦弱的皮扬扬放在眼里 寒怒一拳 奔雷般砸来 皮扬扬嘴角撇起一丝冷笑 直到拳头 距离自己面门不足一尺之时 他左手骤然动了 后发先至 叶峰柳根本来不及任何反应 拳头就被皮扬扬的左手抓住 而他那一拳之力 如泥牛入海 消失无踪 他正在吃惊的时候 耳边传来咔嚓 咔嚓的骨头断裂声 随即 一股剧烈的疼痛感 自他的拳头上传来 迅速蔓延全身 叶峰柳的面孔 逐渐变得苍白 黄豆大的虚汗滚滚落下 他惊恐地看着自己 被抓住的拳头 此时已经诡异变形 五根手指成了麻花 被捏成一团 就这点实力吗 也敢胡作非为 皮扬扬缓缓松手 叶峰柳赶紧将手收回 浑身颤抖 狠狠盯着皮扬扬咬牙说道 你敢打我 啪 毫无征兆的一耳光 甩在他脸上 打得他满眼小星星 接连转了三个圈才稳住 我打的是畜生 皮扬扬 你不要以为在酒店中 那雷老头为你说了几句话 你就以为可以 不把我叶家放在眼里了 我告诉你 以我叶家的实力 想要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叶峰柳咬牙切齿 恨意滔天地说道 碰 话音刚落 皮扬扬猛然一脚 踹在他的肚子上 一声闷哼 叶峰柳倒飞了出去 后背撞在椅子上 满脸的痛苦 我最不喜欢有人威胁我 我劝你先想想 现在你自己怎么保命 在想着以后 怎么对付我吧 皮扬扬不懈地看着他 缓缓走到他面前 俯身看着他 你 你想干什么 叶峰柳终于感到了害怕 声音有些发颤了 现在他的右手剧痛 肚子里五脏六腑翻腾 脸上也火辣辣地痛得厉害 哪里还有开始的威风 干什么 像你这样的肮脏之人 留在世上 只会是祸害 与其留着你 以后报复我 不如我现在就弄死你 说话时 右脚缓缓抬起 不要杀我 一声惊恐地喊叫 伴随着一股黄色液体 从叶峰柳的当间流出 房间中 顿时充斥着一股骚臭味 皮羊羊捂了捂鼻子 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正要一脚踏下 耳边忽然传来苏雪晴一声 难受的哼哼声 他立即转头 看向躺在床上的苏雪晴 在看到苏雪晴的一瞬间 皮羊羊眉头一蹴 因为他看出 他身上锁中之毒 非常之重 如果不及早处理 毒素侵入其脑部 会留下永久性伤害 虽然他此时 恨不得将叶峰柳给直接废了 但为了不让苏雪晴留下隐患 便也顾不上叶峰柳了 皮羊羊没有再看叶峰柳一眼 准备抱起苏雪晴离开这里 忽然 他眼神闪烁了一下 又伸手 将摄像机里面的存储卡给取了出来 这才抱起 依旧昏迷不醒的苏雪晴 大步离去 在和苏雪晴贴身相接的一瞬间 皮羊羊只觉得 心中微微一动 这种久违的感觉 让他瞬间有些走神 不过 他很快控制住自己波动的心情 抱着苏雪晴大步走了出去 身后 叶峰柳的脸扭曲 眼眸中的怨恨 比海还深 皮羊羊 总有一天 我要弄死你 等到皮羊羊已经下楼 他咬牙狠狠说道 同时 下意识的右手猛然往地上一锤 啊 一声惨叫 撕心裂肺 响彻整座红楼 苏总 苏总没事吧 皮羊羊抱着苏雪晴刚刚下楼 裹着床单的正立便惊慌地迎了上来 担心地问道 他没事 只是昏迷了 我们先回去 我再给他醒酒 皮羊羊沉声说道 哦 好好 我们赶紧回去 正立心中的恐惧还没有完全消退 现在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 一秒都不想多待 出了山庄 皮羊羊小心翼翼地将苏雪晴放在后座 正立在一旁扶着他 一路上 苏雪晴昏迷 正立和皮羊羊都一声不吭 不过 正立看着正在开车的皮羊羊 眼神变得有些怪异 以前他一直看不上皮羊羊 觉得就算苏雪晴要找一个挡箭牌 也应该找一个像样点的 在他心中和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皮羊羊就是一个软饭男 废物 小神棍 经过这次这件事 他对皮羊羊的看法彻底改观 要不是这个软饭男 今天他和苏雪晴会是什么下场 想想都在后怕 谢谢你 他紧紧盯着皮羊羊的后脑勺 终于吐出了三个字 皮羊羊淡然说道 不用 我是拿了苏小姐工资的 自然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正立微微一愣 随即无声苦笑 回到别墅 熊大 熊二惊恐地看着被皮羊羊抱着的苏雪晴 和依旧挂着泪珠的正立 呆了 几个庸人也不敢轻易说话 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们三人 把苏总送到三楼吧 正立想了想 说道 皮羊羊看了看楼梯口 说道 不是说不准我上三楼的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难道你让苏总在客厅换衣服啊 正立翻了他一眼 皮羊羊说道 那好 这是你说的 他醒了 要是找我麻烦 你得顶着 正立此时心中还在烦乱 不想和他多说 没好气地说道 我顶着 皮羊羊抱着苏雪晴上了三楼 这是他第一次进到苏雪晴的卧室 一进门 他便看到床上 胡乱丢着几件衣服 其中还有几件 室内四边的内衣 这女人 平时看上去整洁精致 没想到 还有这样一面 正立大概也没想到屋里 会是这番场景 啊了一声 赶紧手忙脚乱地去收拾 不料 他忘记了自己身上 是裹着床单的 这一松开 顿时毫无保留地 呈现在皮羊羊面前 啊不许看 他一声惊叫 赶紧将床单拉上 胡乱抓着床上 散乱的衣服 将毯子掀开 皮羊羊只觉得 小腹一阵发热 感觉鼻子里痒痒的 像是有什么液体 要流出来 看不出来 这容嬷嬷还真有料 混蛋 还看 快把苏总放下 正立见他 抱着苏雪晴在发呆 一双眼睛 却始终盯着他再看 不禁休脑喝道 皮羊羊如梦惊醒 赶紧将苏雪晴 放到床上 我先去换衣服 等会儿让阿姨 熬一碗醒酒汤 正立紧紧抓着床单 对皮羊羊说道 醒酒汤没用 他这不止是醉酒 是被人下药了 我去车上取针 给他扎一针就好了 皮羊羊很随意地说道 正立古怪地看着他 念念说道 扎 扎一针 我警告你 你不要成人之威 皮羊羊愣住 满脑门黑线 我就这么像成人之威的人吗 像 正立毫不犹豫地点头 皮羊羊顿时无语 皮羊羊去车上 取来了针包 正立也飞速换好衣服 赶了过来 看到皮羊羊 取出一枚银针 正立狐疑地问道 真的 扎一针 他就能醒 当然 你去拿一个碗来 皮羊羊坐在床边 头也不太地说道 要碗干什么 正立好奇问道 皮羊羊说道 等会儿要放血 你总不能让我 把他的血放到地上吧 放血 正立吓了一跳 又不多 就几滴 还没你第一次多 皮羊羊漫不经心地 回答了一句 哦 那就好 正立松了一口气 转身准备 下楼去取碗 但刚走到门口 突然觉得 哪里不对 转身狐疑地看着皮羊羊 冷声问道 你刚说什么第一次 皮羊羊 转头看向他 诡异地一笑 你是女人 难道你不懂 你 流氓 正立明白过来 顿时面红耳赤 出口目赤 皮羊羊怂怂肩 还取不取碗 不取的话我直接扎了 等会儿一滴的血 她醒了 你和她解释 正立气地直咬牙 恼怒地去楼下 取来一只碗 皮羊羊的神情 瞬间严肃起来 轻轻抓起苏雪芹的一只手 往床边移动了一些 虽然在此之前 苏雪芹曾经主动拉过她的手 还不止一次 但那几次 她都心惊肉跳 没有什么感觉 现在 她主动拉住她的手 感受到 她手上温润如玉的感觉 心中有些不平静起来 青江第一美女 不仅其容貌 身姿完美无瑕 就连肌肤也嫩滑温润 处之使人心旷神怡 端着碗的正立见皮羊羊 在发呆 没好气地说道 你干什么 怎么还不扎 是不是在动什么歪心色 皮羊羊醒过神来 厚着脸说道 你以为这一针这么好扎 我不得酝酿酝酿 准备准备 总得找对位置吧 正立总觉得 这句话怪怪的 可是又跳不住毛病 只能忍着 没好气问道 那你酝酿好了没有 皮羊羊无声一笑 轻轻捏住苏雪芹手腕 手中银针快如闪电地 扎进了其虎口 银针长九分 但扎入肌肤中的部位 不足两分 正立惊恐地发现 随着皮羊羊 轻轻拧动银针 针身自下而上 迅速变成黑色 这是 中毒了 虽然正立不懂医术 但银针试毒的场景 他在电视里 是看到过的 所以 看到银针变黑 他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当然是毒 不过不致命 就是使人迷幻 昏迷 全身失去力气 皮羊羊 淡然解释 随即将银针拔出 一点黑色血珠 出现在针口 皮羊羊左手 轻轻按在苏雪芹手臂上 一股真气自掌心涌出 灌入他的体内 随着真气的逼入 虎口的血珠越来越大 最终滴落在碗中 不过 很快又清出一颗血珠 这时 正立什么也不说了 他已经相信 皮羊羊确实能给苏雪芹解毒 因为 他在电视里 也的确看到过 这样解毒的剧情 血珠一颗一颗的滴落 一共滴了十来颗后 逐渐变成了鲜红色 当血珠完全恢复 正常红色之后 皮羊羊才松开手 说道 没事了 正立狐疑地看着苏雪芹 问道 可是他也没醒啊 皮羊羊将银针收好 然后在苏雪芹的额头上 轻轻扫了一下 嗯 昏睡中的苏雪芹 发出一声音鸣 缓缓睁开双眼 正立惊喜 正要喊他 不料苏雪芹猛然做起 惊恐喊道 你不要过来 同时 不断地往后缩 苏总 是我们 这是在家里 你没事了 正立吓了一跳 随即赶紧说道 苏雪芹愣了一下 满屋子扫尸一遍 目光落在皮羊羊身上 惊声说道 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说了 不让你上三楼的吗 皮羊羊苦笑 看着正立摊了摊手 苏总 这次不怪他 是我让他上来的 正立赶紧解释 过去拉过枕头 靠在他后背 你让他上来 为什么 苏雪芹不解地问道 正立说道 苏总 今天多亏了他 不然的话 我们两个 都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多亏他 苏雪芹双手捧头 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 对 你喝了同月给你的酒 那酒里下了药 你被人抓走了 同月也想对我 对我 要不是皮羊羊 我们都完了 正立耐心地解释 我想起来了 是叶峰柳 叶峰柳呢 我要杀了他 苏雪芹猛然想起了 自己在被送到 叶峰柳房间中 的一些片段 顿时激动起来 叶峰柳 正立愣住 苏雪芹被抓走后 所发生的事 他不清楚 他单纯地以为 这只是同月的圈头 却没想到 还有叶峰柳的事 是叶峰柳 这一切 就是他策划的 皮羊羊在一旁说道 正立顿时明白过来 气得浑身颤抖 叶峰柳居然这么卑鄙 皮羊羊看向苏雪芹 说道 你不要激动了 我已经教训了叶峰柳 他以后不敢对你怎样了 你现在比较虚 好好休息吧 说完 转身准备离开 谢谢你 明白过来的苏雪芹 看着他的背影 感激地说道 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清楚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自己现在安全在家 正立也说是 皮羊羊救的 所以 他对这个男人的 却很感激 不用 我不是拿了你工资吗 这是我本职 皮羊羊淡然说了一句 走了出去 就在他转身的瞬间 手中银针上的黑色 逐渐散去 化为淡然黑雾 飘然消失 苏雪芹一把拉过正立 将他紧紧抱住 浑身颤抖 心有余悸地说道 莉姐 吓死我了 正立和他抱在一起 若有所思地说道 今天我们是得好好感谢他 要不是他早早提醒我 把手机打开通话模式 要不是他及时赶到 今天我们 两人都难逃一劫 苏雪芹恩了一声道 他居然这么欣喜 什么都想到了 苏总 你是没看到他打人的样子 真的很凶 我一直以为他 只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是个废物 现在看来 我可能错了 正立嘻喃着 神情中带着一丝微笑 苏雪芹有些奇怪地看着他 莉姐 这是你第一次对一个男人 做出这么高的评价吧 正立一愣 随即啊了一声 有些慌乱地说道 他今天是救了我们 不过 他那痞子性格 还是很讨厌 苏雪芹说道 有人嘴上痞 但心干净 有人道貌黯然 但心里龌龊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个 正立转头看着他 狐疑地问道 苏总 你不会是真的 对他动心了吧 苏雪芹没有回答 而是说道 今天晚上 你留下陪我一起睡 我还在害怕 皮羊羊回到自己房间 冲了个凉水澡 就盘腿坐在了床上 上次在罗汉山打坐 试着修炼九旋御清绝后 顿时有一种神清气爽 毛色顿开的感觉 当他看完整本书里的内容 内心无比震撼 虽然只是一本功法 但里面记载的内容 浩瀚无边 只要他开始修炼这门功法 眼前浮现的 便是星辰大海 无影宇宙 好像整个人都置身于云端 俯瞰众生 指点江山 打坐完毕 更有一种充盈 轻松的感觉 浑身血脉 肌肉 宛如山川和月 湖海大洋 他很疑惑 这么好的功法 师父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非要等他被秦家赶出来后 才让他修炼 很快 他便进入望我之境 头顶 隐然有白雾阴云飘荡 此时 叶家则是另外一副景象 你是说 打你的人是皮羊羊 在听完叶峰柳的哭诉后 问道 对 就是他 我在翠微山庄休息 他突然闯进来 不由分说 就打了我一顿 还说要弄死我 叶峰柳的半边脸 高高肿起 右手打上了石膏 掉在胸前 看上去悲凉凄惨 叶峰柳的母亲下方 在一旁心疼的哭哭啼啼 袁阳 咱儿子从来没被人打过 就算我们自己 都舍不得打一下 现在他被人打成这个样子 手还不知道 能不能完全恢复 这个仇 你一定要给咱儿子抱啊 哼 那小子太放肆了 真以为我叶家是好欺负的 叶元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怒声喝道 大哥 小柳 是在翠微山庄被打的 这件事 赵金刚也有责任 说话的是 叶家老五叶元星 叶家一共有七兄弟 被称作叶家七雄 在青江赫赫有名 叶元星和叶元阳的关系最好 所以一听说叶峰柳出事了 立马赶了过来 爸 武叔说得对 我是在他赵金刚的场子挨打的 这是他也有责任 叶峰柳也立即想了起来 赶紧说道 好 明天我就叫上赵金刚 一起去苏家 我看苏家怎么交代 次日早晨 皮羊羊从打坐中醒来 精神百倍 起床下楼 意外看到苏雪芹和郑丽 已经坐在客厅中了 苏雪芹的样子 看上去还有点憔悴 而且头发也有些凌乱 她正在翻看一个笔记本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你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 一大早在这看什么 皮羊羊走过去 瞥了一眼 问道 苏雪芹说道 我哪能休闲 已经过去三天了 资金的事还没有头绪 我必须尽快想到办法 找到资金才行 皮羊羊眼神闪烁了一下 好奇问道 这个总裁位置 对你这么重要吗 苏雪芹抬头看向他 很认真地说道 我不是在乎总裁位置 在乎的是苏氏集团的 生死存亡 再说了 我一直是我爷爷心目中 最优秀的 他这次总归是给了我机会 我不想让他失望 皮羊羊心中一动 有些正正地看着他 久久不语 原来 这个女人认真起来 也一样美出天际线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是不是我今天没化妆 很难看 苏雪芹被他看得有点发毛 没好气地问道 不是 你化妆不化妆都不难看 皮羊羊惊醒 赶紧回答道 郑立翻了他一眼 只是不难看吗 难道 你还看到过 比苏总更好看的女人 皮羊羊摸了摸鼻翼 嘿嘿一笑 也不回答 而是说道 不是还有十二天吗 不要着急 车到山前必有路 传道桥投资染植 苏雪芹轻舒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道 说说是很简单 可那毕竟是五个亿 现在我苏家已经走入困境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险 来投资苏家 皮羊羊转身就往餐厅走去了 饿了 先填饱肚子 就是个吃货 郑立小声嘀咕了一句 苏雪芹看了他一眼 轻声说道 他昨天还救了你 你这样说不好吧 郑立轻声一笑 古怪地盯着他 轻声说道 我说他 你不愿意了 走吧 去吃早餐 苏雪芹眼神闪烁了一下 起身说道 但刚准备去餐厅 手机响起 他接通电话 听了几秒 神情立即改变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郑立察觉到他的脸色不对 有些惊讶地问道 我爷爷叫我马上回苏家老宅 说是 叶家上门兴事问罪了 对方还叫来了记者 让我带着皮羊羊去解释清楚 苏雪芹显得有些慌乱地说道 郑立顿时怒了 叶家 还有脸上门兴事问罪 真是臭不要脸 苏雪芹无奈地苦笑一声 谁让叶家家大事大呢 再清江 还不是他们叶家说了算 那 你打算回去 郑立有些惊疑地问道 苏雪芹肯定地说道 当然 我爷爷的电话 我怎么能不回去 再说了 昨天的事 我还要找叶峰柳算账呢 嗯 就是要找他算账 他居然这么卑鄙 做出这么下作的事 必须要有一个交代 两人边说边来到了餐厅中 皮羊羊正在啃鸡蛋 见两人怒气冲冲的样子 看了看手中鸡蛋 有些心虚地说道 我没等你们一起吃早餐 你们也没必要这么生气吧 苏雪芹恶然 随即说道 和你没关系 郑立说道 怎么和他没关系 昨天他是目击证人 还有 叶家上门问罪 肯定是因为花柳兵被打一事 那就更加和他有关系了 苏雪芹连连使了几个眼色 但郑立已经巴巴地说完了 叶家上门问罪 问谁的罪 皮羊羊一脸恶然 苏雪芹说道 现在还不清楚 刚才爷爷给我打电话 让我马上回去 皮羊羊喝了一口牛奶 说道 丽默默没说错 这是确实和我有关系 人是我打的 我跟你一起回去 苏雪芹恩了一声 那好吧 不过你要记住 不要再和叶家起冲突了 郑立瞪大了双眼 狠狠盯着皮羊羊 你刚才叫我什么 皮羊羊还没回答 苏雪芹诧异地问道 他叫你什么了 你让他自己说 郑立没好气地说道 皮羊羊心虚地黑黑一笑 起身往门口走去 我去准备车子 在外面等你们 郑立气得直翻白眼 你这么生气 他叫我丽嬷嬷 我有这么老 有这么难看吗 郑立气呼呼地说道 苏雪芹一愣 随即破声一笑 他不是那意思 他是说 你像电视里的那个容嬷嬷 笑死我了 丽嬷嬷 一时间 竟然忘记了 叶家正在苏家老宅 等着找他的麻烦 郑立的面色 顿时更加难看了 咬牙切齿 盯着打开的大门 狠狠咬了一口面包 就像是 咬在皮羊羊身上 皮羊羊出了别墅 立即拨通了顾天双的电话 顾小姐 你有没有认识的记者 有啊 我表姐就是 你要找记者做什么 顾天双好奇地问道 嗯 那太好了 你让你表姐 马上去苏家老宅 有新闻爆料 至于什么事 我以后和你说 皮羊羊眼神闪烁了一下 说道 哦 那好吧 我马上联系我表姐 顾天双没有多问 立即答应 挂掉电话 皮羊羊嘴角浮现一丝冷笑 今天 必然会有一场好戏 苏家老宅中 叶家人和赵金刚等人 愤怒地站在院子中 一夜之间 苏宝国苍老了许多 拄着拐杖 站在台阶上 有些焦急地看着 气势汹汹的叶家人 和赵金刚 叶风流躺在椅子上 一只手掉在胸前 半边脸依旧高高肿起 另半边脸色苍白 浑身有气无力 除了叶家人和赵金刚 院子中还站着几个记者 扛着摄像机 在进行现场录制 上次在酒店所发生的事情 叶家感到无比屈辱 好在雷霆最后的态度 让叶家人确定 雷霆与苏家并不熟悉 之所以出言帮苏家 或许只是心之所致 至于皮昂阳 他们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相信 雷霆会和他扯上关系 在他们眼里 皮昂阳不过是一个软饭男 废物 神棍而已 如果认识雷霆 又怎么会被秦家扫地出门 现在叶风流被打 叶家人找到了爆发的借口 便立即叫来了赵金刚 并找来记者 前来苏家兴师问罪 叶元阳要把这件事 搞得满城皆知 让大家知道 叶家不可辱 已挽回其在酒店丢失的面子 苏老爷子 你苏家人在我山庄闹事 打伤了叶少和四海头子的佟总 现在佟总还在医院抢救 这件事 苏家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赵金刚黑着脸 语气冷然地说道 在清江 赵金刚赫赫有名 以前是混社会的 曾经是蔡文山的手下 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怒金刚 这些年洗手上岸 创办了文泰集团 并开了这座翠微山庄 叶家的少爷 在他的地盘上挨了打 他自然不能做事不管 不仅仅是因为 叶家势力庞大 还因为他是开门做生意 翠微山庄的声誉很重要 如果有人在翠微山庄被打 他却不闻不问 那以后 谁还敢去那里消费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苏家人 怎么会跑去翠微山庄打人 苏宝国小心翼翼地说道 误会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 童总双脚被人打断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你觉得这是误会 咬牙说道 哎呦 疼死我了 我要死了 叶峰柳立即配合得嚎叫起来 一脸痛苦 苏家人的面色都变得有点难看 如果只是打几下还好说 现在都把人打成这样了 一只手还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确实很惨 苏老爷子 你自己看看 我儿子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苏家 难道不应该给一个交代 叶元阳面色阴冷地说道 下方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说道 小柳从小到大 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苦 苏雪卿怎么这么恶毒 不愿意嫁丢儿子 也没必要找人 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苏雪卿 怎么会找人打夜哨 这 是不是搞错了 苏志明一脸惊疑 他很了解自己的女儿 虽然任性 但绝不会做出这样出格的事 哼 我看你们 是打算死不承认了 打人的 就是苏雪卿的 拼头皮痒痒 今天 你们要是不把他交出来 我叶家绝对不会罢手 脾气暴躁的叶元阳怒声喝道 你们是在找我 但他的话音刚落 一个淡然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看向门口 只见苏雪卿与皮痒痒 正立一起走了进来 爷爷 大伯 爸 小郭 苏雪卿的面色 依旧有点苍白 他来到苏宝国等人面前 哀个喊了一声 苏志明 素于轻哼一声 神情中显得有些恼怒 苏宝国则是一声轻叹 摇了摇头 苏志文强压怒火说道 看看你做的好事 苏家不彻底完蛋 你是不是就不会放手 苏雪卿轻轻咬了咬嘴唇 转头看向叶峰柳 眼眸中尽是怒火 看到皮羊羊 叶家人如同见到了杀父仇人 怒意滔天 皮羊羊 叶峰柳更是双目赤红 咬牙切齿 小子 就是你在我脆微山庄闹事 打伤叶绍和童总吧 赵金刚立即明白 打伤叶峰柳和童月的人 就是眼前这个叫皮羊羊的年轻人 皮羊羊淡然瞥了他一眼 问道 你的脆微山庄 不错 我是赵金刚 脆微山庄的老板 你在我场子里打伤了人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赵金刚冷声说道 正好 你不来找我 我还要去找你 不料 皮羊羊丝毫不畏惧 而是声音一沉 对赵金刚说道 赵金刚一愣 随即怒声道 你来我的场子闹事 你还要找我 那正好 今天各路记者都在这里 把你打人的事情 和他们说说 我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要打人 看到这些记者 苏雪晴心中暗暗着急 苏家 现在正是风雨之秋 如果再爆出负面 新闻 他想要拉来投资 就更难了 同时 他也不想把自己 在翠微山庄的经历 公布出去 虽然他并没有被怎么样 但有些话好说不好听 说不定就会飞文满成飞了 但着急又有什么用 看叶家经典的架势 势必要让苏家下不来台了 我打人 自然有我打人的理由 倒是你 身为翠微山庄的老板 是怎么保证客人的安全呢 皮羊羊却根本不在乎 冷声反问 赵金刚目光一冷 你这是在质问我 皮羊羊说道 赵金刚 他们进了你的场子 你是不是得负责他们的安全 可是 昨天晚上他们被人下药 差点被人用墙 你作为翠微山庄的老板 难道没有责任 赵金刚被问得哑口无言 但随即恼羞成怒地说道 一派胡言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 再说了 这是和叶少有什么关系 皮羊羊冷声一笑 撇了叶峰柳一眼 鄙夷的所道 因为他就是主要凶手 胡说八道 皮羊羊的话音刚落 叶元欣顿时暴怒 冲着皮羊羊吼叫 小子 我看你是真不知道死活 打了叶少 还这样污蔑他 今天要是不给你一点教训 你是不知道 马王也有三只眼 赵金刚咬牙狠狠说道 各位记者 你们一定要公平公正报道 这个打人凶手 不但凶残至极 还百般狡辩 这样的人渣 我们不能姑息 叶元阳面对那些记者大声说道 这些记者是他花钱找来的 自然帮着叶家 文言纷纷点头 叶元阳音冷的一笑 他完全有把握 今天从这里报道出去的消息 必定全部对苏家不利 让一下 听说这里有大瓜 怎么能少了我 但叶元阳的话声刚落 一个急匆匆的声音响起 随即 一个穿着复古风的女孩 举着话筒 跌跌撞撞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 跟着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 看到这两人 叶元阳的面色一黑 沉声问道 谁让你们来的 那女孩指了指胸口的工作牌 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叫欧阳燕 青江卫视记者 这位是我的同事 摄影记者刘凯 听说这里有突发新闻 作为记者 自然有责任前来进行真相报道 叶元阳不耐烦地说道 这里不欢迎你们 请你们马上离开 这两人不请自来 让他很不爽 同时也觉得有一丝不安 欧阳燕正要争辩 皮羊羊吃笑一声说道 你是不是忘记了 这里是苏家 主人都没说话 你凭什么 岳祖带袍 带主人赶客 欧阳燕立即说道 对啊 苏家人都没赶我们走 你们凭什么赶我们 莫非 有什么事情 是不能让我们知道的 叶元阳的面色 变得十分难看 只得姓欣然说道 好 你们留下 不过 你们要据实报道 皮羊羊嘴角撇起一丝微笑 淡然看了一眼欧阳燕 他知道 这个记者就是顾天双的表姐 开始在别墅中 苏雪芹和郑立的对话 他都听到了 知道叶家找来了记者 便隐然觉得 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 那些记者 肯定是被叶家收买了的 所以 他让顾天双帮忙 看能不能也找一个记者 去苏家老宅 这样的话 不管叶家怎么黑 始终有一个巨石报道的 他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没想到顾天双真有个记者表姐 赵金刚早已经不耐烦了 刚才皮羊羊指责他 也有责任 他心中怒火万丈 叶总 和他费什么话 这小子 打了叶少和佟总 翠微山庄的保安 可以作证 现在就看怎么处理这件事 对 严惩凶手 一定要还我儿子 一个公道 下方盯着皮羊羊 等叶说道 叶元兴狠狠盯着皮羊羊 咬牙说道 这件事和苏家也有关系 苏家也必须跪下道歉 苏宝国父子浑身一震 有些惊慌地看向皮羊羊 人是我打的 凭什么要苏家人下跪 皮羊羊冷然开口 好 你终于承认人是你打的了 叶元兴脸上的肌肉跳动 阴狠说道 没错 是我打的 皮羊羊淡然说道 此话一出 苏家人顿时傻了 苏雪芹更是面色煞白 惊慌地说道 皮羊羊 你 你别乱说 皮羊羊瞥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说道 我没有乱说 当时我揍那个王八蛋的时候 正好录下来了 再说到王八蛋三个字时 他嘴角挂着一丝玩味的笑意 目光落在叶风柳身上 叶风柳顿时期的脸上抽动 怒声喝道 你 赵金刚愣了一下 随即捧腹大笑 还以为这小子有多厉害 却原来是个傻子 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 听说自己打人 向对方提供证据的 好 很好 看来 你是承认打人的事实了 他好不容易止住笑声 鄙夷地看着皮羊羊说道 承认了 皮羊羊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就是打了两个王八蛋吗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皮羊羊 你 苏雪情急了 虽然他也觉得 皮羊羊打的是王八蛋 但现在 当着叶家人 和这么多记者的面 就这样公然承认 那不是再给自己找麻烦 郑利也是满脸黑线 这家伙 是弱智吧 但皮羊羊像是 没有看到他们焦急的样子 而是淡然说道 没什么 做人嘛 就得敢作敢当 哈哈哈哈 赵金刚再次忍不住 爆出大笑 恭喜苏家 给此家序 看来 苏家的未来可期啊 他看着苏家人 一脸揶揄地说道 过奖 看来 赵老板已经看出 我的优秀了 所有人都梦了 猛逼树上猛逼果 猛逼树 下你和我 若是来生再相逢 一起树上便果果 这不是典型的有病吗 而且病得不轻 苏雪情完全呆住了 既尴尬又难受 脸上火辣辣的 就像是有人给了他一巴掌 今天苏家 可就要再次名扬青江了 那些记者 也全部猛了 甚至忘记了 自己手上的工作 欧阳燕 一脸惊恶地看着皮扬扬 心中在嘀咕 小双 让我来帮一个傻子 好好 承认就好 叶元阳一脸冷笑 转头看向苏宝国等人 最终 将目光 落在苏雪情身上 苏家众人心中一灯 不知道 叶元阳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你们苏家 在订婚宴上 用这个废物 来羞辱我们叶家 昨天 又怂恿他打伤我儿子 这一切的事情 都是因为苏雪情而起 叶元阳冷声说道 苏志文脑门上 沁出汗珠 微微弯腰 忐忑说道 这件事 是因我女儿而起 我代表 他向你们道歉 贱皮扬扬承认了 打人事实 他心中 恨得牙痒痒 但是已至此 他只想早点 稀释宁人 道歉 叶元心冷笑一声 道歉就完了吗 苏志文赶紧说道 我们可以负责 叶少的所有医药费 并赔偿一笔钱 哼 你是认为 我叶家缺钱 想要额你们一笔 不等苏志文说完 叶元心冷哼一声 打断了他的话 不屑地说道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苏志文有些慌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们苏家人 全部跪下来 给我儿子 磕三个头 向他道歉 叶元阳冷声说道 苏家人面色 骤然一变 站在这里的苏家人 除了苏雪情 其他的 都是叶峰柳的长辈 尤其还有 老爷子苏宝国在 如果他们 给叶峰柳磕头 那他们的脸面 往那里放 叶元阳 你是不是过分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苏宝国 牙齿咬得咯咯响 恨声说道 过分 叶元阳冷笑 这还不算完 在你们磕头道歉后 苏雪情 必须去我叶家 事后我儿子 一直到他康复为止 听到这句话 叶峰柳顿 十眼中一亮 抬头看向苏雪情 眼眸深处 充满了热气 苏雪情面色 瞬间苍白 叶家这么做 就是对苏家 最大的羞辱 他堂堂苏家三小姐 居然要去 叶家当丫鬟 这要是传出去 以后他还有 什么脸面做人 而苏家 在青江会 再也抬不起头来 就连赵金刚的 双眼中 都闪烁了一下 要说狠 还得是叶家人呢 这就是典型的 杀人诛星 这叶元阳 是想对苏家 赶尽杀绝 不过 他立即附和道 叶总说的没问题 苏雪情去 叶家侍侯叶绍 完全合理 苏志明转头 看向苏雪情 说道 雪情 看来只能委屈你了 不过不要担心 叶绍的伤好了 你就可以回来了 苏雪情的牙根 都差点咬碎 坚定地说道 是他叶风流 想要害我在先 皮扬扬 是为了救我而打人 想让我道歉 让我去侍侯他 绝无可能 声音铿锵有力 语气斩钉截铁 苏志明面色一黑 怒声说道 你 难道你要置苏家 与微静而不顾 皮扬扬不由 看了苏雪情一眼 看到他那坚定的神情 心中不禁微微一动 少废话 现在你们苏家人 先跪下来 给叶少道歉 赵金刚冷声说道 苏家人顿时一脸的绝望 一个个敢怒不敢言 你们凭什么 让苏家人下跪 此时 皮扬扬淡然说道 该跪的 应该是叶家人 还有你 赵老板 你 叶元欣震怒 指着皮扬扬 我看你小子 是真的不知道死活 皮扬扬目光一冷 沉声说道 大家来评评理 苏雪情被人欺负 还要给欺负他的人下跪 这天下 有这样的道理吗 苏雪情 微微一震 双眸中露出一丝惊讶的光芒 心中忽然涌出一丝感动 这个协议老公 居然一直这么维护他 满嘴胡话 你说叶峰柳 欺负苏雪情 证据呢 叶元欣怒不可遏地喝道 叶元阳 则对着几个记者说道 各位记者 你们看清楚了 这人叫皮扬扬 是苏家女婿 刚才他已经承认打人 可是 又不肯道歉 还在满嘴胡说 这样的败垒 人渣 如果不狠狠承接 功力何在 道德何在 他说的慷慨激昂 义愤填膺 对 这人无端 在我山庄闹事伤人 各位一定要据实报道 还有苏家 与他是一丘之和 可见苏家多么黑恶 这样的家族 是青江的独流 记者朋友们 一定要呼吁社会各界 予以坚决抵制 赵金刚慷慨陈词 好像苏家是万恶不赦的 黑恶势力 不除掉 不足以平民分 记者们 立即互动起来 将话筒 递到叶峰柳面前 叶先生 请问你是这次事件的 受害者吗 你身上的伤势怎么来的 当时 究竟经历了什么 叶先生 公道自在人心 请把你被打的精力说出来 我想一定会得到 一个公平的处理的 这些记者 都是收了叶家好处的 自然知道 怎么把火影 到皮扬扬身上去 叶峰柳 则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声泪俱下地 将自己被打的过程 描述了一遍 当然 至于他怎么把苏雪晴 丢到床上 怎么想要把他玩弄 肯定是只字不提 大家都知道 皮扬扬在我的订婚宴上 无理取闹 抢走我的未婚妻苏雪晴 就算这样 他还不愿意放过我 趁我在摧微山庄休息的时候 闯了进来 把我抱打一顿 叶峰柳一副 可怜兮兮的受害者样子 把所有过错 都推在了皮扬扬头上 他在说谎 事情不是这样的 苏雪晴见他 隐瞒了最关键的事情 不由急了 大声喊道 但这些记者 并没有人理会他 依旧围着叶峰柳采访 叶家人不禁暗暗得意 叶元阳的嘴角 挂着一丝阴冷微笑 这些记者 都是他花钱找来的 怎么可能会帮苏家 但他很快 就黑脸了 欧阳燕看了一会儿 举着话筒 来到苏雪晴面前 问道 苏小姐 我看你对叶先生的陈述 有不同说法 当时 苏雪晴想到自己 被下药送到叶峰柳床上的经历 心中一阵羞耻 一时说不出话来 是这样的 当时我和苏总受到 四海投资老总童月的邀请 去翠微山庄谈投资的事 但没想到 童月在酒水里下了药 苏总昏迷后 被童月的保镖带走 而我也差点被童月欺负 郑力站了出来 将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详细述说了一遍 甚至把童月说的什么话 是怎么撕扯他衣服的事情 都毫不保留地说出 叶元阳的面色 黑沉沉的 怒声说道 欧阳记者 苏家人明显是在歪曲事实 你身为记者 要懂得明辨是非 欧阳燕说道 既然是纠纷 总不能听你一家之言吧 你说苏家人 歪曲事实 那你又怎么证明 叶少说的完全是真的呢 叶元阳掖住 面对欧阳燕的犀利提问 他哑口无言 在他的眼中 闪过一抹寒光 冷声说道 不管怎么说 打人伤人 就是不对 一名记者 立即举着话筒来到 皮羊羊面前 问道 这位先生 请问你当初 为什么要打受害者 现在 是不是已经后悔了 皮羊羊翻了一眼 不屑地说道 这人该打 撞在我手里了 我如果不打 那就是对不起天理 要说后悔 那确实有一点 那就是 打轻了 记者 叶元阳 叶元阳心的面色 变得十分难看 狠狠盯着皮羊羊 记者朋友们 你们当才都听到了 他是打人凶手 居然还这么嚣张 还说自己打轻了 叶元阳像是抓住了 皮羊羊的辫子 对记者大声说道 这位先生 开始你说录下了 打人的视频 请问 视频在哪里 一位记者 像是想起了什么 看着皮羊羊问道 他们感觉 今天的确挖到了 一个好新闻 而且 他们想在 叶家人面前好好表现 也许叶家人一高兴 再赏个三瓜两枣的 皮羊羊双眼一闪 立即醒悟般说道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醒 你要不说 我还差点忘记了 一边说着 一边从身上 掏出那张在红楼中 卸下的存储卡 在场所有人又猛了 还真有这样的傻子 把自己打人的视频 拿出来给记者看 这是嫌弃自己 死得不够透彻吗 叶元阳笑了 这他们就是一个傻缺 典型的 脑子没进化完全 这达人的视频 如果是真的 那么 就坐实了皮羊羊 打人的事实 皮羊羊 是苏家的女婿 就算想赖 也赖不掉了 谁有电脑和读卡器 在一片面面相去的沉寂中 皮羊羊举着手中的 存储卡大声问道 苏家人一脑门黑线 苏雪晴则浑身微微颤抖 他很清楚 这视频里拍的是什么 虽然他很不情愿 让皮羊羊将当天的视频 公开出来 不过事已至此 也唯有这个视频 才能证明 叶峰柳做了什么 皮羊羊为什么要打他 皮羊羊看向他 他也正好看向皮羊羊 两人四目相交 苏雪晴心情 复杂地轻轻点头 等于是 默认了皮羊羊的做法 不用电脑 我这摄像机 就能放出来 欧阳燕转身说道 存储卡叉近摄像机 画面呈现出来 今晚我就要让你 成为我的女人 我要让你知道 只要是我叶峰柳 看上的东西 就没有人 能从我手里抢走 看到了吗 今天 我给你准备了特别节目 我会把你在床上的样子 录下来 留给你以后 慢慢欣赏 苏雪晴 你说 我想要干什么 当然是要干 你了 现在明白了 没错 是我让他们 在你酒里下的药 那可是好东西 等会你就能体会到了 唯一可惜的是 你会从此变成 一个傻子 画面清晰 叶峰柳无言会语 嚣张得意 苏雪晴绝望无助 全部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听着视频中叶 风柳那猥琐 下流的声音 现场所有人都傻了 尤其听到 他亲口承认 整件事 就是他策划的 而且 那种恶毒的药 也是他亲自买回来的 众人心中不禁发寒 不少人 将目光 投在了叶峰柳身上 神情怪异 叶元阳 叶元星等人的表情 变得十分古怪 这个视频 要是流露出去 叶家将会声誉扫地 看到视频中 叶峰柳的剑样子 自己都想上去 踹两脚 叶峰柳脸色苍白 浑身微微颤抖 头上汗珠 滚滚落下 他那闪烁的眼神 在告诉大家 此时他内心十分害怕 苏家人浑身颤抖 他们感到 无比气愤 尤其苏宝国 面色铁青 拄着拐杖的手 剧烈抖动 以至于后面 出现皮羊羊暴奏 叶峰柳的画面时 他们忍不住 在心里暗暗叫好 觉得确实打轻了 苏雪晴是苏家 最大的希望 是苏宝国 最看好的第三代 居然差点受到 叶峰柳的凌辱 甚至变成傻子 要不是皮羊羊 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样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视频放完 皮羊羊扫视一眼众人 目光落在叶元羊身上 玩味地说道 叶家人 和赵金刚的面上 神情古怪 变化不定 就连脾气暴躁的叶元羊 也像是 吞了一只苍蝇 咽下去恶心 想吐又吐不出 这种感觉 别提多难受了 所有的记者 也猛住了 全都像是中了定身法 张着嘴 瞪着眼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谁也没想到 皮羊羊的打人 证据居然如此劲爆 苏雪晴虽然羞愤 但总算证明了 叶峰柳的下流 与无耻 揭露了叶家人 霸道无礼的嘴脸 心中 倒有一丝畅快 看到皮羊羊那得意的样子 叶元羊心中 无比羞恼 如果这个时候 地下裂开一道缝 他会毫不犹豫地 把皮羊羊给推下去 看来 这件事 确实很复杂啊 皮先生打人是不对 但在苏女士 危急的时候出手 就一切 都情有可原了 我看皮先生 不但没有错 还应该发一面 建议勇为好青年的惊奇 当今社会 实在太缺皮先生这样 正义热血的青年了 欧阳燕看完后 无不带着嘲讽的感慨说道 叶元羊 叶元兴 照金刚的脸都绿了 差点当场吐血 刚还在笑皮羊羊 是二愣子 是傻逼 现在看来 傻逼竟是我自己 自己叫来的记者还好办 但这个欧阳燕 有点棘手 不过叶元羊 也不是太担心 他相信 只要自己钱给到位 欧阳燕一定会站在他这边 只是现在 只能忍着 狠狠瞪了叶峰柳一眼 怒声喝道 丢人现眼的玩意 看你做的好事 今天回去后 好好反省 没想明白钱 不许出门 叶家是青江第一豪门 而他叶峰柳 是第三代继承人首选 现在有关他的 任何负面报道 都有可能成为 竞争者攻击的把柄 甚至影响 整个叶家的经济发展 叶峰柳瑟瑟发抖 下方紧紧抱着他 不断流泪 下方泪眼婆娑地说道 被打的是 我们的儿子 他的手都废了 难道打人的一点 责任都没有 给我闭嘴 叶元羊恼羞成怒地怒喝 此时 他心中十分烦躁 下方不敢再说什么 叶峰柳更是静若寒蝉 一声不吭 各位记者 今天这件事 尚未完全调查清楚 不宜外转 各位辛苦了 辛苦费 我会马上送到各位手上 叶元羊才放低姿态 对那些记者说道 这句话 最主要是说 给欧阳燕听的 但记者们还没说话 皮羊羊 失笑一声说道 怎么 你这是打算 封住他们的嘴吗 叶元羊强忍心中怒火 陈生说道 今天这件事 肯定多有误会 我愿意和苏家私聊 私聊 知道了事情真相的苏宝国 终于支起了腰 盯着叶元羊说道 我孙女 差点毁在你儿子手上 你说私聊就私聊 难道你忘记 刚来的时候 是如何咄咄逼人的了 刚开始 他认为 是皮羊羊无故打人 自觉心虚 现在不同了 皮羊羊打人 全因为叶峰柳 想要欺负苏雪晴 他瞬间 就成了战里的一方 他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 叶元羊的面色一阵 红衣正白 心中翻腾 却又不敢发作 只得说道 只要苏家愿意私聊 我叶 苏两家的恩怨 可以就此勾销 好啊 你要私聊 也不是不可以 让你儿子跪下 向我孙女道歉 苏宝国昂着头 恢复了五大家族家主的气势 你 你不要太过分 叶元羊顿时面色一黑 让我们叶家人 给你孙女下跪 苏老爷子 你不要忘记了 是你们苏家 毁婚在前 叶元羊的面色 十分难看 叶家大少爷 给人下跪 不贵 那就免谈 你叶家 纵然是青江第一家族 但我苏家 也不是好欺负的 苏宝国手中的拐杖 轻轻一顿 发出当的一声 此时 他心中憋着一口气 想狠狠地吐出来 叶元羊 叶元羊的面色 变得十分难看 狠狠盯着苏宝国 但苏宝国气势凌人 丝毫不畏惧 他现在想明白了 反正已经和叶家 撕破了脸 苏家与叶家的恩怨 是无法化解的了 事已至此 也只有这样 叶家也许才会觉得 苏家不是想象中的 那么好欺负 好 看来你苏家是 非要和我叶家 死杠到底了 那咱们走着瞧 叶元羊恼羞成怒 要叶风流 给苏雪芹下跪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绝对不相信 苏家凭着这个视频 就真能把叶风流怎么样 不过也可以 欧阳记者 今天的采访 晚上能上电视吗 皮羊羊 接过欧阳燕 递过来的存储卡 神情淡然地说道 新闻嘛 讲究的就是一个及时报道 都已经录制完成了 晚上就能上法制栏目 这没问题的 欧阳燕很肯定地说道 你 你们 叶元羊气得差点吐血 这件事 要是真上了电视 那对叶家的声誉影响 将无比巨大 甚至很可能引起叶家的震荡 这是叶元羊无法承受的 我知道 你们叶家势力很大 只手遮填 不过 我更相信 人间自有正义 如果我把视频提供给警方 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皮羊羊一脸好奇的样子说道 叶元羊气得咬牙切齿 轻惊爆起 赵金刚说道 小子 你不要逼人太甚 你要知道 你面对的是叶家 皮羊羊瞥了他一眼 淡然说道 你不说话 我还差点把你给忘记了 赵老板是吧 你猜 你的山庄上的电视 是不是会更火爆 赵金刚顿时像是吃了一坨新鲜的香 那表情难看到了几点 这是要爆出去 他的脆微山庄 肯定会受到巨大影响 贵 还是不贵 存储卡在皮羊羊的手指间转动 这确实是个问题 苏家人看到叶元羊等人 那像是吃了苍蝇般难受的样子 心中狠狠地出来一口气 如果 他跪了 那这件事能不能到此为止 叶元羊咬牙说一句 转头看向叶风柳 脸上剧烈抖动 显然心中无比激动与愤怒 皮羊羊淡然点头 当然 前提是 你们不要继续搞事 爸 我不贵 叶风柳慌了 赶紧说道 是他背着找这个废物 来恶心我们叶家 凭什么让我给他下跪 混账东西 你自己干的好事 叶元羊怒吓一声 过去一把将让他拉起 拖到苏雪芹面前 跪下 叶风柳十万分地不甘心跪下 牙关紧咬 所有记者都惊呆了 他们很想把这一幕录下来 但他们不敢 就算叶家跪了 那也是猛虎 他们可不想某一天 莫名其妙地 被人在青江底给打捞上来 但欧阳燕却没想这些 显得有些兴奋 赶紧招呼刘凯 录下来 叶家下跪道歉了 青江第一豪门的大少爷 居然在苏家下跪了 这要是传出去 必然轰动整座青江城 叶元羊 叶元兴狠狠盯了欧阳燕一眼 心中怒火万丈 但又无法当场发作出来 他们都很清楚 这个社会上 有两种人不好惹 一个是律师 第二个就是记者 皮羊羊掏出他的新手机 打开摄像模式 往后退几步 像是很专业的指挥者 叶少 腰板挺直一点 不要这么苦大仇身 道歉要有道歉的样子 叶家人的面色顿时如乌云笼罩 难看到了几点 这他们是把这里当成 电影拍摄现场了 还有 光是跪下可不行 道歉吗 必须诚心诚意 皮羊羊不停变换角度拍摄 又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我道你妈 叶风柳顿时大怒 怒骂一声 就要起身 但他的肩膀 被叶元羊按住了 道歉 两个字几乎是从 叶元羊的牙齿缝里挤出来的 所有的屈辱 化作滔天怒意 却又不能不强忍着 毕竟 如果视频中的事情传出去 对于叶家 将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叶风柳的前程 很可能就此毁了 叶风柳倾金爆起 猴杰不断上下一动 双眼中似乎要瞪出血来 对不起 他浑身颤抖 强忍着心中无边的屈辱 咬牙吐出三个字 这就对了 说明叶少还是有悔改之心的 皮羊羊心满意足地收回手机 微笑说道 现在 我们可以走了吗 叶元阳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 皮羊羊淡然看向一脸震惊的赵金刚 摆了摆手机 说道 赵总 难道你觉得 在你的场地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没有一点责任 赵金刚脸上的肌肉剧烈抖动 转身面对苏雪晴 沉声说道 苏小姐 对不起 皮羊羊来到苏雪晴面前 问道 对他们的态度满意吗 苏雪晴此时心中犹如惊涛骇浪 他怎么也不敢想 叶风柳会跪在他面前 向他道歉 他嘴唇抖了抖 说道 让他们走吧 皮羊羊看向叶元阳 都滚吧 叶元心重重地哼了一声 过去扶起叶风柳 连同那些记者 灰头土脸地 离开苏家大院 欧阳记者 谢谢你们 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院子中 只剩下苏家人和欧阳燕 刘凯两人 欧阳燕微微一笑 点头说道 好啊 那我可等着的 说完 深深看了一眼苏雪晴 与刘凯离开了苏家老宅 哇 就在欧阳燕 刘凯刚刚走出院门的一瞬间 苏雪晴再也忍不住 哭出声来 在翠微山庄所受的委屈 已经回到苏家老宅后 被叶家人多多逼人的威胁 让他的情绪 早已经到了临界点 此时 他再也控制不出 痛哭出声 郑力赶紧抱住他 陪着他一起流泪 雪晴 你受苦了 是爷爷误会了你 此时 苏宝国长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 苏雪晴眼中含着泪水 耿叶说道 爷爷 这不怪你 苏宝国看向皮洋洋 说道 小皮 也谢谢你 皮洋洋淡然一笑 没什么 既然我现在是苏雪晴的丈夫 我就应该保护他 爸 今天这件事 叶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只怕以后会麻烦不断 苏志文有些担心地说道 苏宝国狠狠盯了他一眼 怒声说道 雪晴是你女儿 他差点毁在叶峰流手上 你不担心自己的女儿 却担心叶家会报复 可是 苏志文满面通红 念念然不敢再多说什么 哼 亏你还是雪晴的父亲 还不如一个外人 苏宝国怒哼一声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爷爷 他不是外人 他是我丈夫 就在苏宝国话音刚落下 苏雪晴抬头脱口而出 这句话 说得特别自然 同时 在他心底深处 悄然流过一道暖流 这一刻 他完全忘记了 自己与皮洋洋 只有一年的协议 而把他当成了 自己真正能依靠的男人 苏宝国轻叹一声 陈生说道 雪晴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但身为苏家人 说出的话就得算数 苏雪晴塞边还挂着泪水 但神情却无比坚定 爷爷放心 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在规定的时间内 拉来武艺资金 好 不愧是我苏宝国的孙女 事情已经了结 你们先走吧 我累了 想要休息一会 苏宝国说了一句 转身向屋里走去 走吧 我送你们回去 皮洋洋轻舒了一口气 对苏雪晴和郑丽说道 嗯 我也累了 苏雪晴擦拭了一下泪水 有些疲惫地说道 三人出了苏家老宅 皮洋洋开车 回云顶别墅而去 或许是开始压力太大 现在虽然得到释放 但依旧难以平静 一路上 苏雪晴 郑丽都是一言不发 正在往前开的时候 忽然看到 前面十几个人 围住一辆甲壳虫汽车 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皮洋洋自然不想多管闲事 正准备开过去 却一眼看到 欧阳燕被围在中间 欧阳燕正在和一个壮汉在拉扯 而刘凯已经被打倒在地上 勾搂着身子 拼命护住自己的脑袋 皮洋洋将车子靠边停住 郑丽诧意地问道 停这里干什么 欧阳记者有麻烦 我去看看 皮洋洋开门下车 向前面走去 苏雪晴 郑丽这才看到 欧阳燕正被一人逼得惊慌后退 另外有几个人 正在对着倒在地上的刘凯 狠狠踢着 两人吃了一惊 他们很清楚 开始在苏家老宅 这两人一直在帮他们 所以 现在看到欧阳燕和刘凯被打 自然焦急万分 但皮洋洋已经冲了过去 苏雪晴担心地说道 他一个人去 行吗 哼 以为自己是记者就了不起 可以随便拍 随便胡说八道 十几个壮汉 围着欧阳燕和刘凯 凶神恶傻般 其中一个满脸坑的男人 猥琐地伸手 去推欧阳燕 却是专门选择不该抓的地方抓 他每抓一下 身后的几个小弟 便轰然大笑 老老实实把摄像机交出来 老子或许能放过你们 不然的话 就请你们跟我走 你不是喜欢拍吗 等会我让你拖 光了拍个够 男人将手突然伸向欧阳燕身前 形容猥琐地说道 欧阳燕发出惊恐的尖叫 拍开闲珠手 羞愤异常地 狠狠盯着面前的男人 大声喊道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还有没有王法了 王法 在这里 老子就是王法 谁让你他们的多管闲事 今天老子 要是不干了你 那才是真的没有王法了 男人再次试图向欧阳燕身上抓去 同时不屑地说道 看到欧阳燕惊恐的样子 他越发地兴奋 鲍哥 咱玩过这么多女人 但还没玩过记者吧 我看这记者挺骚的 要不 试试 一个小弟在后面猥琐地说道 鲍哥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得意地说道 你他们的 说得还真是 那今天 咱兄弟就试试 一边说着 一边狠狠 抓响欧阳燕 欧阳燕穿的是 复古的背带牛仔裤 他惊恐后退 但身后是车子 已经没有退路 啪的一声 一条吊带被扯断 鲍哥得意地大笑 再次扑向欧阳燕 眼见欧阳燕 已经无法逃脱鲍哥的魔爪 突然 鲍哥只觉得脖子一紧 然后整个人飞了起来 直接飞去近五米 无巧不巧 路边正好有一个垃圾桶 他一头扎了进去 只剩下一双脚 在外面乱蹬 十几个小弟瞬间惊呆了 看着突然出现的皮羊羊 满眼惊疑 欧阳记者 你们先上车 皮羊羊犹如神兵天将 将鲍哥丢了出去 然后将躺在地上的刘凯 拉了起来 欧阳燕惊魂未定 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皮羊羊 顿时松了一口气 快报警 他们是 是叶家找来的人 欧阳燕惊慌地说道 皮羊羊这才发现 他和刘凯的手机 都已经被砸碎在地上 没事 你们先上车 这里交给我 皮羊羊神情淡然 不懈地扫射了十几个小弟眼 欧阳燕赶紧扶着刘凯上车 紧张地看着皮羊羊 四个小弟已经冲到了垃圾桶旁边 手忙脚乱地将鲍哥从垃圾桶 苏雪晴像是受惊的小猫 猛然站起 警惕而又愤怒地看着皮羊羊 苍白的脸上浮现一丝红韵 双眸中闪烁不定 似乎有些生气 皮羊羊一脸愕然 什么不行 我 我是说 你这么好看的女人 该有的都有 怎么脑子缺了一点 苏雪晴愣住 随即怒意浮现脸上 双手握拳 狠狠盯着皮羊羊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说我蠢吗 皮羊羊耸了耸肩 起身淡然说道 不给就算了 还发火 什么意思吗 一边说着 一边往楼上走去 苏雪晴一头雾水 盯着她的背影 喊道 你到底想要什么 当然是钱啊 大小姐 奖金也可以 给我涨工资也可以 你以为我想要什么 皮羊羊转身 显得很无奈地说道 同时 她那双眼睛 这次肆无忌惮地 在苏雪晴身上游荡一遍 轻轻摇头 你以为我想要你啊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你 苏雪晴气的小脸煞白 这混蛋 居然还嫌弃我 我就这么差劲 入不了 你这混蛋的眼吗 好 给你奖金 一万 她差点咬碎牙齿 狠狠说道 皮羊羊 立即露出灿烂笑容 走到她面前 缓缓伸出右手 啪 苏雪晴恼恨地 在她的掌心打了一下 没好气地说道 我的车都让你开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要钱 先欠着 皮羊羊愕然 随即信欣然说道 一万块钱也欠 你这有点堕落了呀 说完 一脸惋惜地摇摇晃晃上楼了 苏雪晴气呼呼地坐下 一直没有说话的正理 看了一眼皮羊羊的背影 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家伙 让人放心的时候 是真放心 可是讨厌起来 也是真讨厌 算了 不说她了 苏雪晴柔着脑袋 有些无奈 当天没事 中饭后 皮羊羊难得的老实待在家里 繁琐房门 一天都没有出去 次日早上 苏雪晴的精神好了很多 但依旧为了拉投资的事情 在头疼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 但资金的事 还是毫无头绪 皮羊羊摇摇晃晃地下楼 看到苏雪晴 愁眉苦脸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还在想资金的事 嗯 又过去了一天 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到 任何办法 你说 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苏雪晴苦恼地说道 皮羊羊轻声一笑 这可不像雷厉风行 自信自强的苏总 这么一点事 就把你打倒了 这么一点事 那可是五个亿 现在谁还敢投资 苏加五个亿啊 苏雪晴翻了他一眼 还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口气不小 不是还有十天吗 急什么 皮羊羊一脸的不在乎 苏雪晴知道 和他纠缠不清楚 便不再说话 我听人说 一周后 腾龙商会将在青江 举行一场招商会 会选择一家公司 进行投资 如果你一个星期内 没有想到办法 可以去试试 随即 皮羊羊又漫不经心地说道 苏雪晴一正 随即惊讶地 看着皮羊羊 诧疑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皮羊羊说道 我也是无意听到的 腾龙商会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可是 腾龙商会的招商标准很高的 我连勤俭都没收到 会场都进不去 哪有资格竞争投资 苏雪晴有些懊恼地说道 在青江 有人不知道苏家 也不可能不知道腾龙商会 他很清楚 腾龙商会 每年都会在青江招商投资 但多年来 苏家一直没有 拿到过任何投资 今年更好 连勤俭都没有了 肯定是腾龙商会知道了 苏家的危机 也知道了 苏家和叶家的矛盾 所以干脆勤俭都不送了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一个庸人走了过来 在他的手上 捧着一张大红勤俭 小姐 刚才外面来了一个人 让我把这个给你 庸人恭敬地将勤俭 递到苏雪晴手上 苏雪晴有些不耐烦地接了过来 顺手丢在沙发上 这个时候 他那还有什么心情 出席宴会 苏 苏总 请柬 忽然 郑立盯着那本请柬 激动地连话 都说不清楚了 我知道是请柬 你至于这么激动 苏雪晴诧异地说了一句 下意识地转头 看向请柬 突然 他也呆住了 随即 他激动地抓起请柬 快速打开 仔细地看了一遍 一脸兴奋与惊恶地说道 这 这是腾龙商会的请柬 他们邀请我参加 招商会了 看着他那惊喜的样子 皮羊羊嘴角 闪过一丝微笑 转身往餐厅走去 腾龙商会居然派人 把请柬送到了这里 可见 他们对苏氏集团 对苏总理还是很看重的 郑立也兴奋不已 这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难得的好消息 嗯 我们要好好准备 如果在招商会开始前 我还没拉到资金 就一定要争取 让腾龙商会投资我们 苏雪晴又恢复了自信 坚定地说道 与此同时 秦家也沉浸在 一片喜悦之中 在秦家人面前 摆着一本红红的请柬 上面印着 腾龙商会的灰灰 花柳冰 则是一脸得意地 坐在沙发上喝茶 像是一个大功臣 翘着二郎腿 只是 他的头上缠着纱布 在其额头的位置 还有鲜血浸出一个圆点 十分扎眼 但严金凤 根本没有觉得他失利 反而有些炽热地看着他 激动地问道 花少 这真是腾龙商会的请柬 花柳冰 一脸得意地说道 这是我爸找到 腾龙商会的孟会长 问他要到的 这么说 我秦家真的也有资格 参加这次招商会了 秦玉宇也激动无比 双手发抖地打开请柬 当然 而且我爸和孟会长说过了 极力推荐你们秦家 孟会长亲口答应我爸 这次招商会 秦氏集团一定会拿到 最少一个亿的项目 哎呀 这几天 我都心神不宁 总担心 投资会出什么意外 现在我放心了 有花少在 我秦家真的就要飞黄腾达了 严金凤简直地开了花 恨不得上去抱着花柳冰 狠狠倾上一口 是啊 还是花少厉害 不像皮羊羊那个废物 什么都做不了 就知道在家混吃等死 秦玉宇想起了皮羊羊 忍不住鄙夷地说道 严金凤立即呸呸呸地连土三生 没好气地说道 好好的你替那个废物 做什么 晦气 他早已经滚出我们秦家了 以后遇见你好好和花少处 花少才 是我秦家最理想的女婿 他一边说着一边对着秦玉 结实眼色 但秦玉结像是没有看到 从秦玉与手上接过勤简 眼神闪烁 心中一阵翻腾 早在几天前 花柳冰就对他信誓旦旦地说 他已经让其父亲 去求腾龙商会梦会长 给他拿到了一个亿的投资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彻底下定决心 在他与皮羊羊 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办了离婚手续 但这几天他 一直没有收到腾龙商会的勤简 心中很不踏实 现在总算看到秦简了 心中石头总算放下 他看着那张秦简 心中暗暗想着 皮羊羊 不要怪我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的高度 很快就会超出你的想象 还有苏雪晴 我一定会超越你 我要站在青江之殿 让大家知道 我秦玉结 才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他逐渐平静心情 看向花柳冰 感激地说道 花少 谢谢你 花柳冰立即说道 玉结 你和我 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我答应你的事 我一定会办到 你头是怎么回事 怎么弄的 秦玉结 盯着花柳冰头上的纱布问道 花柳冰脸色一变 怨恨地说道 都怪皮羊羊 那个乌鸦嘴 居然被他说中了 昨天我晚上去喝酒 回家的时候 脚下踩空了 一头撞在台阶上 就变这样了 秦玉结脸上 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他想起离婚那天 皮羊羊说过一句话 说 花柳冰三天之内 必有血光之灾 当时他认为皮羊羊 只是心里有气 为了弃花柳冰 才故意这么的 没想到 花柳冰还真的 在三天之内摔破了头 难道皮羊羊真的 会看面相 不过 他在心里 很快就否定了 在他心中 皮羊羊就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废物 哪里懂什么看向不挂 花柳冰受伤 不过是凑巧罢了 叔叔 阿姨 今天难得高兴 我请大家 一起出去吃顿饭 算是预先庆祝 玉结成功拿到投资 秦氏集团从此崛起 花柳冰起身 高兴地说道 好啊 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玉结和花哨 也应该多相处 严金凤 立即高兴地答应 秦玉羽羽 也十分兴奋 还是花哨好 皮羊羊娜废物 在我家三年 从没请我们 出去吃过饭 秦玉结眉头青醋 说道 我就不去了 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要处理 你们去吧 一直坐在墙角的秦四海 也问声问气地说道 我今天有点头疼 也不去了 花柳冰顿时有点尴尬 自己兴致勃勃请客 结果有两人不去 没事 玉结有事 就让他去公司 你们以后 有的是时间 在一起吃饭 至于那老头子 不用管他 他和皮羊羊一样 也是个废物 以前在秦家 都是皮羊羊做饭的 现在皮羊羊 离开秦家了 佣人做的饭菜 又不合他的胃口 自己又懒得做 所以一心想要出去吃 那好吧 我们出去吃 玉结 要不要我先送你去公司 花柳冰体贴地问道 不用 我自己开车过去就是 你 你陪我妈和小雨去吃吧 秦玉结直接拒绝 虽然他和皮羊羊 已经离婚了 也知道 花柳冰一直在追他 但在他心中 对花柳冰 并没有太多的感觉 花柳冰有些失望 但依旧挂着笑容 说道 那好 你路上小心便 严金凤还要化妆换衣服 秦玉结便先离开了 云顶别墅中 皮羊羊打了一个宝阁 在苏雪芹狐一的目光中 摇摇晃晃上楼去了 这家伙 居然不出去鬼混了 郑立低声说道 苏雪芹说道 这样最好 现在出去 说不定叶家人 就在找他的麻烦 你 这是在担心他 郑立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苏雪芹没有说什么 转身也上娄去了 留下郑立一个人 在客厅中 一阵猛逼 临近中午的时候 苏雪芹的手机响起 刚刚接通 里面就传来 沈怡焦急的哭诉声 雪芹 你弟弟走丢了 我和你爸找了好多地方 都没找到 你快帮着一起找找吧 苏雪芹吓了一跳 赶紧问道 妈 怎么回事 小哲怎么会跑出去的 他的弟弟苏明哲 原本是一个 很聪明上镜的人 最受老爷子喜爱 几年前 老爷子还曾在一次 家族会议上 无意提了一句 有意要立苏明哲 为第三代继承人 可是没多久 苏明哲就和人发生冲突 被打伤了头部 差点当场丧命 虽然人最终就回来了 但从此变得吃傻 甚至有时候 还会发扬巅峰 为了他的安全 苏志文和沈怡 只得将苏明哲 关在家中 专门请了一个人看着 今天突然跑出去了 这对于一个 心智不全的人来说 实在太危险 今天兰姨 去客厅接了个电话 你弟弟就偷偷跑出去了 雪晴 快想想办法 小哲一个人跑出去 外面很危险 沈怡一边痛哭一边说道 妈 您别急 我马上去找 小哲不会有事的 苏雪晴安慰着 其实她心中 早已经慌乱无比 好好 你快去 一定要找到她 沈怡慌乱地说了一句 挂掉电话 苏雪晴急匆匆下楼 对坐在客厅中的郑力喊道 丽姐 我弟弟跑出去了 你陪我去找一下 郑力吃了一惊 赶紧站起 苏明哲跑出去了 没有犹豫 立即跟上苏雪晴 往别墅外走去 这时 皮羊羊从洗手间出来 看到他们慌乱的样子 好奇问道 出什么事了 这么着急出去 我弟弟跑出去了 我得赶紧去找 苏雪晴心乱如麻 随口回答了一句 哦 那我陪你们去 皮羊羊也吃了一惊 赶紧抓起桌子上的车钥匙 跟着出门 她曾听苏雪晴说起过她的弟弟 知道她弟弟受伤后 变得吃傻了 一个吃傻的人跑出去 的确是很危险的 苏雪晴也没拒绝 现在的她 只希望有更多的人帮她 上了车 皮羊羊问道 去哪里找 先去我父母家附近 她刚走出去没多久 应该就在附近 苏雪晴想了想 说道 皮羊羊当即加速 往苏志文家开去 她上次送沈怡回家时 去过一次 所以知道地方 车子飞速行驶 很快到了苏志文 所居住的小区附近 你弟弟以前都喜欢去什么地方 到了这里 却是毫无头绪 皮羊羊想了想问道 苏雪晴说道 她以前很少出去玩 除了学校 家里 就是喜欢泡书店 学校 什么学校 皮羊羊心中一动 问道 青江二中 就在这小区南边不远 好 先去那里看看 皮羊羊当即做了决定 按照苏雪晴的指引 往青江二中开去 苏泽民是被人打伤头部 而吃傻的 这种情况 脑子里 往往对一些印象 比较深刻的东西和人 会形成一种惯性记忆 所以 皮羊羊判断 苏明哲去学校的可能性很大 几分钟后 车子来到青江二中门口 苏雪晴和郑立赶紧下车 跑进学校去寻找 皮羊羊不认识苏明哲 只能跟着他们一起走进学校 但找了一圈 并未发现苏明哲 问了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 和老师 还有门口的保安 也都说没发现有生人进入学校 苏雪晴更加焦急了 忍不住哭出声来 小哲 你去哪里来啊 皮羊羊看他伤心 害怕 着急的样子 忍不住说道 先别急 不是还有书店 没去找吗 也许他去书店了 苏雪晴擦拭一把泪水 惊醒一般说道 对 书店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 他肯定在那里 三人上车 立即前往学校不远的书店 虽然觉得有希望 但苏雪晴心中六神无主 害怕再次扑空 正在往前开的时候 皮羊羊突然减速 狐疑的偏头看向左侧 你快开啊 怎么停下了 正立见车子就要停下 着急的喊道 皮羊羊皱没说道 他们怎么在这里 苏雪晴狐疑偏头看过去 只见街道对面的 海天盛宴大酒楼前 围着一群人 像是起了什么冲突 其中一个人头上 还缠着纱布 一看就特别扎眼 另外 还有两个人 在推推嗓嗓 其中一人像 是十分害怕 被推得连连后退 是小哲 苏雪晴忽然惊呼一声 虽然相距几十米 但他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那个被推得连连后退的人 正是他的弟弟苏明哲 他赶紧推开车门 也不管街道 上车来车往 直接就往对面冲去 正立和皮羊羊赶紧跟上 不少车子紧急刹车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找死啊 有些司机破口大骂 但三人没有理会 一路跑了过去 苏雪晴没有看错 那个被推得后退的 确实是他的弟弟苏明哲 而推他的人 则是秦玉宇 头上缠着纱布的人 就是花柳冰 此时 秦玉宇骂骂咧咧 妈的 眼瞎了 撞我 我这衣服你赔得起吗 原来 花柳冰请言金凤 秦玉宇来海天盛宴吃饭 当秦玉宇兴冲冲 来到酒店门口时 突然和一个人 撞了个满怀 对方手上 还抓着一根冰激凌 糊在了他的身上 他顿时大怒 狠狠给了对方一耳光 并大声呵斥 要对方赔 撞他的人 正是苏明哲 他从家里跑出来后 漫无目的地乱走 老板见他一副 很想吃的样子 便好奇地问道 想吃冰激凌 苏明哲连连点头 但很快又摇头 有些难受地说道 我没钱 老板愣了一下 看出他的智力 有点问题 见苏明哲站在那里 已经很久了 心中一软 就拿了一只冰激凌给了他 苏明哲接了冰激凌 高高兴兴地边吃边走 不料与大步走来的 秦玉宇 撞了个满怀 冰激凌没了 还被扇了一巴掌 你陪我冰激凌 他顿时急地哭了 扯着秦玉宇 就要他陪冰激凌 秦玉宇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怒吓 妈的 你撞了老子 还要老子陪你冰激凌 一脚将他踹开 跟上去 又给了他一巴掌 挨了两巴掌的苏明哲 有些畏惧了 想要逃跑 但秦玉宇不依不饶 扯着他衣领子 让他陪衣服 苏明哲十分害怕 赶紧说道 我 我没钱 我妈有 我让他陪你 妈的 你当老子是BT 老少通吃 少他们废话 你妈有钱你没钱 那就让你妈拿钱来 秦玉宇以为 苏明哲涮他 更加恼了 兄弟 他是个傻子 秦玉宇没看出来 但站在一旁的花柳冰 却看出来了 傻子 秦玉宇愣了一下 随即一口口水 催在苏明哲脸上 阴冷说道 傻子 也得陪我衣服 要不老子 把你丢垃圾桶里去 一边说着 一边拖着苏明哲 来到一个垃圾桶前 使劲按着他的脑袋 此时 周边为了不少路人 看热闹 但没有人出言制止 酒店的两个保安 跑了出来 正要询问怎么回事 但一眼看到花柳冰 赶紧点头哈腰地 打着招呼 知道秦玉宇 和花柳冰 是一起来的 也就不问了 严金凤 花柳冰不但不制止 反而一脸兴奋地 在一旁看着 小雨 把他丢垃圾桶里去 严金凤 甚至在一旁拱火 好像秦玉宇的做法 让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秦玉宇更加得意了 狠狠压着苏明哲的头 眼见就要把他压进垃圾桶 一声焦急地呼喊传来 小哲 秦玉宇吃了一惊 转头看去 随即眼前一亮 只见苏雪晴正梨花带雨 一脸焦急地跑了过来 秦玉宇的一只手 依旧按着苏明哲的头 望迹松开了 姐姐 苏明哲虽然吃傻 但自己的家人还能认识 听到声音 他拼命抬头 看到苏雪晴便大声哭喊 苏雪晴 看到苏明哲脸上红肿的手指印 焦急万分 怒声呵斥 快放开我地点 苏 苏小姐 秦玉宇猛然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 赶紧把手松开 苏明哲赶紧跑到苏雪晴身边 苏雪晴也顾不上他身上脏 一把拉住他的手 上下看了一眼 担心问道 你没事吧 姐姐 他打我 还弄坏了我的冰激灵 苏明哲哭出声来 反手指着秦玉宇 苏雪晴立即瞪了过去 咬牙问道 你为什么要打他 此时 秦玉宇的面色十分难看 嘴唇哆嗦着 苏小姐 误会 我不知道他是你弟弟 毕竟苏家可是青江五大家族之一 他从心底就发出 怕他做什么 他弟弟就是个傻子 明明是他先撞到你的 严金凤在看到苏雪晴的时候 心中也是微微一灯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但他立即想起 花柳冰在身边 当即来了气势 秦玉吃了一惊 面色紧张地说道 妈 他是苏小姐 什么苏小姐 有花少在 难道你还怕他 严金凤指高气扬地说道 将狗杖人士四个字 演绎得淋漓尽致 秦玉宇顿时反应过来 心中的畏惧一扫而空 腰板也挺直了不少 此时 皮羊羊已经到了苏雪晴身边 看了一眼苏明哲 顿时眉头一皱 刚才秦玉宇的那句话 说明秦玉宇他们明知道 苏明哲是傻子 但还是在为难对方 这让皮羊羊心中 把冰淇淋弄我身上 我这可是新买的衣服 刚穿上就被他弄坏了 要他赔 这不过分吧 有了花柳兵坐靠山 他的气势立即变了 想起几天前 苏雪晴和皮羊羊 去他家门口 给他的屈辱 恨不得现在 就把苏雪晴和皮羊羊 踩在脚下 苏雪晴的面色气得发白 狠狠盯着秦玉宇 怒声说道 你要他赔衣服 那也不能动手打他 他不赔 还和我胡搅蛮缠 我不打他 难道等着他打我 秦玉宇一副无赖的样子 抖着腿说道 交给我来处理 看到苏雪晴气得浑身颤抖 皮羊羊在他身边 沉声说道 倒不是他想当这个出头鸟 而是看到 秦玉宇和严金凤 那嚣张跋扈 仗势欺人的样子 心中就来气 小者不能白被他打了 苏雪晴哽咽着 含泪说道 皮羊羊忍不住 轻轻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沉声说道 放心 随即 他往前两步 冷冷盯着秦玉宇 哟 你这个废物 想要当英雄 秦玉宇早就看到皮羊羊 但他从来没有把皮羊羊 放在眼里过 皮羊羊在秦家的时候 他想怎么喝骂 就怎么喝骂 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 见皮羊羊居然出头了 他不禁不屑地说道 给他道歉 皮羊羊冷冷地吐出四个字 给他道歉 皮羊羊 你疯了吧 你让我给一个傻子道歉 是不是给你脸了 敢这么和我说话 秦玉宇气笑了 不懈地在皮羊羊面前晃着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我再说一遍 给他道歉 皮羊羊的语气 再次冷了几分 妈的 吃软饭吃出 优越感来了 是不是已经忘记 自己的身份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秦玉宇催了一口 往前两步 毫不畏惧地盯着皮羊羊 伸手在他的胸口戳着 啪 皮羊羊右手一抬 一巴掌清脆响亮 狠狠地抽在秦玉宇脸上 秦玉宇亮呛 后退几步 撞在垃圾桶上 捂着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皮羊羊 这个以前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逆来顺受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废物 居然打了他一耳光 皮羊羊 你疯了 你敢打小雨 一旁的严金凤 立即炸毛了 立声嘶吼着 张牙舞爪就要冲过来 一向对他畏惧如虎的皮羊羊 今天居然敢当着他的面 打情欲语 这让他怎么不发飙 皮羊羊立即转身 冷然盯着他 冷声吐出三个字 他该打 冲到皮羊羊面前的严金凤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吓了一大跳 猛然停住 举着手睛目地看着皮羊羊 咬牙说道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打小雨 你忘记在我家 白吃白喝三年了 白眼狼 严金凤咬牙切齿 狠狠盯着皮羊羊 这不是在你家 还有 我在秦家并没有白吃白喝 皮羊羊语气冰冷 要不是他皮羊羊 秦氏集团能有今天的发展 笑话 以前在秦家 他因为是受失命留在秦家 可以不争辩 但现在 自己被秦家扫地出门了 也就没必要什么 都忍着了 这三年 在秦家所受的委屈 在这一瞬间爆发了出来 没白吃白喝 哦 对 你每天倒是在家 做了不少家务 除此之外 你还做了什么 废物 严金凤笔一地说道 皮羊羊目光一冷 陈生说道 要不是我 你觉得秦玉杰 能拿到一亿的投资吗 严金凤一冷 随即哈哈大笑 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皮羊羊 你那吹牛的毛病 还真是一点都没改 没错 玉杰是拿到了一个亿的投资 但那和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好不容易止住笑声 他脸上鄙夷的神情 更加明显了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那是花哨拜托他父亲 在腾龙商会会长面前 求情拿到的 你居然敢说 那是你拉来的投资 真是不知羞耻 听到这里 皮羊羊 有些错愕地转头看向 站在一旁的花柳兵 玩味地一笑 花哨 那一亿的投资 是你拉来的 花柳兵的眼神明显闪烁了一下 但马上挺胸说道 没错 是孟会长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给秦家的 谎言被戳穿 是不是很难受 就你这废物 居然也敢吹这样的牛 真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严金凤得意洋洋地说道 幸好我家玉杰和你离婚了 要不这一辈子 就毁在你手上了 现在好了 有花少在 以后我秦家 就会飞黄腾达了 皮羊羊冷冷一笑 鄙夷地看了花柳兵一眼 说道 他花家都是梅运当头 你还想依靠花家飞黄腾达 那好 祝你如愿以偿 妈的 你这张乌鸦嘴 上次说我有什么血光之在 害得我真的摔破了头 现在 又在胡说八道 花柳兵顿时大怒 大声吼叫着 皮羊羊微微一笑 戴然说道 别急 这只是开始 随即 再次看向秦玉宇 现在可以道歉了吗 我道你妈 啪 秦玉宇的一句话刚出口 另半边脸 立即又挨了一巴掌 你他们还敢打我 秦玉宇顿时大怒 挥舞拳头 向皮羊羊扑了过来 但皮羊羊后发 先至 一把揪住他的领口 反手一羊 一声惨叫 秦玉宇一头栽进垃圾桶中 只剩下一双脚 在外面扑腾 这一幕 把严金凤和花柳兵 都给惊呆了 围观的路人 也都露出惊恶之色 有些畏惧地看着皮羊羊 小雨 片刻后 严金凤发出一声 悲切的呼喊 和花柳兵过去 手忙脚乱地 将秦玉宇给拖了出来 只是 在秦玉宇的身上 沾满了垃圾 头上还顶着一根 烂白菜叶 浑身臭气熏天 皮羊羊 你疯了 你敢把小雨 丢进垃圾桶 我跟你拼了 严金凤怒不可遏 一张脸扭曲 咬牙切齿 挥舞双手疯了般 向皮羊羊挠去 皮羊羊目光冷冽地看着他 韩生说道 你不要逼我动手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浑身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向严金凤威压去 严金凤骤然感觉到心中一惊 有些慌乱地站住 迟疑地看着皮羊羊 不知道为什么 站在他面前的皮羊羊 让一向强势的他 感觉到无比陌生 这哪里还是以前 在他秦家逆来顺受 低眉顺眼的皮羊羊 这简直是一尊凶神恶煞 他完全相信 如果自己不停手 皮羊羊真的敢打他 反了 反了 你这个废物居然敢打我了 我不活了 忽然 他哭喊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这一瞬间 他把撒泼打滚 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一幕 也将围观的路人 看得目瞪口呆 花哨 这么废物这么欺负我 你不能不管啊 要是玉杰知道 我被这个废物打了 肯定会心疼的 他一边嚎啕 一边喊着 只是 他始终是肝打雷不下雨 嚎啕半天 也不见流下一滴眼泪 花柳冰的嘴角抽动 狠狠地盯着皮羊羊 半路杀出个皮羊羊 莫名其妙 就成了秦玉杰的老公 但他从未放弃 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 就是想把秦玉杰这朵号称 青江四美地鲜花彩到手 现在眼见有了希望 他更加不愿意放过任何机会 皮羊羊居然打了秦玉羽 又把严禁凤逼得撒泼打滚 自己要是出手 把皮羊羊揍了 替他们母子出了这口气 还怕秦玉杰不成为他的女人 而且 他头上摔破了 也认为是皮羊羊诅咒所致 一心想要找他算账 想到这里 他心中意狠 左右看了看 抄起摆在路边的一个用作 设置路障的塑料墩 狠狠朝着皮羊羊的头顶砸去 啊 路边有人发出惊叫声 虽然是塑料墩 但要是被砸在头上 那也一定会头破血流 小心 苏雪芹惊呼了一声 显得十分焦急 但皮羊羊丝毫不畏惧 左手轻轻揉动 在其掌心 引然飘过一丝黑气 花柳斌见皮羊羊一动不动 像是吓傻了 面目更加猙獰 将力量用到了极致 眼见塑料墩 就要砸在皮羊羊头上 苏雪芹的面色都变了 忍不住捂住了嘴 偏过头 却不敢再看 皮羊羊忽然诡异一笑 身子往右一撤步 闪过都头砸下的塑料墩 同时往前一冲 两人身体交错的一瞬间 左手轻柔地拍在了花柳斌腰上 那一缕黑气 无声无息地 钻进了花柳斌的体内 花柳斌一下砸空 用力过猛 往前踉呛几步 一脚拌在严金凤身上 啊呦一声 栽倒在他身上 严金凤又羞又急 赶紧伸手想要 将他从自己身上推开 但紧跟着 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花柳斌 就向着了模式地 突然丢掉手中的塑料墩 一把将严金凤抱住 神情迷离 同时 身子如动 做出了太迪的经典动作 嘴中还哼哼唧唧的 来啊 快活啊 路人全都惊呆了 一个个满地长下巴 一些年轻的女孩 羞红了脸 捂住眼睛 想看又不敢看 一些老男人 却爆出一阵轰然大笑 甚至还有不嫌事大的 掏出手机 一边大笑 一边拍摄 一个妇人怀中的泰迪 疯了般 跳了下来 跑到花柳斌身边 模仿花柳斌 做着一样的动作 更是引得众人轰然大笑 听到周边的反应 苏雪晴狐疑地转头 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瞬间面红耳赤 严金凤拼命 想推开花柳斌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花花大哨 力气大的出奇 他根本推不动 花哨 你 你在干什么 秦玉宇惊呆了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吃惊地喊道 可是花柳斌 根本没有理会他 动作越来越快 脸上 全是享受的神情 秦玉宇觉得 休脑万分 赶紧上前想要 将花柳斌拉开 但此时 花柳斌在严金凤身上 打了两个哆嗦 一脸满足地站了起来 我不要做人了 严金凤捂住脸 发出悲怯的嘶吼 他可是 一心想让花柳斌 当他的女婿的 这下好了 自己的准女婿 当街和自己 做出这么羞耻的动作 这要是传出去 只怕会笑掉 全城人的下巴 路人依旧没有回过神来 因为这一幕 简直不要太刺激了 就是可惜 时间短了些 皮羊羊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秦玉与狐疑地 看着皮羊羊 大声贺问 因为花柳斌 现在双眼 还是直勾勾的 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皮羊羊耸了耸肩 双手一瘫 我就是个废物 能做什么 不过看样子 你这个未来姐夫 人品不咋样 以后 如果你结婚了 可得小心点 看好自己老婆 秦玉与一张脸扭曲 他心中明明觉得 这一切 肯定是皮羊羊搞的鬼 但偏偏又拿不出任何证据 我们走吧 皮羊羊淡然 对依旧一脸惊呆了的 苏雪芹说道 哦 好好 苏雪芹回过神来 慌乱地应了一声 皮羊羊的直跺脚 现在他浑身恶臭 严惊凤也羞脑无比 花柳冰依旧呆呆的 这饭还怎么吃 他狠狠地盯着皮羊羊的背影 咬牙说道 皮羊羊 你给我等着 我早晚要弄死 你这个废物 对 弄死他 他的话音刚落 一直呆呆站着的花柳冰 忽然接了一句话 秦玉与吓了一跳 胡一问道 花哨 你刚才是怎么了 我 我怎么了 哦 我请你们吃饭 就是这家饭店 花柳冰有些茫然 转头看了一眼酒店 说道 秦玉与看向他当下 面色微微一变 一阵恶心涌上心来 没什么 我们走吧 这饭 不吃了 现在 还有人在围观 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捂着嘴偷笑 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 哪还有心思吃饭 车上 苏雪芹轻轻搂着苏明哲 忍不住有些好奇地问道 皮羊羊 刚才 花柳冰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你做的 皮羊羊下意识地摸了摸鼻翼 笑道 他花柳冰是有名的花心大少 你难道不知道 正立点头说道 就是 那花柳冰真的恶心 竟然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一边说着 一边露出满脸的嫌弃之色 苏雪芹一脸惊愕 对刚才的那一幕 心中十分不解 不过 他当然不相信什么法术 皮羊羊要是有这本事 还会被秦家赶出家门 这么委屈地 和他签订一年的协议吗 皮羊羊将车子 开到小区门口 你 送我们进去吧 苏雪芹想了想说道 皮羊羊没有拒绝 自己本来就是他的司机 自然他说 这车怎么开 他就怎么开 来到一座别墅前 接到苏雪芹电话的沈怡 早就等 在家门口了 见苏明哲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立即扑了上去 一把抱住 小哲 你吓死妈妈了 以后可不要乱跑了呀 一边说着 一边流出了泪水 看到这一幕 皮羊羊心中 恍惚了一下 有点发酸 他想到自己 从小就被抛弃 要不是师父收养 现在都不知道 是什么样子 有父母 真好 小哲这脸 是怎么回事 谁打的 在哭过后 沈怡回过神来 赶紧全身上下 仔细检查了一遍 看到苏明哲脸上的巴掌印 吃惊地问道 妈 是皮羊羊前妻的弟弟打的 这次多亏了皮羊羊 要不是他 小哲都不知道 会被打得多惨 苏雪芹回答道 沈怡一愣 狐疑地看向皮羊羊 小皮前妻的弟弟 他为什么要打小哲 苏雪芹说道 妈 咱先回屋 我慢慢和你说 他们一直站在门口 进了屋 苏家的保姆兰姨赶紧过来 惊魂未定地说道 老天保佑 少爷回来了 要是少爷出了什么事 我该怎么办 兰姨 以后要注意点了 不能让他再跑出去了 沈怡将苏明哲交给兰姨 让他带着去换衣服 几人坐下 沈怡迫不及待地说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是在哪里找到小哲的 和我说说 苏雪芹就把找苏明哲的经过 说了一遍 特别强调 要不是皮羊羊 突然回头看一眼 也许就错过了 如果当时没发现 那苏明哲不知道 会受到什么样的欺负 甚至有可能 会跑到他们 找不到的地方去 沈怡开始心中 还有些生气 以为是皮羊羊的前小舅子 因为皮羊羊 和苏雪芹在一起 所以故意打苏明哲 报复苏雪芹 等他听明白后 有些感动地说道 小皮 谢谢你 你来我们苏家 可没少帮忙了 给我治病 救了小青 今天又救了小哲 妈 这是我应该做的 既然我进了这个家 就有责任保护你们 皮羊羊一本正经地说道 苏雪芹有些奇怪地 看了他一眼 心中想 这家伙演技不错 这么快就入戏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中 引然希望皮羊羊 刚才所说的是内心话 而不是 在配合他演戏 妈 小哲这情况 你们给他治疗了吗 忽然 皮羊羊若有所思地问道 唉 沈怡叹息了一声 有些黯然地说道 怎么会不给他治 国内国外的专家 看过不少 还请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 为他动了一次 微创手术 但 效果不明显 以前还好点 现在经常半夜醒来 嘴里大喊大叫 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而且 经常会一个人 对着花草树木发呆 自言自语 不知道说些什么 听完这些话 皮羊羊眼神一宁 说道 他的病 是因为脑部 受到重疮引起的 当初被打中的时候 伤到了脑部神经 只要想办法 为其疏通 他就能恢复正常 那些专家 也是这么说的 但现代医术 倒是有一个专家 和我们说过 如果我们能请到 玄一门的神医出手 小哲可能还有的救 沈医轻轻摇头说道 皮羊羊说道 那 你们没去找玄一门的人 沈医苦笑 玄一门的人 哪是这么好请的 传闻玄一门的人 不会轻易出手 就算是京都那些大老爷 也很难请到他们出手 郑利好奇地问道 你们可以多给诊经啊 沈医再次摇头 要是给钱 能解决的事 那不早解决了 玄一门出来的人很怪的 如果他们 不愿意出手 就算你给他一座金山 他也不屑一顾 如果他们愿意出手了 也可能会分文不取 郑利恶然说道 这都是些什么人 皮羊羊也听得恶然 但他随即说道 我倒是可以试试 不过 沈医眼前一亮 赶紧问道 不过什么 苏雪清翻了他一眼 人家这么多专家 都治不了 你能治 以为会扎鸡针 自己就是沈医了 皮羊羊不以为意 淡然 一笑 说不定我还真是沈医呢 说你胖你 还就传上了 你要是神医 能在秦家过得这么憋屈 苏雪清显然不相信 而且他觉得自己理由充分 皮羊羊哑口 但沈医却有点心动了 想了想问道 小皮 你真能治 能 不过 要想完全治好小折 需要一株极为罕见的药材 皮羊羊很肯定地说道 沈医说道 什么药材 只要是这世上有的 就算我倾家荡产 也要把它买回来 皮羊羊轻轻摇了摇头 这种药材 买是买不到的 他生长在火山之中 离开火山 不要一天 药材全尸 就是一株杂草 所以 要想得到这种药材 只能亲自去采 沈医顿时黯然了 亲自去采 还是火山里面 皮羊羊点头说道 没错 这种草只有火山里面有 而且可遇不可求 所以极为罕见 苏雪清咬牙咬牙 问道 那药叫什么名 我一定要想办法搞到 皮羊羊说道 地狱清零草 苏雪清反复拧难了两遍 确定自己记住了 然后坚定地说道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的 沈医虽然觉得希望渺茫 但还是点了点头 皮羊羊说道 我今天给小哲试针一次 可以稳定她情绪 虽然对她的帮助不是很大 但至少不会像你说的 每天晚上惊醒 真的 沈医惊喜万分 满怀希望地看着皮羊羊 皮羊羊笑了笑 您要是相信我 就让我试试 我相信 我当然相信 上次你给我试针后 我心脏感觉好多了 沈医有些激动地说道 她之所以动心 也就是在那次扎针后 感觉心脏舒服了很多 不会经常饮痛了 苏雪芹狐一看着皮羊羊 问道 你真的 行吗 皮羊羊转头瞥了她一眼 淡然说道 我行不行 难道你还不知道 苏雪芹一愣 随即面红耳赤 她可不知道 皮羊羊说得是指 那天晚上为她解读一事 行不行 事实又没坏处 万一真的可以呢 沈医却是很坚定地说道 见自己母亲已经做出决定 苏雪芹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得点头 那就试试吧 皮羊羊去车上取来针包 苏雪芹将苏明哲叫了出来 我不要扎针 当知道是要给她扎针的时候 苏明哲转身就跑 苏雪芹哪里能拉住她 正在无奈的时候 皮羊羊突然跨前两步 伸手在其耳根下重重一案 苏明哲双眼一翻 便昏睡过去 你 把她怎么了 苏雪芹吃惊地问道 催眠 她不是怕扎针吗 这样就不知道怕了 皮羊羊淡然说着 将苏明哲放倒在沙发上 然后撵出一枚金针 从其预诊穴上扎了下去 很快 在苏明哲的头上 扎上了五枚金针 皮羊羊反手在针尾一扫 针身颤动 一缕缕肉眼不可见的气息 循着金针进入苏明哲脑袋中 沈怡 苏雪芹都紧张地看着 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虽然他们都很清楚 苏明哲脑袋中的问题 不是那么好治 但他们也希望能出现奇迹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每隔三分钟 皮羊羊都会扫一次针身 接连五次后 他输了一口气 将蒸汽出 同时在气凌翘穴上点了一下 原本昏睡的苏明哲 缓缓睁开双眼 如果熟悉他的人 看到他此时的眼眸 就会察觉到 原本混沌呆滞的眼神 已经清澈了不少 小哲 感觉怎么样 沈怡满怀希望地问道 这几年 他为了苏明哲的病情 心力焦脆 总盼望着能出现奇迹 皮羊羊说 能治好他的病 沈怡有些迫不及待地 看到苏明哲好转 妈 苏明哲憨憨地说了一句 然后目光盯在皮羊羊身上 一脸狐疑 小哲 他叫皮羊羊 开始在街上 就是他救了你 记得吗 苏雪晴看到他发呆的样子 耐心介绍道 嗯 我记得 是他帮我打坏人 沈怡轻叹了一口气 眼角滚落两颗泪珠 看苏明哲现在的情况 好像并没有好转 谢谢你 苏明哲忽然站了起来 冲着皮羊羊身身鞠躬 一脸诚恳 正在黯然神伤的沈怡 你刚才说什么 他的内心有些激动 说话都打颤了 他救了我 我谢谢他 苏明哲有点不解地 转头看了沈怡一眼 很自然地回答道 沈怡破声笑了出来 塞边还挂着泪水 激动地起身 抓着苏明哲的手 激动地说道 小哲 你 是不是好一些了 苏雪晴也惊愕地起身 看着苏明哲 神情有些激动 他看到苏明哲的双眼 不再那么混沌 清明了许多 心中微微一动 看来 皮羊羊的真起作用啊 真的好一些了 那以后 你继续给他扎针 是不是就能完全恢复 他激动 兴奋地抓住皮羊羊双手小臂 充满期待地说道 皮羊羊微微低头 看着自己被他抓住的小臂 微微一笑 苏雪晴顿时满脸通红 赶紧收回双手 我给他施针 只能控制病情 要想完全恢复 还是必须要有地狱清灵草 皮羊羊淡然说道 苏雪晴来了信心 坚定地说道 我一定要找到地狱清灵草 中午 你们留下来吃饭吧 我 我去给你们做菜 沈一压抑的心情好了很多 高兴地说道 苏雪晴点了点头 好 我们在这里吃饭 等到沈一走开 苏明哲也被兰姨带回 他自己的房间去了 苏雪晴才对皮羊羊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 你让小哲有了希望 皮羊羊淡然一笑 谢什么 她是我小舅子 我帮她不是天经地义的 苏雪晴眼眸闪烁了一下 狐疑地看着皮羊羊 低声问道 怎么 这次 不问 我要奖金了 皮羊羊下意识有些尴尬的一笑 如果有 那当然更好 毕竟 我很差钱 苏雪晴的面色当即一沉 没好气地说道 刚还想表扬你几句 又露出本性了 财迷 皮羊羊苦笑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是真差钱 开玩笑 一千多亿的奶粉钱 到现在连个零头都没凑上呢 都快丑死了 行 我欠你的 等月底发工资一起给你 苏雪晴也无奈了 值得气呼呼地答应 皮羊羊醋眉 嘀咕道 欠账可以 不赖账就行 放心 我不差你那点钱 我要是真赖账 你把我车开去 你又不吃亏 就在这时 皮羊羊的手机响起 他看了一眼显示 微微醋眉 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接通了 皮羊羊 你是不是疯了 你有什么就冲我来 为什么要打小语和我妈 你还是不是男人 为了讨好那个姓苏的女人 就这么不择手段吗 刚接通 里面立即传来 秦玉杰噼里啪啦 兜头一顿怒骂 皮羊羊听完后 冷声说道 他们做了什么事 难道你不清楚 说完 也不管秦玉杰什么反应 直接就给挂了 苏雪芹狐一看着他 问道 你前期新诗问罪来了 皮羊羊淡然说道 不用管他 苏雪芹的眼眸闪烁了一下 神情中 透着一丝温柔 此时的皮羊羊 怎么这么帅呢 叶家 叶天雄看着叶元阳 和叶峰流等人 面色铁青 这么大的事 你们就自作主张 难道你们还嫌 叶家现在出的丑不够吗 屋内气氛沉闷 叶天雄那威严中 带着几分恼怒的声音 打破沉寂 爸 您放心 我已经找过 青江所有新闻媒体的负责人了 他们不会报道 那个欧阳燕手上的新闻 青江卫视 马上就会将他除名 叶元阳一脸阴狠地说道 叶天雄轻哼一声 沉声说道 以后做事 不要这么冲动 我叶家能有今天 实属不易 不知道多少人 在盯着我们的地位 稍有不慎 就会被人趁虚而入 叶元阳低着头 回答道 是 我知道了 爷爷 您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 我要那个屁羊羊死 叶风流咬牙切齿 抬头看向叶天雄 恨声说道 订婚宴上 未婚妻被抢 紧跟着自己 被打成这个样子 前往苏家兴师问罪 又被逼得下跪 如今 他成了青江最大的笑话 从小到大 他都是养尊处优 哪里受过这样的憋屈 这口气 一直堵在心里 无处宣显 他对皮羊羊恨之入骨 恨不得将他四肢打断 然后慢慢折磨至死 你放心 皮羊羊这笔账 我叶家肯定要和他清算 但不是现在 叶天雄面色铁青 语气森浪 叶风流是他最疼爱的孙子 如今这副凄惨模样 他的心中也十分震怒 不是现在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是一天都忍不了 叶风流咬牙切齿 双眼赤红 忍不了也得忍 叶天雄冷声说道 在没有查清楚 皮羊羊和雷霆的关系前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你们都给我记好了 这段时间都给我消停点 不要再搞出什么事情了 叶风流轻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爷爷 您为什么要怕那个老头 他人在省城 难道还真能管得了青江的事 叶天雄双眼闪烁 沉默片刻后 才沉声说道 他本人并不那么可怕 只是 据说在他的上面 有一个逆天的人物 这个人物 别说是我们叶家 就算是南六省第一家族的许家 只怕也不敢招惹 苏家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露出惊恶之色 叶元阳惊恶问道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 这么恐怖 叶天雄轻轻摇头 眼眸中闪过一丝迷茫 轻声说道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叶风流的眼眸中 闪烁寒光 一张脸扭曲 他心中根本就是觉得 自己的爷爷过于胆小 对一个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的人 居然如此畏惧 皮羊羊 总有一天 我要杀了你 还有那个小记者欧阳燕 暂时收拾不了皮羊羊 还收拾不了一个你 他在心中暗暗发狠 双目 杀气凌人 中犯后 皮羊羊将苏雪晴 正立送回云顶别墅 然后 他借口说 要出去半点事 驱车离开了别墅 往罗汉山而去 因为他发现在罗汉山上打坐 让他的修为提升更加明显 开车来到山上 他看到路边停着一辆黑色大奔 不禁眉头一蹴 想要掉头离去 但随即心中一动 把车子停住 因为这辆车他见过 上次来罗汉山 这辆车就停在山下 看样子 雷霆还在青江 而且又到了这里 他心中正有许多疑问 想要问问雷霆 皮羊羊下车后 深吸了一口气 大步向山上走去 但刚走几步 又折返回来 从车上取出针包袋上 重新上山 果然 还没到半山腰 他便看到雷霆 雷员 雷香红三人 站在山路中间 像是在砖城等他 皮先生 真巧 又见面了 雷霆远远地便微微躬身 笑容可居地说道 皮羊羊嘴角一瞥 心中想到 你个老六 分明是在等我 他来到雷霆祖孙三人面前 微微一笑 是很巧 正好 我有些事 想要和皮先生聊聊 不知道皮先生 现在是否方便 雷霆一直把自己的身段 放得很低 但雷员则一直冷然 看着皮羊羊 依旧满眼的警惕 雷香红满眼的狐疑 不明白自己的爷爷 为什么对皮羊羊这么恭敬 就算他能打 那也不值得自己的爷爷 这么低声下气吧 偏偏皮羊羊 还是一副泰然受之的神情 这让他没来由的有些生气 好 我也正有些事情 想要请教 皮羊羊淡然回答一声 雷霆转头 对雷员和雷香红说道 你们两人去山下等我 我和皮先生聊会 雷员警惕地看着皮羊羊 有些迟疑 去吧 他要是真想对我不利 凭你能挡住吗 雷霆摆摆手 雷员嘴角抽动了一下 显得很不服气 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转头往山下走去 雷香红迟疑了一下 也跟着下山了 皮先生 去竹林吧 等两人走出十几米 雷霆恭敬说道 皮羊羊点了点头 两人来到竹林中 属下风雷堂堂主雷霆 拜见九爷 进入竹林 雷霆忽然快步挡在皮羊羊面前 双手抱拳 身身鞠躬 嘴中恭敬喊道 皮羊羊心中微微一惊 双眸中闪烁精光 按照福伯的说法 自己的身份十分隐秘 只有九玄门中的少数关键人物才知道 雷霆能叫出九爷的称谓 说明他在九玄门中身份不低 皮羊羊心中释然了 怪不得在酒宴上 雷霆会坚定不移地帮他 帮苏家 原来雷霆早就知道了 他皮羊羊的身份 免礼 皮羊羊淡然说道 风雷堂堂主 你在九玄门中 身份是不是很高 随即 他好奇地问道 雷霆微微一愣 随即有些尴尬的一笑 算不上很高 九玄门中 高于属下身份的 还有不少 皮羊羊呕了一声 心中有些吃惊 不过 他的面上没有任何变化 随即问道 那风雷堂是干什么的 雷霆微微一愣 随即回答道 风雷堂是九玄门 设在楚南的一处江湖堂会 主要职责是 均衡楚南各大势力 皮羊羊听得有点头大 看样子 这九玄门下的门派分工很细 他一时半会 也无法完全了解 他忽然又想起一个人 狐疑问道 有个叫蔡文山的人 你认识 他是风雷堂 设在清江的分堂堂主 不过 他不知道九爷的身份 只是奉我命令行事 雷霆恭敬回答 皮羊羊恍然大悟 怪不得蔡文山那天会突然出现 而且 大侠会这么畏惧 原来他居然是风雷堂的人 那 在清江 还有那些是九玄门的势力 皮羊羊再次好奇问道 他身为九玄门门主 不能连自己掌握了什么势力都不知道 不料 雷霆一脸为难 苦笑说道 这个 属下确实不是很清楚 九玄门门规森严 各分之门派 只能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又是门规 皮羊羊差点要抓狂 他感觉自己是大冤种 是有史以来最莫名其妙的门主 而且 是天下第一穷逼门主 还欠着一千多亿的奶粉钱 居然连自己掌控多少势力都不知道 说出去谁信 不过 九玄门势力渗透各行各业 根系庞大 只要九爷一句话 各分之门派定然遵命 雷霆看到皮羊羊有些懊恼 便又小心翼翼地说道 皮羊羊摆摆手 算了 既然是门规 我身为门主 自然要带头遵守 雷霆悄然擦拭了一下汗水 恭敬站在一旁 对了 既然碰巧见到了 等会给你扎几针 把你身上就伤制了 皮羊羊展开针包 露出里面的九金九银十八根长针 雷霆忽然激动起来 嘴唇抖动 颤声说道 天旋十八针 九爷果然得到上人针传了 皮羊羊撵出一枚金针 轻轻一颤 说道 脱掉上衣 站好 雷霆赶紧除去上衣 双腿微微岔开 呈自然站立姿势 皮羊羊手腕一沉 一枚金针扎入齐天虚学中 金针入体 雷霆顿时感觉到一股炙热之气 自金针上传入体内 注入其经脉之中 紧跟着 第二针扎在其太乙学上 第三针七门学 第四针章门学 后面三针 下针极快 每一针下去 都有一股炙热气流涌入 并与前面一针所带来的气流连接在一起 往气海涌去 皮羊羊又撵出一枚金针 宁目看了片刻 突然手腕一沉 九分长针 直接没入四分 扎入齐气海学中 这一针下去 原先的四道气流 立即像是被激活了一般 奔涌进入丹田 五股气流汇聚 让雷霆感觉丹田之中 气流澎湃 浑身经脉传来一阵炙热 刺痛之感 他咬牙坚持 足足五分钟后 他再也无法忍受 仰头发出一声嘶吼 吼声震天 金飞灵中小鸟 皮羊羊右手 始终二指并拢 快速在其后背 竖处穴位上点了几下 只见雷霆浑身肌肉抖动 频率越来越快 足足几分钟后 才缓缓平息下来 此时 雷霆已经出了一身透汗 好了 皮羊羊淡然说了一声 反手一扫 五枚金针起初 收入针包 还有 你所练功法 其中有一步 是走泥丸巨气海 改为走官员 以后就没事了 皮羊羊一边收针 一边淡然说道 雷霆微微一愣 随即露出惊喜之色 双腿一弯就要跪下 皮羊羊赶紧伸手挡住 不必 多谢九爷再造之恩 这玩意困扰属下多年 无一日不受其折磨 今日多亏九爷出手 属下感恩不尽 雷霆的确感激涕零 他已经感觉到 自己经脉通畅 原本的隐痛 也已经消失不见 尤其皮羊羊 给他的修炼功法 稍作修改 他便觉得 这对他的功力 必定会有极大提升 皮羊羊嘴角抽动了一下 副匪道 感恩 你倒是来点实际的啊 可他堂堂门主 怎么好意思 开口问自己的下属 要奶粉钱 九爷 要不我让香红 留在您身边 做你护卫 雷霆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皮羊羊顿时头皮一紧 赶紧说道 不用 我不需要什么护卫 身边带着一个小女孩 苏雪芹不找借口 扣她工资才怪 雷霆顿时有些失望 有些黯然说道 那好 属下就不勉强了 皮羊羊摆摆手 你走吧 以后 如果我有需要 会联系你 是 九爷 雷霆感觉浑身都轻盈了许多 答应一声 转身就往山下走去 皮羊羊输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山顶方向 快步离开了竹林 皮羊羊在山顶罗汉石上 打坐到黄昏 才下山回云顶别墅 第二天早上 沈依高兴万分地 给苏雪芹打来电话 你弟弟 你弟弟昨天晚上 终于没有半夜惊醒了 一觉睡到大天亮 雪芹 你得好好感谢小皮 电话接通 里面传来沈依激动的声音 苏雪芹惊喜问道 这么说 小者真的好很多了 是好很多了 看上去也不再那么迷糊了 也不去院子里 对着那些花草树木 自言自语了 沈依说着 哽咽起来 这些年牙 在她心上的石头 终于有了颁开的希望 苏雪芹的双眼 也有些红润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二楼 妈 我知道了 我会感谢她的 挂掉电话 苏雪芹狠狠地输了一口气 虽然自己拉投资的事情 还没有任何进展 但总算有了一个好消息 如果苏明哲真的能恢复正常 就算自己最终没能拉来投资 也无所谓了 接连两天 皮羊羊都没有出去 老老实实待在别墅中 现在 她已经适应了别墅中的生活 俨然像是一个真正的男主人了 而且 这两天苏雪芹对她特别温柔 还好几次特意问她 喜欢吃什么 皮羊羊差点就把爆炒妖子四个字 脱口出了 但随即想到 自己每天早上应醒 确实有点难受 这四个字便强行咽了下去 这天 吃完晚饭后 皮羊羊放下碗筷 想要出去走走 苏雪芹刚想问她 要去哪里 皮羊羊的手机响了起来 苏雪芹瞥了一眼 上面显示的是小双两个字 她心中莫名其妙的一酸 没好气地说道 你的顾小姐又找你了 你们早约好了的吧 是去看电影啊 还是打扑克啊 皮羊羊一愣 什么打扑克 随即抓起手机 接通电话 装 都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了 苏雪芹的眉头一挑 一副肯定如此的神情 但她的话还没说完 只见皮羊羊突然神情一变 双眼中爆射寒光 苏雪芹和郑立 骤然感受到一股逼人的寒气 让他们不由自主地 打了一个寒战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皮羊羊的语气低沉 只说了一句 就挂掉了电话 苏雪芹知道出事了 惊恶地看着皮羊羊 问道 出什么事了 欧阳燕被人抓了 现在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我必须马上过去 帮着找人 皮羊羊快速说了一句 抓起车钥匙 就往外面走去 苏雪芹一惊 立即起身说道 是不是赵金刚做的 皮羊羊没有回答 直接出门了 苏雪芹惊恐坐下 有些失神地说道 欧阳燕是为了帮我们 得罪了赵金刚和叶家 肯定是他们做的 叶家可是什么事 都做得出来 郑立也十分紧张 抓住苏雪芹的胳膊说道 你 你别着急 欧阳燕是顾小姐的表姐 有顾家在 叶家也不敢太 太过分的 苏雪芹慌乱点头 对 对 欧阳燕是顾家的人 叶家不敢真的把她怎样 皮羊羊离开别墅 一路风驰电撤 向商学院开去 同时 她找出蔡文山留下的纸条 拨通上面的电话 我是皮羊羊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她是青江卫视的记者 叫欧阳燕 照片我等会给你发过来 那边接通电话 皮羊羊直接说道 蔡文山一听到皮羊羊的名字 当即毫不犹豫地说道 皮先生放心 只要是在青江地面 就算绝地三尺 我也要帮你把人找到 皮羊羊没有废话 加大油门 一路风驰电撤 很快来到商学院门口 顾天霜站在门口 神情焦急地等待 不等皮羊羊的车子停稳 她赶紧跑到面前 俯身焦急说道 皮大哥 你一定要想办法 帮我找到表姐 你先上车 皮羊羊当机立断地说道 哦 顾天霜赶紧拉开车门上车 不等她开口 皮羊羊干脆地说道 把你表姐照片 发给我一张 顾天霜赶紧打开手机 选了一张照片 发到皮羊羊手机上 皮羊羊立即把照片 发给蔡文山 说说看 怎么回事 做完这一切 皮羊羊才转头问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刚才在图书馆里看书 我表姐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但她什么也没说出来 就听到里面乱哄哄的 顾天霜急地哭了 哽咽说道 里面有男人喊着 说我表姐多管闲事 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她 然后就是我表姐的惨叫声 她肯定被人打了 皮羊羊的面色 逐渐阴沉下来 变得铁青 当初是她找顾天霜 让她帮忙 给找个记者的 所以间接说来 是她害了欧阳燕 你报警和通知 家人了吗 我 我不敢 如果让我大姨知道 肯定会疯掉 我爸妈要是知道 也会打死我 我真的不敢 顾天霜吓得瑟瑟发抖 哭着不断摇头 她毕竟 还是刚到二十的小女孩 进入大学校园才一年多 哪里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此时她心中彻底乱了 六神无主 在知道自己表姐出事的瞬间 她差点崩溃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皮羊羊 皮羊羊沉声说道 没事 你不要担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 你表姐的 她的心中 也十分焦急 欧阳燕毕竟是女孩 以叶家人 和赵金刚这些人的手段 真不知道 会做出什么事来 她想了想 启动车子 往翠微山庄 飞驰而去 既然这事 和赵金刚有关系 那欧阳燕 很可能被抓去了那里 六神无主的顾天霜 也只能任由皮羊羊 带着她一起去找 此时 整个青江都沸腾了 交通部门 警务部门的监控后台 紧急调取各个路口的监控视频 街面上 突然多了不少车 不少身穿黑色紧身背心的年轻人 冲进各大夜店 酒店 进行搜查 他们举着手机 只要看到年轻女孩 就上前核对照片 这些人冲进来 没有人敢拦阻 只要是在青江经营夜店 和娱乐行业的老板 也能认出来 我去 这是菜爷的人 这是出什么事了 菜爷多年没出来活动了 这次这么大动静 这是要出大事的节奏啊 谁这么不张眼 惹到菜爷了 他们是在找人 找一个女孩 这女孩是什么来历 居然让菜爷都亲自出动了 一家夜店门口 蔡文山亲自带人赶到 有人认出了 这位名造青江的社会大佬 无不感到震惊 给我查 就算把整个青江翻过来 也要把这个女孩给找出来 十几个黑衣人 立即冲进了夜店 顿时引起一阵混乱 皮羊羊一路风驰电撤 很快来到翠薇山庄 她直接将车子向大门冲去 门口几个保安吓了一跳 哪里赶蓝 砰的一声 栏杆被直接撞飞 皮羊羊将车子 开到一座三层的楼房前 但还没下车 就有二十几个标形大汉 围了过来 其中一人正是许大帽 皮羊羊推门下车 冷然看向许大帽 冷声喝道 赵金刚呢 让他滚出来 许大帽见到皮羊羊时 吓了一大跳 你他们是什么人 敢直呼我们赵总的名字 找死是吧 一名壮汉怒声呵斥 直接向皮羊羊扑了过来 皮羊羊抬脚踹了上去 这人一声惨叫 腾云驾雾般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说 赵金刚在哪里 皮羊羊一把插住 许大帽的脖子 稍稍用力 冷声喝道 许大帽顿时感觉到 一阵窒息 发出惊恐的嚎叫声 慌乱地指着自己的咽喉 其他壮汉 被皮羊羊的气势所震慑 不敢靠前 全都虎视眈眈地 看着皮羊羊 皮羊羊知道 许大帽说不出话 松开右手 冷然看着他 许大帽的面色都憋红了 咳嗽几声 惊慌地说道 赵总 赵总今天没来山庄 他去哪里了 皮羊羊寒声问道 这 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他是老板 平时很少来这里的 许大帽惊恐地回答 啪 皮羊羊狠狠一巴掌 抽在他脸上 力声喝道 说 赵金刚在哪 许大帽的半边脸 瞬间肿起 哭丧地说道 我 我真不知道 皮羊羊一脚将他踹抖 踏在他的右小腿上 冷声说道 如果再不说实话 废了 你这条腿 许大帽浑身颤抖 惊恐地说道 我是真不知道啊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说不出来 皮羊羊眼神一冷 就要用力踩下 手机骤然响起 他立即接通电话 里面传来蔡文山的声音 皮先生 查到了 你要找的那个姑娘 被人带去了 承熙废弃化工厂 皮羊羊 立即松开右脚 快步上车 找到了 在承熙废弃化工厂 上车后 皮羊羊主动说道 他知道顾天双此时 十分着急 所以直接告诉他 让他稍稍安心 果然 顾天双松了一口气 找到了就好 要是表姐出了事 我都不知道 怎么和家里交代了 皮羊羊 没有多说什么 车子飞驰 前往西郊 前几天还去过一次 教训了青龙会的几个人 没想到 今天又得去一趟 当前的位置 距离废弃化工厂并不远 加上去化工厂的这条路 车辆携手 所以他开得飞快 此时 青江各城区街道上 不少车子也纷纷转向 赶往西郊 青江七桥上 一辆辆车子呼啸而过 废弃化工厂中 欧阳燕被五花大绑 周围站着几十个壮汉 赵金刚叼着雪茄 阴冷地看着欧阳燕 欧阳燕的眼镜 右边镜片 已经碎裂 头发凌乱 身上衣服也已经被扯烂 看上去狼狈无比 不过 他紧摇嘴唇 恶狠狠地盯着赵金刚 完全一副 不肯屈服的样子 欧阳燕 欧阳大记者 你还真是勇敢 赵金刚 深深吸了一口烟 将烟雾缓缓 吐在欧阳燕脸上 一脸玩味地开口 叶家的闲事 你也敢管 勇气可嘉 可惜 管了不该管的闲事 那就得付出代价 欧阳燕 呸了一声 怒声说道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居然敢绑架记者 我告诉你 赵金刚 你这样 是在犯罪 是在玩火 赵金刚 爆出一阵狂笑 没错 我就是在玩火 我不但要玩火 我还要玩你 你以为你一个 臭记者有什么了不起 你真以为你的那些资料 会在电视台播出 做梦 叶家是什么实例 区区电视台 怎么可能敢和叶家作对 你的记者证呢 被收回去了吧 只怕你这辈子 都做不成记者了 赵金刚冷笑着 伸手在欧阳燕胸口 抓了一把 发出一阵猥琐的笑声 你 你混蛋 你有种 就现在杀了我 欧阳燕羞恼 拼命挣扎 奈何手脚 被紧紧绑住 再怎么挣扎 也是徒劳 对 我是混蛋 等会你就会知道 我混蛋起来 会是什么样子 赵金刚 一边冷笑说着 一边吃拉一声 将欧阳燕的衣服 给撕裂一条 周围的壮汉 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声 一人猥琐地说道 赵总 等会你玩完了 也让我们尝尝味道呗 赵金刚得意地说道 人人有份 今天我们就交会这美女记者 让她知道 什么是混蛋 一边说着 一边又吃拉撕下一块布 欧阳燕发出尖叫 此时 她恨不得自己 立即死去 被这群狼虎一般的男人折磨 真是生不如死 天道轮回 赵金刚 你坏事做绝 老天不会饶过你的 此时 欧阳燕已经绝望 直到自己难逃毒手了 只能绝望地死喊着 老天 去他们的老天 老子要是怕 就不是赵金刚了 小尿 你不能怪我 只能怪自己瞎了眼 什么人不好得罪 去得罪夜少 认命吧 赵金刚阴冷地说着 然后猛然扑了上去 一把将欧阳燕紧紧抱住 啊 欧阳燕发出绝望的惨叫 惊恐而又无助地挣扎着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 被一把把地扯碎 就在这时 一阵汽车轰鸣声传来 一道雪亮的车灯光照射过来 几个壮汉还没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 便被飞驰而来的汽车 直接给撞飞 赵金刚吓了一跳 赶紧转身 但灯光刺眼 他根本看不清前面的情况 你在车上别动 我会把你表姐救出来 皮羊羊拉了手杀 沉声对副驾惊恐万分的顾天霜说道 他 他们这么多人 你一个人去吗 顾天霜惊恐地看着灯光下的黑影 心中有些发怒 因为这些壮汉手上 全都拎着明晃晃地砍刀 人再多 在我眼里 垃圾而已 皮羊羊已经推开车门 缓缓下车 双目冷然看向赵金刚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这些壮汉们全都惊待了 眼看着皮羊羊一步一步 向赵金刚逼近 终于有人反应了过来 大声喊道 站住 你他们是什么人 两人一边喝骂蚂 一边举着明晃晃地砍刀 狠狠向皮羊羊当头辟去 车内的顾天霜 发出一声惊恐的嘀呼 下意识地捂住双眼 皮羊羊根本没有闪避 直接两拳轰了出去 后发先至 那两人突然感觉到 胸口遭到重击 来不及发出惨叫 便倒飞了出去 砰砰 两声巨响 两人重重跌落地上 大口呕出鲜血 赵金刚 你这是找死 皮羊羊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般 缓缓转头 看向赵金刚 声音冷到了骨髓中 赵金刚感受到了 皮羊羊身上 所迸发出来的杀气 心中一寒闪过一丝畏惧 不过 他很快恢复了冷静 冷然盯着皮羊羊 英冷说道 皮羊羊 你不过就是一个 吃软饭的废物 你以为自己能打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 是你永远惹不起的 皮羊羊嘴角撇起一丝冷笑 这世上 也许有我惹不起的人 但绝不是你 也不是叶家 哼 你以为你 真的能对付得了叶家 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 叶家的实力和背景 不是你能想象的 赵金刚冷哼一声 不屑说道 我能不能对付叶家 好像不是你 应该担心的事 你现在应该担心的 是你自己的下场 皮羊羊语气森寒 在说话时 右手缓缓握拳 你不要过来 否则的话 我立即捏碎着小妞的喉咙 赵金刚意识到了危险 骤然右手一番 抓住了欧阳燕的咽喉 欧阳燕 立即发出一声压抑 痛苦的哼叫声 脸色瞬间长得通红 皮羊羊目光一冷 冷声说道 我看你是真的在找死 哼 想杀我赵金刚 还没这么容易 小子 只是没有想到 你会这么快找到这里 白白浪费了这么一个 娇滴滴的小妞 赵金刚控制住了欧阳燕 有恃无恐地说道 皮羊羊怒火冲天 但确实不敢轻举妄动 万一因为自己 而害得欧阳燕殉命 那他将会愧疚一生 车内的顾天霜 焦急无比 想要下车 但车门已经被皮羊羊锁死 只能在车内干着急 皮羊羊 今天晚上 此时此地 就是你的丧命之石 葬身之所 看到皮羊羊不敢动 赵金刚发出 几声得意的狂笑 冷冽地说道 给我上 杀死这小子这 赏百万 随即 他咬牙喝了一声 几十个壮汉 早已经蠢蠢欲动 听到还有百万赏金 顿时一个个 像是打了鸡血 挥动手中砍刀 向皮羊羊扑去 就在此时 一阵汽车轰鸣声传来 只见已经废弃的公路上 一只见不到头的车队 呼啸而来 所有的车 都毫不犹豫地 冲进了厂区广场 雪亮的车灯 照得人睁不开眼 此起笔伏的车门关闭声 震动人心 一条条人影 杀气腾腾 迅速将整个厂区广场 围了起来 一名黑衣壮汉 拉开一辆大奔的车门 一名身穿白色糖装 手主闻名棍的老者 缓缓下车 目光冷立地 扫尸一眼全场 我看谁敢动 声音不高 但透着一股威严与杀气 赵金刚的人 全部惊恶地停下脚步 转头看去 强大的气场 将所有人都震慑住 几个打手 甚至下意识地 让开一条路 唐庄老者 大步走到皮扬扬面前 微微躬身 皮先生 我来晚了 请皮先生见谅 这老者 就是在青江有着 绝对江湖地位的蔡文山 蔡野 赵金刚已经认了出来 蔡文山虽然 久未在青江活动了 但这位充满传奇的人物 一直是青江江湖上 最受尊重的人之一 赵金刚的人 都已经傻眼了 蔡文山所带来的人 不知道 比他们多了好多呗 而且这些人手上 也都拿着家伙 真要是动起手来 只怕自己会被乱刀砍死 正好 皮扬扬淡然回答了一声 蔡野 赵金刚轻易地喊了一声 声音微微颤抖 虽然他现在的地位尊崇 身价不菲 但在蔡文山面前 不自觉地就矮了下去 把刀放下 不放下这 断手 蔡文山根本没有理会赵金刚 身子一挺 语气森冷地喝道 把刀放下 几百人同声大喝 吓得赵金刚带来的 打手心中一紧 手上下意识地松开 砍刀纷纷落在地上 其中一人迟疑了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 就有两人将他拖了出来 毫不犹豫地一刀 将他的手 齐万砍断 一声惨叫爆响 阿龙冷然扫视一眼 喝道 抱头蹲下 惨叫声撕心裂肺 不少人 吓得瑟瑟发抖 纷纷抱头蹲下 此时 蔡文山才冷然看向赵金刚 见他的手 依旧捏着欧阳燕的咽喉 眼神中 闪过一抹利色 沉声说道 赵金刚 你是越来越出息了 居然绑架一个女人 赵金刚身子 猛然一抖 赶紧将手松开 有些惊慌地说道 蔡爷 我 哼 赶得醉皮先生 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还不跪下 蔡文山缓缓上前两步 冷然看着赵金刚 赵金刚嘴唇抖动 内心无比畏惧 但他并未下跪 而是不服气地 盯着蔡文山 大声说道 蔡爷 他皮痒痒就是一个 靠女人吃饭的废物 您为什么要这么帮他 蔡文山目光一寒 冷声说道 就凭你这句话 就该把你成了青江 我说的是事实 这个人全青江都知道 平时靠着女人吃饭 也就算了 还整天在天桥下摆摊 哄骗老头老太太 十足的街头混混 小神棍一个 我不明白 以蔡爷的身份 怎么会对他这么尊重 赵金刚实在不服气 洋洋洒洒地说道 蔡文山的面色 越来越难看 看来 我酒位在青江走动 是个人就敢 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 稍稍一顿 转头喊道 阿龙 阿虎 赵金刚当老板当酒了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跪了 你们去教教他 是 阿龙 阿虎答应一声 大步走向赵金刚 赵金刚面色一变 他很清楚 蔡文山身边的两个金牌打手 出手狠毒 从不留情面 见这两人像自己 走来 他面色连续变了几次 最终咬牙喊道 蔡爷 您不能对我这样 蔡文山微微一愣 摆了摆手 阿龙 阿虎 立即停止动作 站在赵金刚身边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你说出个理由 蔡文山冷然说道 我 我 赵金刚满头大汗 我了几声都没有下文 皮洋洋冷笑一声 我带你说了吧 你是想说 你的靠山是叶甲 所以蔡爷不能动你 是吗 赵金刚虽然没有说话 但他的神情 已经明显告诉蔡文山 正是皮洋洋所说的那样 他以为 叶甲这几年 在青江如日中天 风头正盛 就算是蔡文山 也会给叶甲几分面子 不料 蔡文山冷声一笑 这就是你的倚仗 你以为搬出叶甲 就能压住我 你也太小看我蔡文山了 话音刚落 阿龙 阿虎立即动手 将赵金刚双手反转 同时 一脚分别踹在他两条小腿上 两声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 白森森的骨头 直接刺破裤管 触目惊心 赵金刚硬声跪下 随即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响彻整座化工厂 狂皮洋洋松了一口气 掏出车钥匙按了一下开锁 车内的顾天霜 立即冲了出来 扑到欧阳燕面前 手忙脚乱地 将他身上的绳索解开 你扶他去车上等我 皮洋洋沉声说道 顾天霜紧紧搂住欧阳燕 回到车上 欧阳燕瑟瑟发抖 很显然 刚才所经历的事情 让他感受到了无比恐惧 顾天霜只能紧紧抱着他 焦急地流泪 了解 没事了 不要怕 场地中 赵金刚面如土色 断腿所带来的剧痛感 让他差点昏厥 皮先生 怎么除脸 蔡文山微微躬身 对皮洋洋恭敬说道 要不 我直接把他给沉了 赵金刚的小弟 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有好几个 甚至直接尿了 在社会上混的人 就算不认识蔡爷 但蔡爷的威名 谁不知道 蔡爷说 要把人沉浆 那就绝对会沉浆 不会只是吓唬吓唬 皮洋洋目光森冷地 看着赵金刚 缓缓说道 不用 花音落下 他往前几步 狠狠一脚踢在赵金刚的裆部 蔡文山 阿龙 阿虎等人 面色一紧 经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双腿下意识地加紧 这一脚 直接让赵金刚鸡飞蛋打 彻底成为一个废人 现在说说 谁是废物 皮洋洋鄙鄙地盯着赵金刚 冷声问道 赵金刚勾搂着身子 浑身剧烈颤抖 身上传来的剧痛 还不如内心的恐惧 与绝望那么难受 一个爱女如命的老色狼 从此以后只能吃素 简直让他感觉到 生不如死 他心中暗暗后悔 原本叶家的吩咐 是让他教训教训欧阳燕 但自己见色起义 想要先爽一爽 再直接将他弄死 沉浸清江 最终 却落得了一个这样的下场 可这世上 哪有后悔呀 这一脚下去 哪怕是大罗金仙下凡 也别想让他再恢复男人功能了 皮洋洋淡然转身 看向蔡文山 你不错 他伸手在蔡文山的肩膀上 轻轻拍了拍 大步向自己的车子走去 蔡文山立即微微躬身 像是受到了领导器中的下属 惊喜 恭敬 皮先生 就这样放过他了 但随即 他有些疑惑地问道 皮洋洋淡然说道 记住 让他像狗一样活着 蔡文山心中一灵 立即明白过来 躬身说道 是 我明白 等到皮洋洋上车 他才缓缓转身 看向赵金刚 蔡爷 看在以前我 曾经跟过你的份上 饶过我 饶过我这次吧 赵金刚艰难抬头 双眼中透着深深的畏惧 哀求道 皮先生开恩 留你一命 你应该感激才对 蔡文山语气冷然 记住 明天我会安排人 接受你名下所有产业 如果你敢有任何隐瞒 到时候 别说你自己保不住 你的家人也一个别想跑掉 赵金刚浑身一颤 瘫倒在地上 交出所有产业 那他真就是 只能像狗一样活着了 而且 是一条瘸腿的废狗 但蔡文山的话 他不敢违抗 因为他很清楚 蔡爷一言九鼎 如果让他知道自己玩心思 那么自己的家人 必然难逃一解 我知道了 他至今都不明白 皮洋洋究竟是什么身份 居然让蔡爷对他这么恭敬 蔡文山看着 已经逐渐远去的车子 长输了一口气 他心中也一样疑惑 不知道皮洋洋 究竟是什么身份 以至于雷爷再三嘱咐 一定要做好对皮洋洋的保护工作 不管皮洋洋有什么需求 都必须满足 在他的认知中 能被雷爷这么看重的人 绝无仅有 难道 这是雷爷选中的孙女婿 可是皮洋洋曾经结过婚 最近又因为苏雪芹 闹得满城风雨 蔡文山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车上 顾天霜始终紧紧 抱着衣衫破碎的欧阳燕 而欧阳燕一直瞪着双眼 眼眸中充斥着恐惧 愤怒 欧阳记者 对不住 让你帮个忙 没想到给你找来这么大的麻烦 皮洋洋心中愧疚 不管怎么说 欧阳燕只是一个女人 却因为她找来帮忙 却经历了这么多 顾天霜一直在流泪 黯然说道 这不能完全怪你 我也有责任 是我叫表姐去帮你的 她声音哽咽 充满伤心与后悔 你们不要内疚 这是不怪你们 一直一言不发的欧阳燕 终于开口了 我是记者 揭露社会黑暗 不公平 不合理的现象 是我的职责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往后面说 那我就对不起 记者这个神圣的职业 皮洋洋不禁有些感触 当时在苏家老宅的 可不只是她一个记者 那些记者 可不是这么想的 可见 能像欧阳燕这样 守住初心的人 已经不多见了 可是 表姐 你被电视台开除了 以后打算怎么办 顾天霜哽咽问道 没关系 大不了我重新找个地方 继续战斗 欧阳燕坚定地说道 皮洋洋有些意外 这个女孩的坚强 让她刮目相看 刚刚经历了那样的事 换做一般的女孩 只怕早下傻了 哪里还能有 这么昂扬的斗志 欧阳记者 你的那个同事刘凯呢 皮洋洋想起那个 和她一起到 苏家大院的摄影记者 问道 她也被开除了 我和她商量好了 一起重新找工作 我就不相信 这么大一座青江城 还没有我们工作的地方 欧阳燕的情绪 已经逐渐平静下来 说话也越来越有力 顾天霜说道 表姐 要不你们来故事集团算了 小双 我不去 我不想依靠家族 我想要靠我自己的努力 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欧阳燕毫不犹豫地拒绝 皮洋洋担心地说道 你得罪了叶家 就连青江电视台 都不敢要你了 只怕 对啊 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怎么办 顾天霜担心地说道 没什么 实在不行 我自己开个工作室 以我的能力 难道还做不起来 欧阳燕稍微想了想 坚定地说道 皮洋洋沉应道 嗯 是个办法 去哪里 顾小姐 是去你家吗 皮洋洋问道 不是 送我回自己宿舍吧 欧阳燕急道 顾天霜解释道 我表姐自己租房的 就在青年路 皮洋洋输了一口气 往青年路开去 将他们送到一座公寓前 顾天霜说道 你先走吧 我今天晚上留下来陪表姐 皮洋洋点了点头 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随即 上车离去 皮洋洋回到别墅 一开门 发现苏雪晴和郑丽坐在沙发上 一脸焦急地盯着她 这样子 是在专门等她回来 欧阳燕怎么样了 找到了吧 看到皮洋洋回来 苏雪晴立即紧张地问道 皮洋洋说道 找到了 她没事 我给送回去了 谢天谢地 没事就好 欧阳燕这么这么帮我们 如果出了事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苏雪晴松了一口气 双手合十说道 郑丽问道 是什么人做的 是叶家人吗 是赵金刚 不过 肯定是叶家人受益的 皮洋洋眼神闪烁了一下 回答道 苏雪晴神情一冷 咬牙说道 叶家人真无耻 居然为难一个记者 郑丽叹了一口气 有些担心地说道 这次算是彻底 把叶家人得罪了 无意投资 希望渺茫啊 苏雪晴神情一暗 心中有些烦乱 看了皮洋洋一眼 说道 你辛苦了 早点睡吧 皮洋洋点了点头 直接上楼去了 今天的事 让她心中也很恼火 叶家居然针对无辜的人下手 的确突破了她的底线 次日 赵金刚被废的消息 很快传遍青江城 翠微山庄 及其名下的文太集团 全部一夜一煮 一带枭雄 就此落下帷幕 没有人知道 昨天晚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哪怕是赵金刚的小弟 也没人提起 昨天晚上的事情 菜爷发了话 有泄露当晚事情者 陈江 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小命 去开玩笑 接下来几天 倒是出乎意外的平静 苏雪晴依旧想尽办法 去拉投资 但她能找的人都找了 能打的电话都打了 甚至还去了几趟银行 但最终一无所获 苏雪晴感觉到希望渺茫 她很清楚 这是叶家对她苏家 进行了全面封杀 在青江 没有人敢和叶家对着干 就连苏家 当初也是屈服于叶家 才同意将她嫁给叶峰流 如今 苏家和叶家已经视如水火 想要求和都几乎不可能了 皮洋洋还是一样的清闲 两三天去一次罗汉山 静思打坐 几天的修炼 她感觉自己的功力进展不少 精力越来越充沛 只是想起 那一千多亿的奶粉钱 就会头疼 师父 你当初给我吃的是 火星来的奶粉吧 咋就这么贵呢 距离中秋 也就四个月不到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要弄来一千多亿 简直要丑死了 今天 她从罗汉山回来 进门就看到苏雪晴 眉睛打采 正立愁眉苦脸 她好奇地看了这两人一眼 心中富费 我还欠一千多亿 都没愁成这样 平时 皮洋洋只要出去一趟回来 两人都会像丁怪物一样 盯着看半天 像是想要找出 她在外面鬼混的证据 可是今天 两人都没看她一眼 苏总 不用太担心 明天就是 腾龙商会的招商会了 说不定 奇迹会在明天出现 皮洋洋正要上楼 正立忽然开口说道 哪那么容易 我听说 这次叶家也会拍代表去 以前叶家 对这样的招商会 不屑一顾的 这次突然要去 我感觉 他们可能是要 针对我苏家 苏雪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黯然说道 正立吃了一惊 叶家 也去 苏雪晴点了点头 肯定地说道 是的 那 那就真的麻烦了 正立有点慌了 要是别的家族 或者公司还好说 但如果是叶家 那基本可以肯定 苏雪晴肯定争不过 明天也是我 答应我爷爷的 最后一天了 看来 这次我是真的输了 这个总裁 我只能让出来了 苏雪晴黯然叹了一口气 说道 皮洋洋一直在楼梯口站着 听到他们的这番对话 轻声一笑 这就认输了 这可有点不像你的性格 苏雪晴 正立 诧异转头看去 性格 有什么用 就算我不认输 最终也要面对输掉的结果 总裁当不当无所谓 只是这次 我是真的把苏家 推到悬崖边了 苏雪晴有些懊恼 皮洋洋走了过去 在他面前站住 俯视着他 要不 你去和叶家说清楚 说我们之间是协议婚姻 你愿意嫁给叶峰柳 也许 叶家会谅解你们苏家 听到皮洋洋这番话 苏雪晴猛然抬头 冷冷盯着他 怒声说道 你什么意思 想要毁约 皮洋洋心中一突 赶紧后退两步 善善然一笑 不是 我 以后你要是再说这样的话 扣半个月工资 苏雪晴冷声说道 皮洋洋心中立即一脸肉疼 赶紧说道 好 我不说了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一个月才两万 扣一半 那哪行 那你就别愁眉苦脸的了 你难道不知道 你这样的话 会影响你的容貌的 这叫相由心生 比如利嬷嬷 正立立即狠狠瞪了过去 皮洋洋有些心虚 赶紧往楼上跑去 正立美好气地说道 你的东方不败 再叫我利嬷嬷 我就用针扎你 皮洋洋已经跑到了二楼 居高临下的恶然问道 你确定容嬷嬷地 针扎得过东方不败的针 正立一愣 随即嘴硬地说道 那也得扎 皮洋洋嘴角抽动了一下 无奈地说道 你狠 一直愁眉苦脸的苏雪晴 忽然扑斥笑出声来 正立恶然看着他 笑了 你先说说 不是也用针扎过你吗 完真的男人 不是东方不败是什么 苏雪晴笑得花枝乱颤 心中所有的苦闷 在这一瞬间一扫而空 楼上的皮洋洋 听到他的笑声 嘴角也撇起一丝微笑 轻轻摇头 傻娘呢 次日一早 苏雪晴正立 换上了正装 收拾得利利索索 准备前去参加 腾龙商会的招商会 皮洋洋伸着懒腰 打着哈欠下楼 苏雪晴说道 快准备一下 早点过去 争取给孟会长 留下一个好印象 皮洋洋懒懒说道 又不是去乡庆 要好印象做什么 正立美好气地说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嗯 你倒是能 皮洋洋随口应了一句 直接就冲进了洗手间 正立气得直跺脚 却又无可奈何 腾龙商会一年一度的招商会 设在以理山庄 这座山庄 是腾龙商会会长 孟清风的产业 皮洋洋开车带着苏雪晴 正立来到了山庄门口 远远看去 只见上百只气球 飘荡半空 停车场就设在山庄外 此时 已经停了不少车 三人刚下车 身后便有人愤怒地喊道 皮洋洋 三人同时一正 转头看去 只见秦玉宇 秦玉杰 黄海荣三人 就站在不远处 看着他们 秦玉杰 秦玉宇一脸愤怒 狠狠盯着皮洋洋 大步走了过来 刚才喊住皮洋洋的是 秦玉宇 秦玉杰走到面前 冷冷盯着皮洋洋 怒声说道 皮洋洋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交代 交代 皮洋洋恶然说道 什么交代 你打了小语和我妈 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 秦玉杰显得十分愤怒 狠狠说道 我是打了她 但你妈我可没碰 皮洋洋神情淡然 还有 当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清楚吗 我当然清楚 就是 你因为被赶出秦家 心里不痛快 所以故意找小语和我妈报复 皮洋洋嗤笑一声 这是秦玉宇说的 还是你妈说的 不用他们说 我都能猜得到 秦玉杰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 我真没想到 你的内心竟然这么黑暗 皮洋洋被气笑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自以为是 瞒不讲理 你 秦玉杰气得不轻 好 我瞒不讲理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前妻姐 你还真就说错了 此时 苏雪晴忍不住了 下意识地向皮洋洋靠拢 轻轻挽住她的手 淡然说道 秦玉杰的眉头跳了一下 看到苏雪晴和皮洋洋亲密的样子 她心里就不是滋味 我哪里说错了 苏小姐 这个人小肚鸡肠 你可要看清楚了 免得到时候和我一样后悔 秦玉杰一副的理不饶人的样子 这个你放心 我绝不会 苏雪晴平静地说道 那天我也在 是你弟弟先动手打到我弟弟 还要把我弟弟丢进垃圾桶 我老公只是为了他现在的小舅子 打了他的前小舅子 我觉得这没什么错 秦玉杰直簇眉 这一段话 差点把他给绕晕了 哼 那有什么区别 不过 他想当然地说道 他就是为了讨好你 讨好你们苏家 所以这样做的 就是 他以前在我们秦家 也是哈巴狗一样咬尾巴 讨好我家里每一个人 和我姐离婚了 马上就反口咬人 秦玉宇在一旁不屑地说道 皮洋洋的眼神闪过一丝寒光 但他强忍着没有发作 胡说八道 当天你打苏少爷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他 苏少爷脑袋受过伤 智力有问题 你居然还欺负他 要我说 那天皮洋洋打你还打轻了 郑力然忍不住了 怒声说道 你 秦玉宇气的面色铁青 狠狠盯着郑力 但郑力根本不出他 直接瞪了回去 就在这时 一辆麦巴赫开了过来 花柳冰急匆匆地 来到秦玉杰身边 皮洋洋微微一笑 看着花柳冰说道 花少 那天你在街边的表演 很是精彩 我至今都难忘记 要不 你和秦玉杰描述描述 花柳冰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描述你妹 虽然当时发生了什么 他自己完全不清楚 但后来他追问秦玉宇 最终搞清楚了情况 他心中认定 肯定是皮洋洋搞的鬼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秦玉宇的神情 也变得十分古怪 嘴巴动了动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这件事 他当然不敢和秦玉杰说 你怎么来了 也是参加商业会 秦玉杰淡然问道 我花家又不需要投资 我来这里 当然是来为你助阵 花柳冰一脸殷勤地说道 随即 他傲然看向苏雪芹和皮洋洋 问道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难道也想参加招商会 苏雪芹想起那天 在街边发生的一幕 一脸咽气地往后退了一步 哦 我知道了 不等苏雪芹开口 花柳冰一脸恍然大悟地说道 你苏家急需要武艺资金 至今还没有着落 所以想来这里碰碰运气 苏雪芹的面色有些尴尬 因为花柳冰没有说错 他确实是想来碰碰运气 和你有关系吗 郑立瞪了花柳冰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花柳冰冷笑一声说道 没关系 不过我劝你们 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 现在整个青江 都不可能有人 会投资你们苏家 就是 我告诉你们 其实哪家会被选中 早就已经定下了 你们苏家 绝不可能 秦玉宇得意地说道 苏雪芹和郑立的面色 变得有些难看 他们确实相信 秦玉宇和花柳冰的话 哦 是吗 皮洋洋玩味地说道 这么说 秦家被选中吗 秦玉宇想都没想就说道 当然 有花哨在 这根本不算什么 皮洋洋古怪地一笑 花哨好本事 居然可以左右 藤龙商会的选择 厉害 花柳冰的面色有些尴尬 但随即他很得意地一挺胸 傲然说道 小事 孟会长和我爸 是多年的好友 这点忙 只要我爸一句话的是 听到这句话 苏雪芹和郑立 更加感到希望渺茫了 两人甚至已经萌生了退意 这要牛掰 那花哨敢不敢和我赌一场 皮洋洋眼神闪烁了一下 挑衅地说道 花柳冰一愣 问道 赌什么 皮洋洋黑黑一笑 说道 当然是赌奶粉 哦 不 赌钱 他心中一心想着奶粉钱 差点就说 吐露嘴了 好 你说 怎么赌 花柳冰立即来了兴致 双眼发光地问道 如果秦家拿到了投资 就算我输 反之 如果苏家拿到了投资 就算你输 苏家拿到投资 你开玩笑吧 花柳冰玩味地说道 皮洋洋说道 你就说 敢不敢赌 我有什么不敢 赌多少 皮洋洋伸出一个巴掌 花柳冰惊恶地说道 五百万 秦玉语讽讽地说道 五百万 你拿得出吗 别到时候输了赖账 皮洋洋转头 看了一眼苏雪晴 说道 我拿不出 但我老婆拿得出 秦玉截嘴角 抽动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有点酸 苏雪晴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皮洋洋 你疯了吧 我现在为了拉投资 焦头烂额 你倒好 何人赌上了 还一赌 就是五百万 关键你还没钱 不过 他一咬牙说道 对 说了算我的 实在不行 这辆车作压 花柳冰当即没开眼笑 好 那就这么定了 秦玉语说道 还好我姐和你离婚了 你不但是个废物 还是个傻子 说完 他们一行四人 往山庄门口走去 皮洋洋也不理会他 看向门口说道 老婆 你们先进去 去参加招商会吧 苏雪晴有些意外地说道 你不和我一起进去 皮洋洋笑了笑 我先在外面透透气 等会进去 我看你不是傻 是疯 你想给我打气 也不要和人赌啊 还五百万 苏雪晴抱怨地说了一句 和郑立 往山庄门口走去 皮洋洋说道 你放心 我今天给自己算了一挂 会有一笔非来横财 苏雪晴翻了他一眼 神棍 等到他们去远 皮洋洋掏出手机 拨出一个电话 喂 我到了山庄门口 皮神医 您到了山庄门口 我马上出来迎接 皮洋洋刚开口 里面便传出一个惊喜 恭敬的声音 一里山庄一座大厅中 不少家族 商家代表已经聚集 说是招商会 但现场布置的 更像一场酒会 各种美酒 佳肴 水果 琳琅满目 青江商界名流 家族娇子 纷纷端着酒杯 互相打着招呼 这些人来这里 参加招商会 并不一定都是奔着 腾龙商会的投资来的 更多的是 他们可以趁着 这次大型商界活动 多认识一些商界中人 为自己争取更多人脉 所以 各大家族被派来的 几乎都是年轻一代 借着这个机会历练 公子哥 各个精神抖擞 洒脱从容 小姐们则是争其斗艳 美艳迷人 也有别有用心之人 专门物色落单的美女 上去搭讪 或有青春靓丽女子 专门选择豪门公子搭讪 希望自己能嫁进豪门 彻底改变人生 和自己家族命运 对于这些人来说 家族发展 公司经营是次要的 自己的幸福 才是第一位 苏雪晴和郑丽进入大厅 原本热闹非凡的大厅之中 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看着他们 好像他们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气氛安静得有点尴尬 站在门口的苏雪晴 郑丽有些进退两难 甚至 原本几个在门口闲聊的人 像是躲温神一般 冷然瞥了他们一眼后 有些惊慌地躲开 虽然有很多公子少爷 很想上去打招呼 但想到苏家和叶家 现在可是水火不容 为了不饮火烧身 也只能强忍着了 苏雪晴心中有些赌 他很清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现在整个青江都知道 苏家得罪了叶家 谁也不想和苏家走得过境 而被叶家盯上 苏雪晴怎么来了 难道 他不知道现在苏家 在青江的处境吗 有人盯着苏雪晴 低声说道 是啊 得罪了叶家 几乎青江所有的家族 和有点规模的公司 都宣布和苏家断绝往来了 他居然还敢出现在这里 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立即有人出声附和 真没想到 堂堂青江之花 居然这么不要脸 和叶家有婚约 却在婚宴上 和别的男人跑了 关键是 那个男人还是 一个刚离婚的废物 有人故意把声调提高 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听到这些议论声 苏雪晴反倒昂起了头 一脸傲然 没错 我就是在婚宴上 和皮昂扬跑了 那是我的自由 看到原本尴尬的苏雪晴 突然又恢复了冷傲之气 整个人的气势突然改变 不少人微微一愣 走 进去吧 苏雪晴输了一口气 对正理说道 既来之则安之 苏家如今已经危在旦夕 没有退路 今天 必须孤注一掷 背水一占了 更何况 皮昂扬还和花柳冰下了 五百万的赌注 自己绝没有退缩的道理 苏雪晴坦然往里面走去 两边的人纷纷退开 让出一条路 李小姐 在经过一个女孩面前时 苏雪晴忽然停下 微笑打着招呼 这个女孩叫李春琳 和她是高中到大学的同学 学生时代 两人甚至可以说是 无话不谈的闺蜜 而且 李家和苏家 一直是合作伙伴 关系密切 虽然在经历抢亲事件后 李家迫于叶家的压力 也取消了与苏家的合作 但苏雪晴并不怪李家 李春琳则面色一变 手中的酒杯都晃动了一下 有些惊慌的后退一步 冷声说道 我们不熟 苏雪晴心中一沉 一种悲凉感 涌上心来 就在李春琳身边 花柳冰 秦玉宇 秦玉杰 都一脸比一地看着她和郑里 就像是在看一个天大的笑话 这一刻 苏雪晴恨不得脚下出现一条大缝 现在的苏家就是温神 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 秦玉宇一声冷笑 感到无比解恨 居然还敢来这里 自取其辱 郑立顿石火了 转头看向她 怒声说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胡说八道 你自己好好看看 谁敢和你们站在一起 谁敢和你们说半句话 秦玉宇得意地说道 郑立正要对回去 苏雪晴拉住她的手说道 李姐 没必要和她生气 郑立只能强忍怒火 和苏雪晴一起 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静静等待 就在这时 有人高喊一声 叶家大小姐叶雅烦道 原本寂静得有点诡异的大厅 瞬间像是暂停的画面 被人按了开始键 所有人都活跃起来 叶小姐来了 没想到 今年叶家也会派人前来 看来 腾龙商会的招商会 越来越有档次了 有叶小姐在 我看苏家的人 还是赶紧走吧 难道还在想着 天上掉馅饼 有人鄙夷地 看了一眼 已经退到角落的苏雪晴和郑立 大声说道 这是 在向叶雅凡低头名状 苏雪晴 虽然心中很不爽 但还是转头看向门口 叶雅凡 叶家大小姐 叶峰柳的姐姐 一直在国外留学 近日才回国内 但她在留学期间 成立了一家化妆品公司 据说不到一年 就身价上亿 这次她准备回国发展 将化妆品公司出售 准备在清江 成立一家公司 清江四美之一 叶家的凤凰 商业天才 清江十大杰出青年等等光环 笼罩其身 是不少少爷公子追逐的对象 这样的人 走到哪里 都是自带聚光灯效应 几乎在一瞬间 所有人都围了过去 而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的 叶雅凡 鹤立鸡群 一身奢华时尚的香腊套裙 天鹅颈上 围着一条 璀璨的白金红宝石项链 两枚闪闪发亮的蓝宝石耳垂 粗得能当狗链子的白金玛瑙手链 挎着一只世界线两款的香腊包包 无一处不显示 橱柜妇人的气质 若论容貌 身材 与苏雪芹不相上下 唯一的缺陷 可能是走路的姿势 有点松垮 尤其去国外留学后 松垮得越来越明显 这也是他只能在清江四美中 屈居第二的原因 此时 他如同被众星捧月般围住 满脸微笑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他的笑容很快凝结 因为他发现 在这座大厅中 居然还有人站在远处 没有过来 原本在热情和叶雅凡打招呼的人 见他神情不对 全都诧异地顺着他的目光 看了过去 当大家看到 躲在僻静处的苏雪芹和郑力时 顿时明白过来 叶小姐 那位是苏家 三小姐苏雪芹 立即有人谄媚地 向叶雅凡介绍 叶雅凡挺着胸 昂首向苏雪芹走去 所有人自觉地 让开一条路 花柳冰也屁颠屁颠地 跟在后面 这时候 他完全忽视了 秦玉杰的存在 气得秦玉与嘴都歪了 不过 秦玉杰却好像并不在乎 嘴角反而请起一丝冷笑 因为 好戏就要开始了 一里山庄 一座华丽的房间中 一名五十出头的老者 点头哈腰地站在皮痒痒面前 嘴巴都笑得咧到了耳朵根 这老者 就是享誉青江的 腾龙商会会长孟清风 在房间中 还站着一位 三十出头的美少妇 肚子微微隆起 像是有孕在身 她虽然坐在沙发上 但依旧小心翼翼 孟清风的现任妻子和男真 孟清风一共结婚五次 但前面四个老婆 都没给她留下一儿伴侣 传宗接待观念 极为严重的孟清风 无一例外的 都将他们打发走了 这个老婆结婚 也有好几年了 但也一直没动静 一怒之下 也准备踹出去 关键的是 腾龙商会中 已经出现一种 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说 孟清风没有子嗣 为了商会长久 稳定的发展 应该更换一位 有子嗣的人当会长 以利于栽培接班人 腾龙商会是 孟清风辛苦大半辈子 打下的江山 怎么甘心 就这么轻易拱手让人 几个月前 病急乱投医的孟清风 在天桥下 遇到正在摆摊的皮羊羊 他鬼使神差地上去 算了一挂 问自己这辈子 会不会有子嗣 当时 皮羊羊很肯定地告诉他 说他命中有三子 而且个个都能成才 孟清风当时 并没有丝毫高兴 反而指着皮羊羊 骂他是骗子 并叫自己的保镖 砸了皮羊羊的摊子 皮羊羊赶紧说出 你已经有五次婚姻了吧 最后 这个应该刚刚三十出头 跟了你已经七年 但也没有动静 对吧 孟清风当时愣了一下 但随即说道 老子的家事 在清江谁不知道 你能说出来 有什么细节 皮羊羊说道 那你在十八岁时 曾与一女孩好过 而且致使 那女孩意外怀孕 后事情败露 女孩被家长责骂 羞愤跳了河 可有此事 孟清风当时就懵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皮羊羊 你调查过我 她并非清江人 老家是在很偏远的山村 当时出了这样的事 她吓得离家出走 独自来到清江谋生 这件事 她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哪怕是她最亲近的人 她都不会提起 也正是因为 有了那次经历 她始终坚信 自己有生育能力 所以 没娶一个老婆 一直怀不上 她都固执地 把责任怪在妻子头上 自己从不去做检查 没想到 皮羊羊却准确地说出了这件 陈锋她心中多年的往事 我去哪里查你 皮羊羊双手一摊 有些无奈说道 好 那你说 我命中有三子 可是我连续五个老婆 他们连个屁都不放一个 是怎么回事 孟清风半信半疑 再次问道 你在22岁那年 曾经伤到过当部吧 皮羊羊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问道 对 那年 我还在干保安 站在门口抽烟的时候 栏杆突然升起 打到了这里 不过 就是当时疼一下 并没有受伤 孟清风回忆了一下 说道 这就对了 就是那一次 伤了你的子孙根 要想恢复生育能力 就需要我给你扎几针 开一副汤药 和半个月 皮羊羊微微一笑 十分肯定地说道 虽然心中还在怀疑 但求子心切的孟清风 当时就动心了 不过 他并不相信皮羊羊 偷偷跑去大医院 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告诉他 确实是沉伤所致 让他失去生育能力 不过 医院几个专家 都束手无策 说他这病情太久了 恢复得希望渺茫 孟清风想起皮羊羊的话 当即又找了回去 在桥下等了两天 才等到皮羊羊 皮羊羊给他扎了几针 开了一副汤药 他依旧觉得希望不大 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没想到 就在他吃完一个 疗程的汤药后的一个月 他妻子和男针 突然说身子不舒服 去医院一检查 有了 这可把孟清风乐坏了 马上找到皮羊羊 差点就跪下磕头 可是 乐极生悲 怀孕三个月后 再次去检查 医院给出的检查结果 差点让孟清风绝望 医院方说 胎儿在胎盘中并不稳固 流产概率极高 而且 以他们的医术 也很难确保万无一失 孟清风当时差点疯了 赶紧找到皮羊羊 还好 皮羊羊很确定地告诉他 只要有他皮羊羊在 胎儿肯定能保住 孟清风 这才松了一口气 恨不得把皮羊羊 当神仙供养起来 今天得知 皮羊羊会亲自来以理山庄 当即亲自出营 并带到了一般人 不许进来的后院中 皮神医 多亏了你 让我老婆怀孕了 我正想找时间 好好感谢您一下 没想到 您亲自来了 真的是让我以理山庄 蓬壁生辉啊 孟清风高兴地合不拢嘴 恭敬地说道 皮羊羊 嘴角抽动了一下 这句话 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我今天来 一是看看孟夫人 二是感谢孟会长 给苏雪芹送去的请柬 皮羊羊淡然说道 皮神医客气了 您可是我孟家的大恩人 不管让我为您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孟清风一脸地感激 诚恳地说道 不过 我今天还有一件事 要麻烦孟会长 不知道 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皮羊羊想了想 说道 您说 孟清风微微躬身 一副虚心受教的样子 苏家急需要五亿资金 不知道 孟会长在这次招商会上 能不能 不等皮羊羊说完 孟清风马上点头说道 没问题 原本这次 腾龙商会的投资 是三个亿 不过 既然皮神医开口了 那就追加到五个亿 皮羊羊微微一笑 那就多谢了 等会我给孟夫人 开一副安胎汤 先喝一个疗程 一个月后 我再给开一副汤药 保证孩子平安降生 那太好了 多谢皮神医 孟清风感激涕零 赶紧弯腰鞠躬 河南真问道 皮神医 我肚子里的宝宝 是男侍女 能看出来吗 皮羊羊笑道 不用看 孟会长命中三子 这孩子必定是小子 那太好了 河南真担心 自己生个女儿 到时候 孟清风一不高兴 再把他给飞了 听皮羊羊说的这么 肯定是儿子 他也就放下心来 那没什么事 我就去找我老婆了 他还在等我 皮羊羊 写下一张方子 嘱咐好服用方式 便准备去找苏雪晴 和郑利了 好 皮神医先去 我还得和几个董事 开个电话会议 把追加投资的事情 通报一下 孟清风点头 亲自将皮羊羊 送出家门 忽然又狐疑地问道 皮神医 那秦家 秦家已经和我 没有任何关系 你自己看着办吧 皮羊羊知道 他想说什么 便直接回答道 临走前 又补了句 待会儿见面 先不暴露你 和我认识 我还想整治一些人 被他们知道你 和我认识 就不好玩了 孟清风立即点头 皮神医请放心 我明白了 此时 大厅中 苏雪晴和郑利正 被以叶雅凡为首的 一群人围攻 苏雪晴 你眼光很高啊 居然连我弟弟都看不上 叶雅凡来到苏雪晴面前 冷傲说道 苏雪晴毫不畏惧地 与他对视 平静说道 是叶家门槛太高 我不敢高攀 哼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紧跟在叶雅凡身后的花柳兵 轻哼一声说道 苏雪晴不以为意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听说 你居然看上了一个小白脸 软饭男 人家刚被前妻赶出家门 你就迫不及待地 和他领了结婚证 这是真的 叶雅凡却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苏雪晴 一脸鄙夷的问道 郑立忍不住说道 这和你有关系吗 你在和谁说话 叶雅凡顿时双眉一蹴 怒声说道 哼 叶小姐说话 你也敢随便插嘴 秦玉宇总算带到了机会 赶紧一记彩虹屁拍过去 他是不敢奢望 叶雅凡能关注自己的 只是想抓住机会 在他面前留下一点印象 郑立面色一变 他不畏惧秦玉宇 但叶雅凡的气场太大 他心中有些发怒 什么人这么霸道 连人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就在苏雪晴 郑立两人正在进退尾骨之时 一个肃然的声音响起